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张霄穿越到异界 成功激活系统 却被系统告知不能修炼 主人你可以收徒 传授他们三千大道 无上心法 等收满九十九个徒弟之后 你就能修炼了 张霄自此开启了百年苦逼的收徒生命 唯一能让他稍稍欣慰的是 他能长生不死 一直保持二十岁的年轻状态 并且 交出来的弟子对他示弱神明 视如亲生父母 虽说 有这么一群牛逼轰轰的弟子护着他 但不能修行 始终是张霄的心结 终于 第九十九位弟子要下伤了 主人张霄收徒任务结束 系统将进行升级 请主人即刻沉睡 系统将设置静置 连同道观一同隐没于天地间 就这样 张霄带着一堆卧槽 陷入了沉睡 直到今日苏醒 说好的三大神迹 你怎么就给我点亮了一个 主人需要将无敌领域升级 方才能够解锁第二神迹 乃至第三神迹 都是神迹技能了 竟然还需要升级 张霄一边说着 一边点开了无敌领域 简介只有八个字 领域之内 主人为神 无敌领域下面 分为九级 一级修为无敌 二级空间之主 三级灵化万物 四级执掌生死 五级造物之神 领域有范围限制 系统自动确定领域范围 以主人沉睡之地为中心 三维空间 三十米 三维空间 就是天上 地下 前后 左右 卧槽 那我岂不是 就只能待在这个道观里了 踏出道观 老子就变成了 手无寸铁的弱级 有没有搞错 系统友情提示 主人可以在升级技能的同时 扩张领域范围 当主人领域范围 扩张到一定程度后 即可下山 至于具体扩张多少 系统没说 显然 张霄目前没有权限制导 系统提示 主人在领域内 完成系统任务 击杀生灵 改造一切等等 皆可扩张领域范围 并获得系统积分 这听上去倒是挺简单 然而呢 这荒山野岭的 啥时候能蹦出来个人 啥时候能蹦出个妖兽啊 张霄正发愁呢 道观外传来了嘈杂的说话声 奶奶的 这破禁制总算解除了 这道观里 绝笔里面全都是宝贝 哈哈 老八是真的牛逼 上山打个野炮 都能撞上这么大的机缘 喂 老八 你有通灵眼 你先上 操 凭啥好事都让你们抢先 怪事轮到我头上 哎 老八 我们这里面就你咋的衰 运气好 现曾灵眼 谁都没有你牛逼啊 靠 这个时候知道我牛逼了是吧 不过 既然你们这么说 我还真不好反驳啊 来客人了 说说 你们来干什么 古墓门的人不傻 刚才他们进来 可没看到这个黑衣青年 怎么一转眼 就多出个人 他们境界已入化神境 放在天心域 化神境的修为 也算中等 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 悄无声息地出现 不 不会是鬼仙吧 快 拿出黑毛驴王的蹄子 震杀他 有人惊声喊道 二话不说 手中闪现出一枚巨大的黑驴蓄影 轰杀想张霄 他不是鬼仙 那古墓门老八刚想制止 为时已晚 张霄摇了摇头 微抿了口茶水 漫不经心地瞥了那人一眼 空中巨大的黑驴蓄影 消失不见 那人凭空爆开 没有血肉四箭 只有一声闷响 就像空气爆炸那样 没留下半点痕迹 主人击杀一名化神境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两百 技能升级 恭喜主人获得空间之主 升级进度一百 嘿 这真是宋上门的经验值啊 绝对不能放过 我来个大曹 这还是人吗 只是偏一眼 就直接人间蒸发了 怪不得感受不到 他身上的修为呢 绝对是大佬 巨佬啊 闹了半天 再不是咱们一计 再是燕姐的洞虎 想花妙 就得赶紧求佣啊 大人 您大人大量 还把饶了我等 我们 我们是古墓门的人 这看到洞虎就想挖 还要前辈饶了我们一条狗命啊 对对对 大爷 都是这个李老爸让我们来的 和我们帮忙 将管姐们咬我啊 操 你们这群狗日的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 张笑眼中仿若有沧桑百转 对那李老爸笑道 看到了吧 越是这个时候 越能看出人性的可恶 而我 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背叛之人 古墓门的人猛地抬头 面露惊恐 还没来得及求饶 八道门响 连接炸开 原地 只剩下李老爸一个人 主人击杀八明化神境 领域范围扩张八十米 系统积分 加一千六 技能升级 恭喜主人 获得灵化万物 升级进度七百 眨眼间 领域范围就到了一百二十年 这下 可以在道观外面走走了 这位大佬 怎么杀完人 就神精致的大笑 完了 这铁定是个杀人狂魔 不用害怕 我暂且不会杀你 张笑呵呵一笑 来到柳树前 手指轻点齐上 一圈圈灵光连衣 从张笑指尖散开 引得天地灵气疯狂 会聚于此 灵化万物 这一指 可让柳树成仙 不是天赋一柄的妖兽 修炼几百 上千年都难开灵智 就更别修炼化形 至于植物 它们想要开灵 更是比登天还要难十万八千倍 现在 这株柳树在张笑的点画下 不仅有了灵智 还能修炼 呵呵 小家伙 以后你就叫柳神吧 你敢相信吗 这个穿越者手指轻轻一点 就让柳树成腰 主人点画柳树成腰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这都可以 那我要是把一块块石头 以及道观多点画了 积分是不是能加老多了 张笑脑补了下 激情四射的画面 急忙摇了摇头 心想还是算了 这 这 这是 李老八看到这一幕 在感受到 从柳树身上散发出的妖气后 心中掀起惊涛害了 这个黑衣青年 到底何方神圣啊 竟然 竟然一指 将普通的柳树 变成了树妖 为所未闻 为所未闻啊 前辈 您 您别杀我 我给您当牛做马 不 端尿壶 扫厕所都行 我问你几件事 回答得好 就先放你下山 张笑瞥了一眼 李老八 他懒得和这些 阴气很重的人多说话 但眼下 他下不了山 也不知道外界 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 虽能添算 但太费脑子 张笑他懒 所以 还是先问清楚的好 从李老八口里得知 张笑他现在不在中州了 在东荒 他也不是没来过东荒 但也只是匆匆来过一次 数百年前 为了救老九夜添仇 老大青山众带着他 还有几个师弟们 浩浩荡荡地杀向了东荒无极宗 经过一场轻松大战 无极宗灭门了 他张笑做事的原则很简单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呢 那不好意思 我命你满门 大家都是成年人 别给我打哈 弱肉强食的道理 没有人不懂 好了 滚吧 还有 回去给你古墓门的门主说 要是哪天遇见了张启林那小子 给他带个话 说他师尊 在剑云山上等着他上供了 张笑一脚踢飞了李老八 顺带拔掉了他一根头发 他现在 无敌领域已经升到了三级 修为无敌 空间之主 灵化万物 马上就要升到四级 执掌生死 只要在自己的领域之内 留下李老八肉身的某一部 头发 指甲都行 到时候 就能隔空击杀 可以说 杀人于千里之外 装逼于无形之中 李老八仓皇而逃 嘴里一个劲地念叨着张笑嘱托他的话 生怕给忘了 不过 他越念叨 越发现张启林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 张笑在道观上空 四处瞬移 一会在道观门前 一会又到了屋内 最后悬浮在120米高的空中 张笑副手而立 俯瞰着天地间的美景 眺望一万里山穿大河 微微闭眼 煞石 风亭 树径 河水只流 张笑缓缓睁眼 一切又恢复如初 嘿嘿 这种无敌的感觉 真是很好啊 张笑忽然满脸惆怅 回想起百年前手无腹肌之力的他 张笑第一次收徒 在个小宗门前 找到了那个因偷窃剑法 被打成重伤的小乞丐 当时张笑拉着小乞丐 就撒开脚丫子跑路 差点被人打死 十年后 这个小乞丐 成了整个中州大陆的梦里 压得十大绝世剑宗 不敢抬头 一人杀入古魔深渊 七进七出 一剑斩灭十万海妖 血海剑尸 更是一路护着张笑收满了99个弟子 他名青山庄 忽然门口传来一声猫叫 这地方竟然还有猫 张笑神念一扫 不由一笑 原来是只小白虎 这小家伙受伤了 张笑出现在了道观门口 一只全身鲜血淋淋的小白虎 显然是一些强大妖兽 或是修道者造成的 小白虎在见到张笑后 大大的受眼里 满是绝望 小白虎本能地站起来想要离开 但他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显然 血流的太多 他可能要死 自己一人在这山上也挺无聊的 虽说 开了柳树的灵质 但这家伙硬邦邦 太死板 哪有小白虎好玩 撸起来 叔叔啊 更何况 救了他应该还能获得系统的奖励 一举两得 小家伙 算你运气好 在这遇到了我 不然 你就得死了 这样就差不多了 要是我既能升到四级 有了执掌生死 心念一动 就能让他痊愈 何须这般麻烦呢 主人救治天鹅白虎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果然 张笑咧嘴一笑 手指倾点在了天鹅白虎的眉心 一圈圈灵光波纹 从张笑指尖 陡然爆散开 小白虎眼中闪烁出智慧的光芒 天鹅白虎 虽说这种妖兽开灵不是很麻烦 但那也得修炼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 张笑这一指 则省去了他百年的修炼时间 主人点画天鹅白虎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小家伙 以后就叫你胡小白吧 还有 你小子是老虎 不是猫 别整天喵呜 喵呜的 忽然一声暴虐的受吼声传来 小子 敢抢本王的洗灵 你死定了 在我的地盘 就给我老实待着 张笑施展空间禁锢 那道兽影 猛的停滞在半空 他明明没有修为波动啊 明明是个凡人啊 竟然能禁锢空间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你想说话呀 张笑笑眯眯的看着沙壁魔猿 四街妖兽 已能口吐人言 沙壁魔猿当然想求饶啊 他不想死 可惜啊 你想说 我不想听 一阵风吹过 沙壁魔猿消散在了天地间 主人击杀四街魔兽 领域范围扩张一百米 系统积分加一千 杀一个四街魔兽 得到奖励比之前 杀那些化神镜 都要多好几位 这让张笑心中大喜 要不等小白这家伙伤势好了 就让他出去 引几只妖兽馆 这样 用不了多久 我就能扩张到整座剑云山了 听到张笑的话 小白不由地颤抖了下 跑过去疯狂蹭着张笑的脚 这些套路对我没用哈 别以为你萌萌哒 就能不给老夫干我 想都别想 张笑呼得想到一件 很重要的事 我去 应该留着那血魔源的瘦身了 不然 吃啥呢 说着 张笑眼神瞥向了小白 吓得小白瑟瑟发抖 水汪汪的大眼睛里 满是求饶和可怜 放心 不会吃你 你伤势恢复差不多了 下去引之妖兽就行 不愧是天鹅白虎 这么快伤势就好得差不多 当然 主要是因为张笑给他输送灵力 加快了肉身的全力 小白只得无奈地 一六眼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 一只巨鸟嘶鸣一声 从灵中冲天而起 猛地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 从空中急速冲向地面的小白 快 跑进白线来 张笑坐在门口的石凳上 懒散地喝着茶水 对小白喊道 小白忽吃忽吃地跑着 大眼睛里除了委屈 还有惊恐不安 一个飞窜 在巨鸟要抓住他的那一瞬间 跳进了白线内 小小的身躯颤短了下 过了会 方才小心翼翼地回头看了眼 巨鸟风力尖锐 闪射着寒光的爪子 就停在他头顶三寸 然而 怎么都无法前进嘶吼 巨鸟眼中有着无限的迷茫和费解 发生了什么 明明我都要抓住了这只小白虎啊 胃毛我动不了了 是那个黑衣青年施展的术法 怎么可能 它明明没有羞味的啊 这下轮到小白嚣张了 学着张笑 也开胡嘴一笑 在巨鸟面前扭着屁股 那意思在说 嘿嘿 本猫就在这 你就是抓不到 抓不到 气死你 张笑嘴角勾起一抹细血 扯着嗓门喊道 小白 我要放开它了 小白疼的一下 撒开脚丫子就跑向张笑 哈哈哈哈 骗你的 不过 你表现不错 待会赏你的鸟腿 张笑手掌摇摇一招 巨鸟身上燃起了熊熊大火 迅速将它变成一只光秃秃的死鸟 主人击杀二届妖兽 领域范围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小柳子 给我看着 别烤糊了哈 张笑交代了句 就和小白去巡视自己的领地 现在 自己领域范围 已经达到了二百六十米 这无敌的分割线 又要更新一次 剑云山下 一道嵌影像无头苍蝇一样 四处乱窜 身上血流不止 他由于失血过多 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全凭最后一丝 不甘于受辱的意念 支撑着他跑向山顶 快 追上天心血 别让他跑到山顶 操 没想到这小妞身上 竟有一件四清防御价 宗主说了 要抓活的 可千万别让他跳牙自尽了 麻痹 宗主想要天心血的血 根本就不需要招火的 明明就是他想要玩这个女人 偶日的 待会抓住他 要不让我们先爽爽 闭嘴吧 要是让宗主知道了 我们几个都得死 听到这些令人作呕的话后 天心血苍白的翘脸上 浮上一抹绝望 事已至此 他根本不奢望自己还能活下来 哪怕一死了之 也总比被抓回去 当个玩物和卢顶的结局好摆 山顶怎么有个倒灌 还有烧烤的香味 是自己要死了 出现幻觉了吗 传来小白无聊的叫声 张霄随之映入他的眼中 这黑衣青年 看上去 像是个好人的模样 而且 他身边的柳树 白虎 竟然都是妖兽 说不定是什么绝世强者 世外高人 张霄这巡视完自己的领域 刚坐在石凳上 山下传来一道女子的求救声 前辈 救我 天心血迈入白线 脚下被一块石头绊倒 哭通一声 摔倒在地 张霄眼神一瞥 将天心血禁锢在原地 喂 我不要面子的吗 这是我的无敌领域烟 怎么能让人随便进呢 天心血察觉到自己无法动弹 心生惊骇 但同时 心头涌上一抹狂血 这个黑衣青年 是大能 真的是个绝世大能 救你 张霄微微醋眉 神念一扫 这天心血柱激进八层 天赋还算不错 但还入不了他的眼 他那些徒弟 每个不是天赋绝伦 操凡脱俗之辈 要是他随随便便就收徒 那岂不是太掉逼格 前辈 我明天心血 自幼身怀寒灵神脉 那玄机宗宗主 想夺我寒灵神脉 还想让我成为他的颅顶 前辈 如若您救我 我可以将寒灵神脉献给您 只求您能救我一命 天心血趴在地上 咬着牙 强忍着身上的剧痛 任由鲜血和汗水滴落在眼里 对张霄喊道 听到天心血的话 张霄忽得一条眉毛 目光火热 你说什么 你有寒灵神脉 你敢相信吗 眼前这位女子 竟然是位神脉拥有者 天地之物 修道之法 但凡 加上了神这一字 绝对超凡脱俗 令人震战 更何况血脉这种东西 禀天地之灵 即万物之源 非大气韵 大机缘者 不可得知 数百年前 张霄网罗天下 所收弟子 皆天赋一笔 更有几人 堪称那个时代最强的妖命 恒压一世 即便如此 那九十九位弟子之中 也仅仅只有两位女弟子身怀神脉 不 准确地说 只有一位是先天神脉 先艳神脉 你是先天神脉 张霄神色凝重 虐待好奇地打量着她 嗯 前辈 我是先天神脉 只不过 不等天心血说完 张霄嘴角勾起一丝玩味的笑容 嘿嘿 有意思了 小十六体内是先艳神脉 这小丫头是寒灵神脉 这两神脉能够互补 融合 让修道者一念之间 便可踏入圣经 递进 甚至更高的境界 天心血自然不知道张霄的想法 如果知道的话 只怕是会瞬间脑补出很多很多画面 系统 你先给我说好了 我救天心血 你给我多少系统积分 给我无敌领域扩张多少米 解救天心血 系统积分奖励2000 领域扩张500米 什么 就这么点 你有没有搞错呀 这可是寒灵神脉 寒灵神脉业 我救了一个绝世天才 怎么也得给我来个1万的积分 1万米的领域扩张吧 主人如若让天心血败师 则系统积分奖励1万 天心血成为主人弟子后 他所做的一切 都将会给主人 带来系统积分奖励 张肖明白了 感情这系统的意思是 解救天心血 只是举手之劳 最不起眼的一步而已 只要收他为徒 那随之而来的积分奖励 就会暴涨 成 那这比买卖划算 张肖打了个响指 解开了天心血的空间禁锢 天心血死死咬着牙 艰难地从地上站起来 娇去颤颤巍巍 对张肖拱手道 前辈 只要您能救我一命 无论多大代价 我都不在乎 张肖巍巍巍点头 对他巍巍一笑道 记住你说的这句话就行 到时候要是反悔 可有你好受的 天心血身心一颤 真没想到 这个绝世强者 不仅生得年轻好看 说话都这么有趣 看上去倒是很平易见人的呢 林中飞窜出三人 气息不弱 皆在化神经 陈直士 您看 这里有枯枝彩断的痕迹 还有浅浅的脚印 都是最新的 那小娘们就是从这跑过去的 陈直士 你们看山顶 那里有两个人 女的不就是天心血吗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剑云山上有个道观的 医兽年是谁 先上去看看再说 都追到这了 我就不信这娘们还能找到帮手 起死回生了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山顶 天心血看到玄机宗这群人 美眸冷利 怒火焚烧 双拳死死地握紧 云妹妹为了保护她 不仅被这群狗砸碎入了身子 最后还被乱刀砍死 她只恨自己空有神脉 却连最亲近的人都保护不了 她恨了 呵呵 你很想杀他们 张潇自然感受到天心血的愤怒 笑着看向她 天心血只是简单的门声 可见 这杀意是让她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了 张潇微微点头 副手而立 等待他们进圈 好 等会让你来杀 陈直逝 这个人 没有修为波动 是个凡人 凡人 呵呵 那还处在这干哈 直接杀了 呵呵 这天心血真是病急乱投医 竟然求救于一个凡人 哟 这小白脸细皮嫩肉 长得挺水灵啊 草 二胡子 你特么的好这口别说出来行不行 再特娘的恶心我们 你就等着被XXX吧 玄吉松这俩人 冷笑连连 手中大刀已经饥渴难耐 只等陈直逝一声令下 就冲过去 掀开游一把天心血 不对 你们看 这黑衣青年旁边的小白虎 散发出了妖气 还有远处的那棵柳树 也有妖气 这里面 只有陈直逝秀为最强 化神经大圆满 感知力自然远非 其余人可以相提并论 在见到这两头妖兽后 陈直逝目光不善地看向了张潇 眼中浮上一门民众 但在捷天山脉这种 大摇横行之地 见个道馆生活 哪怕只是在外围的剑云山 那见道馆之人 绝对是有着极强的实力 方才敢这般不去妖兽四年 这个黑衣青年 可能不是个什么 已是高人 绝世强者 保护者 那道馆里面 藏着个活了数百年 千年老怪物 玄吉宗可是天心玉牌的 上号的大势力 能在里面混个知识 可以说 这个人也不是什么智障儿童 张潇微眯着眼 见到那沉直是一直站在那不动 四处查看 不由哼了声 说好的反派没智商的好吧 怎么这狗日的这么谨慎 你特么的以为自己 是稳健大师兄吗 不行 你们不进来 我怎么杀你们 怎么装逼啊 玄吉 张潇偏过头 小声对天心血道 看到那边的那条白线没有 天心血顺着视线看了过去 看到了 好 去把他们引进白线 然后你就可以杀他们 注意看 这三名反派马上就要踏入 主角的无敌领域之中了 什么意思 这前辈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愣着干嘛 挑衅啊 骂他们会不会 玄吉宗这些人 见到天心血竟是主动上前来 自投罗网 不由呵呵计笑了起来 嗨嗨 就是嘛 早这样乖乖地和我们回去 咱们也用不着追得这么累是不是 我天心血若是能活下来 有朝一日必定探灭你们玄吉宗 我要将云妹所受的屈辱和痛苦 全都百倍偿还给你们这些狗砸碎 妈的 都死到临头了 还特么的嘴硬 你们两个给我上 抓住他 谁敢阻拦谁就得死 两道人影像天心血杀去 天心血见状 翘脸浮上一抹惊慌 飞快向后倒退 靠 这家伙也太警小甚微了吧 要不就放他跑了 不行 做事要做得完美 才对得起自己的高逼格 看来 只能拿出自己最牛逼的技能了 卧槽 你别跑上来 喂 你们这些人听着呀 我和这小丫头可没关系 没关系的 你们抓他别连累我 我是无辜的呀 不得不说 张霄演技十分自然 脸上精具的表情 说话的语气 恐慌无比 就连天心血都被说得一愣一愣 一脸猛闭 卧槽 前辈 我们刚才明明不是这样说的 这什么鬼 你不是会空间禁锢吗 怎么会打不过 不是 你打不过 你让我挑衅他们干什么 闹了半天 这小子就是个废物 我还以为他有多厉害呢 妈的 差点被骗了 陈直视心中就生出一股无名火 堵得胸口生闷 妈的 胆虎老子 太前揍了 都给我停下 老子要亲自捉拿他 顺便让这个碍眼的道观 严消云散 陈直视身影一晃 三步两步就迈过了白线 狠狠地抓向天心血胸口 不 天心血惊吓地尖叫起来 他不想被抓 他宁愿死 为什么 刚才明明说好的要救我 为什么会突然变卦 长得好看的人 都不可信 不可信啊 呵呵 磨磨叽叽这么长时间 总算都进白线了 妈的 老夫连装逼的心情都没有了 张霄哪还有刚才那般惊慌失措 淡定地抿了口茶水 天心血一愣 看到张霄那双如星海闪烁的双眸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 顿时愣住了 这三个玄机宗化神经强者 接 身形定在原地 动弹不得 张霄微微一笑 身影消失在石桌旁边 凭空出现在了陈直视的面前 玄机宗这些人 看到这一幕 瞬间炸毛了 空间移动 不 这不是空间移动 空间移动会留下空间轨迹 会留下空间波动 有迹可寻 甚至能够用神念探查到 而眼前这个黑衣青年 消失 出现 完完全全没有半点空间波动 就好像 他与这一方空间是一体的 这怎么可能啊 这个黑衣青年到底是何等存在 别胡思乱想了 我刚才之所以那么说 是为了让这个胆小的家伙进来 张霄看了眼愣神的天心血 自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天心血这才恍然大悟 本以为呢 老夫还要演几首好戏 没曾想 只简简单单演了下 就把你骗进来 真不知道 是我演技太好 还是你太蠢 你 你到底是什么人 从他说话的语气中 就能听出来 这个人已经产生了 对死亡的恐惧 他已经这么谨慎了 可没想到 没想到自己还是马师前提了 老夫是什么人 哎 这个问题 好像有数万年 没有人问过老夫了 张霄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 眼中流露出一抹沧桑感 这不仅玄机踪的人信了 连天心血也信了 这小丫头捂着小嘴 美眸一眨不眨 凝视着张霄背影 有着无限的惊诧和重痒 活了数万年 容颜还如此年轻 难不成 前辈已经是仙人了 我的天啊 我果然是大纪元之人 随便逃个命啥的 竟然就遇到仙人了 天心血此刻心情复杂 不知是应该为自己高兴 还是为那些死去同伴们悲伤 你不是想杀他们吗 来吧 自己动手 张霄身影瞬间消失在了原地 下一刻 就坐在了石桌前 轻悠悠地喝着茶 天心血看到张霄这神仙一般的手段 眼中除了震惊之外 还悄然扶上了一抹坚定 陈直是痛哭流涕 不停地求饶 我们追杀您 都是宗主大人的旨意 我们也不敢违抗 我们就是个给人卖命的小楼了 我们上游老 下游小 也不容易的 您看在我们可怜的份上 就放我们一马 就 天心血面无表情 手起见落 不不不 女侠饶命啊 我们是真的上游老 下游小 要是不追杀您 就会被那个狗屁宗主杀的 求您放我一马 我什么都愿意做啊 一道道哭喊声 求饶声在山顶回答 在你们如我云妹 杀我护卫时 可曾想过这一幕 天心血脸上 头发上 身上 全都是血 此刻 他就是个没有感情的杀人机器 一时间 血腥味充斥在了山顶上 张潇心面一动 尸体 血肉 血气 尽数焚烧成了虚无 天心血手里常见滑落 掉在地上 熊熊烈火前 他跪在地上 双目星红 不错 心狠手辣 重情重义 算是过了第二关 张潇微微点头 饶有兴趣地 远远打量着天心血 露出满意的笑容 虽然没亲手击杀 这些玄疾宗的人 得不到系统积分 但是换个天心血 当徒弟也是不错的 天资 心性 这是张潇收徒的条件 缺一不可 哪怕你是天才 要是心性不好 做恶多端或是心词手软 张潇都不会收 小雪 别跪在那 赶紧洗洗澡 我可不喜欢你这一身血腥味 天心血腥的鼻颤 咯噔一下 煞食 翘脸涌上一抹羞红 前辈 前辈这是要 你脸怎么红了 难道是自己长得太帅 小姑娘看一眼都会害羞 没 没什么 前辈 我去去就回 嗯 这样看着就好多了 什么胃啊 嗯 前辈 您 您的鸡胶了 啊 我的今儿没事啊 张潇下一时的视线下影 旋即一拍额头 转身看去 小柳树这家伙看着的烤鸟 已经焦黑焦黑的了 哎呀 我的晚餐 看来 这下又要麻烦小白这家伙 去勾引一只妖兽 半个时辰后 张潇和小白成功配合了一波 杀了两只二阶巨鸟 前辈 我来吧 前辈 你 你怎么了 天心血见到张潇一直盯着自己看 翘脸再度涌上一抹羞红 没 没什么 张潇这才醒过神 笑着道 就是看到你 想到了你师姐 师姐 前辈门下 有很多弟子 我是不是傻啊 前辈可是活了数万年 哪怕百年收一个 那也是好几百个了 前辈 那位师姐叫什么 我和他长得很像 呵呵 不仅仅长得像 气质也像 最主要是 小仙他当初遇到我的时候 和你今日情形也是一模一样 小仙 这就是那位师姐的名字 对了 别叫前辈了 你改口叫老师吧 张潇一脸笑意 等待系统给他的奖励 只有让天心血给他行拜师礼 并称呼老师 这才算是收徒 系统才会给他奖励 听到张潇这句话 天心血交去微微一颤 怎么 你不愿意拜师 喂 老父我费尽周折 才救你一命 就是为了收你为徒好吧 我这么高的逼格 可不轻易收徒 你竟然还不愿意 不 不是 前辈 您收我为徒 那是我无上的荣耀 是我八辈子修来的大机缘 只是 有话就说 别磨磨唧唧的 前辈 其实我已经拜师于青云公公主 师尊名为 不用说名字了 张潇挥了挥手 很不耐烦地打断天心血的话 他急着要和系统沟通 这特娘的 竟然有老师了 真是失算了 这一件呢 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叫什么 一生只能拜一个老师 因为 拜师时还需发下大道誓言 系统 这种情况下 如果拜师于自己 还能不能拿到系统奖励 系统提示 如若天心血 师尊已死 则天心血大道 誓言作废 拜师于你 可获得系统奖励 难不成把他师尊骗进来杀了 自己和他师尊无冤无仇 平白无故杀人 这是咱做不出来 天才虽少 但张潇也不是没收过 犯不着为此滥杀 破了他立下的为人准则 哎 行 算我倒霉 你走吧 早知如此 当初就应该直接杀了那三个化神镜 好歹也是一波经验值啊 这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小白虎站起来 似乎有些不舍得看着天心血 轻轻叫了两声 怎么了 你还想跟着他回去 张潇没好气地哼了声 吓得小白立刻跑到了张潇身后 前辈 您 您这就让我离开了 天心血惊恶的 以至于说话都结巴了起来 他还以为张潇会将他困在山上 甚至 已经脑补了108种各种各样的场景 哎 滚吧滚吧 赶紧滚吧 你有老师不早说 真是气煞老夫了 再不走 老夫可要会杀你泄粉 张潇大手一甩 将天心血扇 飞出了自己的无敌能力之内 天心血从地上爬起来 美眸中有泪水打转 他知道 这白衣青年能力 比自己世尊强大不至多少倍 错过了这次机缘 以后只怕勇士不能相见 正当他打算下山时 右手中 一枚晶莹剔透的蓝金光影 在天心血面前 聚成一道光体 这是青云宫 每个核心弟子都有的本命法医 平时 只用来监测他们的生命之火 便于知晓他们生死 一旦光影爆发 则说明青云宫出大蛇 因此 看到这一幕 天心血脸色惊变 注意看 这个女的就简单逃个王 结果家被偷了 雪儿 快走 快离开天心域 永远都不要回来 你的神脉暴露了 不仅仅是玄机宗要夺你血脉 还有九玄太清宫 太古星云宗 兵器光屏之上 显现出一个身穿红气袍的美妇人 她浑身上下 鲜血淋零 她背后是无尽的厮杀 铺天盖地的树法狂流 不时还传来一道道冷笑声 清云公主 你们这二流小宗门 可没能力培养寒灵神脉 呵呵 太清公主说得对 寒灵圣女乃是未来圣人之词 毕竟种子 可把我清云宗万年不衰 放在你们这二流宗门 太虚才了 哼 清云宗主 你切莫颠倒位置 明明是把我天一神宗十万年不衰 诸位道友 现在当务之急 是找到那寒灵圣女 等找到后 我们再看她会选择哪一宗门 我等公平竞争 好好好 清云公主 你若是再不说出天心血的下落 休怪我等心狠手拉来搜你的魂了 清云公主转过头 对悬浮在空中那一道道人影 声音淒厉地喊道 玄机宗早就打我徒儿主意 他们还半路派人截杀 只怕我徒儿早就死在他们手里了 但悬浮在空中的那些人影 自然是看破了她的心机 当下 一道灰袍中年人 一闪身 落在了清云公主身前 抬手按在了她头顶 冷冷一笑 等搜完你的魂 就知道是对事错了 啊 心血 有朝一日 替我为清云公 不 不愁啊 刹那间 清云公主身体急剧萎缩 老化 凄惨的叫声 贯穿还语 天心血死死咬着牙 盯着光瓶上血与火的画面 看到清云公主惨死 怒吼着哭喊了 不 不 你们这群畜生 她没想到 自己身怀神脉 竟给清云公招来了灭门之祸 她要报仇 她要为清云公所有人报仇 但她时迈被封 如果想要开卖 想要修为一日千里 唯有意法 拜张霄为师 前辈 求您收我为徒 前辈 求您收我为徒 天心血跪在白线之外 不停地对张霄客头 一道道喊声 回荡在剑云山四周 哎呀 真是吵死了 吵死了 张霄贤凡 所幸在无敌领域之内 设置了空间屏障 将天心血的声音全都屏蔽 小白似乎在为天心血求情 你小子要是再给我叫 我就把你丢出去 和天心血一块跪着 张霄自然早已赶知 天心血和清云公发生的一切 真是无巧不成书 自己刚想推演一下 她师父啥时候死 这立刻就被灭门了 惨 真惨 但那又怎样 我特么的不要面子的吗 以为你天子好 长得漂亮 就可以为所欲为 想拜我为师就拜我为师 老夫那些女弟子 哪一个不是迷醉三千克 校叶九千花的爵士大美女 还是给我老老实实地跪在那边 没诚意 别想进门 前辈 求您收我为徒 前辈 求您收我为徒 山下 天心血依旧不停地喊着 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星河斗转 昼夜交替 一晃 三天过去 张霄和小白配合得不错 连接杀了数只二阶妖兽 呵呵 还差四千积分 就能升级解锁星技能 执掌生死 另外 方圆五百多米的无敌领域 让张霄自由活动的空间范围更大 而且还覆盖了一小部分森林 里面有很多一阶 二阶妖兽 对于这些弱小的妖兽 张霄没有滥杀 杨谷吗 等级太弱 杀了获得积分太少了 小白从外面溜达回来 大脑袋甩了甩 然后可怜兮兮地望着张霄 一个劲地叫着 怎么了 小白伸出爪子 只向了百米外 那里有一团蜷缩成虾状的人影 这傻丫头 我本以为她会知难而退 就此离开 没想到 还真能狠地下心来 跪在那刻上三天三夜的头 既然这拜师成一道了 那自己要是再不收她为徒 不仅显不出自己高逼格 还显得自己太小心眼 旋即 手掌一招 天心血落在了张霄面前 前辈 求您收 收我 我为 为徒 天心血俏脸苍白 嘴唇干裂 原本一张如花似玉的小脸 此刻变得十分枯搞 行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老夫门下第一百位弟子 张霄微微一笑 左手食指伸出 点向了天心血眉心之处 既然如此 那老夫就送你一份大礼 天心血迷迷糊糊 猛地从天心血眉心处 向四面八方暴散开 冰金飞射 冰花凝结在道观大门 墙壁 石桌上 小柳树瑟瑟发抖 枝丫被冻凝在了半空中 小白虎蜷缩在树下 被惊吓得不轻 张霄双眸锋芒毕露 长袖一甩 两人随风而起 足摇直上九腕 冲向九天云霄 天心血体内伤势逐渐恢 精神抖擞 面润唇红 再见到自己双脚离地 身上散意出一道道兵器 美眸中涌上一抹惊骇诗色 师 师尊 您这是要 他担心 害怕 看这场面 生怕张霄出现意外 张霄瞥了他一眼 抬头望天 淡淡道 你可知 为何你明明拥有神脉 修为却仅仅只有助激进 为 为何 神脉有逆天改命之能 也因此遭天道所济 先天被封 发挥出的潜能 不过十分之一 若想解封神脉 非圣人之力 不可解封 那 那师尊您是圣人 我不是圣人 那您是 我是神 张霄双目凝天 右手指向蔚蓝苍穹 今日 本座张霄 以神的名义 为弟子天兴许 开神脉 今日 本座张霄 以神的名义 为弟子天兴许 开神脉 生如雷鹰 贯穿九万里苍山古河 一语落下 刹奈间 风云变幻 天空撕裂一道万丈裂缝 无数冷光寒气 如见一般 从苍穹上飞射出来 空中凝聚出一尊恐怖冰蓝蓄 身披冰甲 手握冰锚 数十万之高 这天蔽日 冰锚散发雷霆闪电 直击点名山山巅 天兴许 天兴许抬头看到苍穹上的异响 浑身站立 目光之中 充斥着惊恐 这 这是天道之威啊 这一击 只怕能灭掉整个天兴玉吧 难道老师要硬扛 那老师的修为 到底有多巧 圣人 地境 还是仙神 在天兴许 也生出这个念头的同时 天兴玉 八万亿里山河大川 轰然震战了一下 无数道目光 纷纷投向了 截天山脉之地 星云宫刚惨遭血系 血流成河 尸横遍移 在神风阁阁主 风灵天 将星云公主搜魂之后 已是知晓全故事件 曾经高高在上的 玄机宗宗主 通玄境大圆满的强者 在面对这天兴玉 几大顶级势力的到来 冷汗打湿了全身 如同一条老狗般 鞍前马后 扶手贴二 不敢说半个不字 这才勉强保住一条狗命 通玄境强呢 当然强 这可是第六个大境界 在天兴玉 已是能排得上号 能进风云堡 万民之内 不然 这玄机宗宗主 也不可能在一方领域之内 成立玄机宗 但 这些屠灭青云公的 顶级大势力 他们更强 且不说 这些宗主 门主 公主 实力早已踏入合体之间 差一个大境界 就能超凡脱俗 迈入圣境 成就圣人果位 汇聚天地之心 凝苍茫之力 他们麾下 类似玄机宗宗主 这种通玄境 凌海境的强者 多得不可胜数 再见到这么大阵仗 谁能不害怕 呵呵 截天山脉 是该去瞧瞧了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灰袍中年人手臂一甩 身上气息陡然暴涨 就在他们打算动身 万里之遥 传来震天裂地的弘响 紧接着 天裂开了一道万丈长的裂缝 一尊庞大无比的冰霜巨人 手握长矛从天而降 这 这 这发生了什么 何方高人在那里杜劫不成 天鹰神宗宗主 天鹰子副手而立 身上黑气爆发 防护在周身 双目死死盯着 截天山脉的方向 惊慨失色 这种程度天井 绝对是圣境之上 甚至是地境之上 他们清楚地感受到 那虚影这一击一旦落下 只怕整个天星域 都会被埋葬在 无穷无尽的兵器之中 天劫成形 这根本不是在杜劫 这分明是什么 逆天改命之法 亦或是什么 打破禁忌之药出世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们天星域 该不会满蛋吧 天啊 谁能救救我们啊 这种攻击 根本不是我们 能够接得下来的 一时间 这几大顶尖势力 人心惶惶 他们今日来此 只想夺走天星 雪纳寒灵神脉 谁能想到 如今却是在 截天山脉 这遇到了这种事 快 神风格宿速成阵 那道通机落下来了 快成阵 神风格格主 风灵天 身上灵气狂暴引出 双手合并 一个庞大无比的阵法出现 这一记下来 哪怕灭不了整个天星域 至少截天山脉 数百万里之内 可能寸草不生 九玄太清宫 天鹰神宗 太古星云宗等人 皆是纷纷效法 这个时候保命要紧 在他们构建毫法阵 等待抵挡恐怖的爆炸余波时 那一道攻击 在快要触碰到山宗的时候 凭空消失了 看到这一幕 李星云 天鹰子 太清风 风灵天四人 皆是不约而同的咽了口唾沫 眼睛死死瞪着 一眨不眨 心中惊具无比 掀起惊涛骇浪 这截天山脉到底发生了什么 到底是谁在那里面 竟能让这堪比圣境强者一击 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 就消失无影了 与此同时 剑云山巅 天心雪在见到张霄 只是轻轻一挥手 就将那恐怖绝伦攻击 给打散成了空气后 一张俏脸 弥漫上无比的震撼之色 师尊的实力 果然强得可怕啊 张霄看向苍穹之上 那不断的凝聚兵器的冰霜巨神 冷冷一笑 呵呵 老夫以前也不是没开过什么 以为就你这点小小的攻击 能吓到我 旋即 一指点出 大喝一声 凝神光 聚圣人之心 逆境大道 给我开 天地间 回荡着张霄的声音 那尊庞大无比的冰霜巨神 在这一刻 猛的分崩离戏 一轮寒冰血月 于无尽冰海之上 冉冉升起 照耀天地 异象在生 这一瞬间 截天山脉万里之内 天地冰封 无数妖兽瑟瑟发抖 内与那些高阶妖兽 目光森然 怨毒 但还是得释放出最强的气息 这才勉强不受寒气影响 天心欲 未知震战 轰露 那轮庞大的寒冰血月 轰然从空中坠落 以一个肉眼无法捕捉的素 砸向了张霄和天心血 是 师尊 随着那轮血月落下 天心血体内寒气越发刺 就连他都有些承受不住这股寒气 先闭眼 等你再看这个世界 你就是这天地间 无一无二的寒冰女 旋即 目光死死盯着那轮 急速坠落的血月 在那轮血月落入 张霄无敌领域一瞬间 张霄五指成爪 猛被一握 血月爆碎 化作一点光阴 落在张霄手心之中 手握日月摘星辰 世间无我 这般人 你敢相信吗 这个男人可手握日月摘星辰 闭眉泛着血红色 散发着寒气的印记 随着张霄手掌挥动 冲进了天心血的眉心之中 天心血陡然睁开双眸 血眸冰寒 世尊 我感觉体内经脉之中 有着无比澎湃的灵力 天心血为了握手 他有种一拳能打爆 整个剑云山的冲动 但还是得收敛 要是真这么做 只怕 下一刻 张霄就让自己卷布盖滚蛋了 天心血眼中血色消退 身上 一圈圈冰蓝光波 疯狂地向四周爆散 一朵朵冰莲 如大道圣莲一般 凭空战法 天地间 浩瀚无比的灵力 疯狂涌入天心血这里 形成一道数百丈宽的玄武 呃 这是 我的境界提升了 筑基九层了 不止哦 不止 师尊 难道我的境界还能 不等他说完 气息猛掌 筑基大圆满 画神镜一层 二层 三层 直冲画神镜大圆满 气息还有冲到神通镜的余力 但张霄轻轻打了个响指 将他体内的气息 瞬间压缩了1872比 境界稳固 如老树扎根九泉之下 坚不可摧 收天心血为图 领域范围 扩张500米 系统积分加1万 天心血境界 提升到筑基九层 领域范围扩张500米 系统积分加2000 天心血境接画神镜 领域范围扩张1000米 系统积分加2000 天心血境界 提升到画神镜一层 领域范围扩张1000米 系统积分加2000 随着天心血的突破 张霄耳边响起一道道系统声 这让他格外惊喜 他无敌领域 一下子扩张到了 12510米 可以解锁执掌生死了 张霄看了眼 内心激动 点了下升级 呵呵 这一眨眼就到四级了 赵天心血给自己 获得系统积分这速度 很快 就能将这无敌领域 升到哪级 然后就可以下山装逼了 想想山下生活 顿时新潮澎湃 热血沸腾啊 主人成功获得 执掌生死技能 升级进度3000 那那你 100万的升级积分 我脸个大草了 张霄差点没一口老血吐喘 系统 我领域还要扩张到什么范围 才能下山 覆盖整个剑云山 这 具体多少米 剑云山这么大 我没办法量数值 系统没有回答 张霄翻了个白眼 师尊 我化神经大圆满了 我化神经大圆满了 叫老师 别叫师尊 听着怪别扭的 还有 先别急着嘚瑟 你别忘了 灭掉青云宫的那些人 境界可远远比划神经 大圆满强多了 听到这话 天心血立刻沉下心 缓缓握紧双拳 是 师尊 恶不 是老师 好了 修炼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要懂得劳逸结合 我现在给你开了神脉 先葬缓两天 然后你就要改换功法 之前修炼的 那功法太垃圾 老师 我那好歹也是青云宫 最顶级的功法 这到您嘴里 就变成垃圾了 行 反正您是大佬 您说的都对 另外 咱们三个的伙食 你来解决 去找三阶妖兽玩 玩完了 就给他烤吧 也算是磨练你的战斗经验 加快灵力突破 这两天 天心血与妖兽厮杀不断 每次回来 都衣衫不整 身上有不少血痕 但气息却是越发的凝食 至于血痕 他这寒灵石脉的体质 痊愈的速度快得可怕 晚上 天心血洗完澡 浑身香喷喷的 在小柳树前烤肉 小白虎在一旁 对天心血又是摇尾巴 又是蹭他裤头 这看得张霄 美好气地哼吃了什么 狗日的胡小白 真是只色虎 自从天心血来了 这家伙就好像发情了一样 整天围着天心血转 见色忘义的家伙 不行 不能这么怪着他的臭毛病 小白 小柳 你们两个赶紧给我修炼 你们在我身边待了这么多天 到现在连一街妖兽都不是 再不突破 小心我给你们扔下山 张霄恶狠狠地瞪了炎胡小白 吓得这小家伙 急忙向天心血身后躲闪 缩了缩毛茸茸的大脑袋 不敢看张霄 哈哈 小白 老实的话 我可不敢不听 去 快去修炼 试完饭 张霄躺在万米高空之上 悠哉地翘着二郎腿 仰望星空 心想 愁啊愁 自己这啥时候能下山啊 天心血领着小白出去溜圈 与之同时 逆尊散发着极强气息的人民 冲天而起 于四面八方 冲进了截天山脉 向见云山起来 寒冬 沿路所有山峰皆已搜查了吧 莫护吧 巨九旋太清宫 天音神宗 神风格来报 已搜查完毕 那就是说 只剩下眼前这座剑云山没搜查了 没错 按照之前的异想方向来看 只剩下剑云山这一座山峰了 莫护吧 用不用通知其他宗门起来 通知吧 让他们去别的地方赶紧看看 也免去我们很多麻烦 我们过去看看 这股气息 是神通静 还不止一个 天心血翘脸微变 双脚离地 便是打算飞退 无需退后 对啊 在这 老师就是无敌的存在 我怕个毛线啊 天心血仔细感应了下 美眸微眠 心里也有定数 两个化神静大圆满 两个神通静中期 一个神通静大圆满 这等阵容 便是放在天心玉 也足以排得上二流势力 只是 不知他们为何会来这件云山 竟然有人在这件云山 还是个女的 莫护法 莫护法 她是天心血 她就是天心血 真的 真的是天心血 哈哈 真是天佑我太古星云宗啊 没想到 在这 竟然就碰到了天心血 莫护法 其他宗们正往着赶来 我们赶紧擒住她 免得夜长梦多 说得对 是你跟我们走 还是我来动手 擒住你 我给你三秒钟时间思考 在听到太古星云宗那几个字后 天心血已是彻底明白了这些人的人 他们 是灭我星云宫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们的宗主 杀了我世尊星云宫主 狂怒 一点点在心里声出 我要杀了你们 哼 三秒已到 一个化神静大圆满的人 别敢在我们面前叫嚣 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太古星云宗 做宗主的双修炉顶吧 这就是化神静和神通静的差距吗 融合了大神通 大数法之力 呵呵 既然你选择我们带你回去 那就别怪我落手摧花了 莫护法一挥手 身后一群恶狼冲向天心血 眼中充满贪婪和垂涎 本想着 让小雪在生死之间突破到神通静 结果 你这个家伙 却让手下群儿攻之 真是浪费我的感情 不见其人 便闻其声 太古星云宗那些人 脚步顿时一停 望向四处 不知是谁在说话 谁在那里装神弄鬼 瞧你这话说的 什么叫装神弄鬼 我本来就是神好不好 这应该是通天大能的传音之术 他肯定不在此地 不然 早已出手 他传音 无非就是想拖延时间 快 抓住天心血 立刻离开此地 呵呵 如果你们不愿称我为神 那可以叫我另一个称号 比王 张霄微微一笑 刹那间 空间禁骨 比王 这是什么意思 老师这浅词造句的能力 真是和他的实力一样 太厉害了呀 天心血满眼崇拜地望着张霄的背影 一如小时候望着自己的父亲样 太古星云宗这些人 一动不动 呲牙咧嘴 一脸茫然 似乎完全搞不懂为啥自己突然就不能动 后方 莫护法保持着转身 迈出不子的姿势 看样子 他早已心生警觉 想要跑 可惜完了 空间进步 连宗主和体境的强者都办不到 至少也得是踏入圣境的强者才行 这怎么可能 才二十岁左右 就圣境强者 吃药催化的吗 打娘胎里修炼 也不能这么牛逼啊 怎么样 感受到神通境的玄妙了 老师 感受到了 神通境可将万般神通融合在血肉 灵力 经脉之中 可以说是牵移发而动全身 只要浑身上下 有一点爆发攻击 那么 所有修习的神通 会在身体各处自动生处 无懈可击 不错 但你要知道 如若天赋一笔 可自创攻法 神通 术法 这样 与自身契合度就会更高 发挥出的威力 也是你难以想象的跑步 张霄打了个响指 天心血身上泛起点点绿光 好似生命之气 贯穿在他体内 短短一秒 他身上伤势立刻就复原了 老师 我的伤势都好了 暗伤也好了 老师真是太强了 只是轻轻打了个响指 自己的伤就全好了 这种手段 真的是神乎其神 玄幻莫测 自己什么时候 才能达到老师这种高度啊 此时此景 张霄特别享受 生而为人 不就是为了装逼吗 伟大尼古拉斯 莎士比亚 周树人老先生 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不装逼 与咸鱼又有什么区别 错了错了 拿错剧本了 应该是 原本没有人会装逼 但自从有了 第一个会装逼的人 就越来越多人喜欢装逼了 刚才 你们想抓我徒弟 算了 我已经看到了 还有你 你压得给我过来 你特么的 怎么不继续动手啊 我还想让你 做我徒弟的魔角石 祝他冲上神通镜 你可倒好 让你手下去抓 喜欢装逼是吧 下次记得自己动手 主人击杀一名神通镜大圆满 两名神通镜中期 两名化神镜后期 领域范围扩张2000米 系统积分加4000 太古星云宗之中 出现了一道道玉牌碎裂之声 宗主 莫护法他们的玉牌全都碎了 这些大宗门 都有核心弟子的玉牌 抽取他们一缕生命之火 用以监控生命果斗 就和之前天星学手中的 星云光阴 作用是一样 他们死了 死了 难不成 那天星学已是解开了 寒灵神脉的封印 修为从筑基九层突破 到了通玄 甚至是灵海 果然是传说中的寒灵神脉啊 短短几天 就连破三个大境界 从筑基到化神 再到神通 通玄 灵海之上 好可怕的神脉 若是我得到了天星学 到时候 何愁不入圣经 太清风 李星云 天鹰子三人 皆是双眼微眯 不留痕迹地瞥了几眼另外两人 他们又不是傻子 在风铃天啸的时候 心里就已经有了个字的算盘 必须拿到天星学 传我之令 调集宗门之内同学 林海静强者 给我杀入剑云山 活捉天星学 感谢这波老铁门送来的 系统积分和领域扩张 要天天都有这种沙雕们上来 那该多好啊 也不知道 那些狗屁宗门 会不会派人上来 到时候 就又能收割一波韭菜 稍作休息 明日呢 冲击神通静 是 老师 交代完一切 张霄想起 之前古墓门这个势力 有一个叫李老八的 自己让他下去带个话 想必 现在已经滚回宗门 说完话了吧 既然留着他没用了 就换成系统积分吧 一分两分也是分 呵呵 那就试试 执掌生死 这个新的技能 你敢相信执掌生死技能 居然这么牛逼吗 张霄捏着李老八的那根头发 呵呵一笑 心念一动 门 门主 我 我在剑云山上 遇到一位黑衣青年 他 他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李老八赶路数天 方才回到古墓门 但现在提起剑云山上的一幕 仍是吓得心惊胆战 说正事 门 门主 那黑衣青年 让我给您 给您带个话 他说 他说 日后若时遇到张启林 麻烦您告诉张启林 他是否在剑云山上 等着他上供呢 你说什么 张启林 你再说一遍 数百年前 有个年轻人来古墓门 想要争夺这里的造化 与古墓门之中的强者 站了一场 差点就将这里给打翻了 那个年轻人 不仅实力强悍 而且精通各种的因死之术 可怕得很 他的名字 至今古墓影还记忆犹新 贪名 张启林 李老八惊恐不安 急忙颤声道 那人说 日后若是 若是遇到张启林 麻烦你告诉他一声 他是否在剑云山上等着 话未说完 一声清响 李老八化为虚无 看到这一幕 古墓影背后生出一股冷汗 竟然在万里之遥 隔空杀人 这种手段 比他们古墓门的因死诅重 更为恐怖 如屈腹 如影随形 如君 心灵 主人击杀化神境 领域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还真的就能隔空杀人 这技能牛逼大了呀 这技能真是为装逼而生的 翻手为生 覆手为死 生死 皆在我心仪念见 想到这 张启林 忍不住心中澎湃的热血 脑海里蹦出一连串奇怪的想法 今晚就得试试 这执掌生死 到底有多逆甜 张启神念一扫 便是将灵中一只血眼白狐给抓了拐 眸光一闪 手指一指 血眼白狐 凭空炸开 化为虚无 主人击杀二阶 妖兽血眼白狐 领域扩张十米 系统积分加一百 张启听到系统提示声 神色一致 心里生出一个想法 如果我把他杀了 又复活 再杀 再复活 是不是能得到更多的系统积分 如果真行的话 岂不是分分钟就能升级解锁第五个技能吗 这下 真的不用发愁 没有人上山送惊艳 张启打了个响指 一点点绿光 凭空而生 粒子飞舞 原本化为虚无的白狐 又重新出现在张启面前 自己刚才经历了什么 谁能来给我解释解释 我这是又活过来了 不等他反应过来 一声闷响 血眼白狐爆炸 意想中的系统奖励声并未出现 张启不由地皱了下眉头 难不成 这个系统还有手杀这个概念 为了防止自己作弊 获得系统奖励 没劲 张启哼了声 抬手一挥 血眼白狐又重现在原地 他震惊了 他记得自己刚刚真的炸砍了 死得透透的 可现在又活过来了 卧槽 这个黑衣青年 究竟何方神圣 天啊 老师 老师竟然能将死去的妖兽复活过来 这 这怎么可能 走吧 好好修炼 争取早日到三阶 四阶汉 妈的 以后再也不再见云山呆了 小雪 知道为何这世间有神通 术法两者之分吗 不知 老师 难道神通和术法本质不同 当然不同 神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本命神通 本命 没错 一入神通之境 便可修悉自己的本命神通 本命二字 讲究的是与自身契合 进而能发挥出百分之百的威力 甚至是百分之两百 三百 更强的威力 我明白了 这意思是说 神通可与自身融为一体 而术法不能 不错 因此 神通此生只能修习一种 而术法可修习千千万万 你之前和那神通境交手 你可以感受到 他四肢百害 都能发出强大攻击 这是因为 他本命神通在身体内产生了变化 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神通在你体内 聚 是一团火 散 则是满天心 更能与术法融合 提升微能 接下来 你先入神通境 开辟四窍五学 七十二脉络 并将寒灵之气 禁术距于天问之学中 打通全身368块镜 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神通 老师 你让我自己创造神通 天心血微微一镜 创造神通可非一世 他一个化神境大圆满的渣渣而已 连神通境都不是 怎么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通 呵呵 老夫的弟子 岂能是繁琐 你师姐 小十六 当年可是在助激进 就创造出了神通 小十六师姐 竟然这么厉害 怪不得老师经常提及他 不行 我也要成为老师最得意的弟子 我也要让老师时刻提及 师姐能做到的 我天心血 一定能做到 这一刻 天心血不平静了 不服输的好胜心 激发了他的野性 闭眼 凝神 调戏 运转功法 冰蓝色的寒气 从他体内逐渐散溢出来 天心血盘坐的地面 瞬间动凝成一片厚厚的冰层 注意看 天心血正在创造本命神通 这就开始突破神通镜了 天心血猛地睁开双眸 原本黑色的眼眸 此刻变成了赤红的血色 他身下 蓝色冰层 瞬间 被无边无尽的血红所覆盖 天心血散发出来的冰蓝色的寒气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变红 一朵朵血色寒帘从空中飘落 散发着无尽的威压 这小妮子该不会先创造本命神通 然后再进阶神通镜吧 天赋牛逼 就是任性啊 苍穹之上 无数道血色围停 犹如先帝大手 当空落下 淹没大刃 震动天地 这是 血先灭寒雷 张霄看到这一幕 眼瞳闪过一丝惊恶 如果这不是他的无敌领域 他也会害怕 因为 这是仙劫 这是大道仙劫 哪怕是当年小十六自创神通 也不曾引动这种恐怖大劫 天心血双手缓缓抬起 一轮庞大无比的血月 在其背后 冉冉升起 天心血一直点向苍穹 冉王那即将落下的苍穹大劫 缓缓开口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这一刹那 九万里山河古川 回荡着天心血的声音 血色寒气从山顶暴涌而出 所掠之处 尽数动名成了冰雕 自上一次截天山脉这里出现恐怖一象后 天心欲 大大小小的势力 纷纷朝这里赶来 有些人是想看看热闹 有些人则是想碰碰运气 毕竟 这天生异象 只怕是有什么天地宝物出使 然而 这些宗门 势力 皆 变成了一尊尊栩栩如生 生动形象的血色冰雕 他们惊恐 畏惧 恐慌的眼神 永远停留在动名之前的那一刻 血连之中 道法闪现 规则沉浮 血月崩塌 最终 汇聚在天心血之间 恍如一个小世界 有无数法则飞舞 秩序常恋隐没 神光宝树 光彩亦万 仙杰雷霆 在落入张霄无敌领域那一瞬间 消失无意 天心血免受雷霆轰击之痛 老师 我的本命神通 天上地下 唯无独尊 可还行 不错 我张霄的弟子 岂能落得繁俗所述 小雪 你这神通的名字够霸气 逼格够高 我很喜欢 这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真的是帅刀爆 只是可惜 天心血目前境界太弱 不然 一旦施展开 天地一切 世间万物 九万里山河大川 尽数冰封 天心血自创神通 领域扩张一千米 系统积分加五千 那老师 你的神通是什么 我的神通 帅算不算一种神通 长生不老 容颜永驻 算不算神通 其实 我也想体验一下 修炼的滋味 老师 您真的能长生不老 不死不灭 好好修炼 有朝一日呢 你踏入地境之上 摸索传说中的仙道 成就仙位 正道长生 你也会和我一样 老师 我既然身怀寒灵神脉 自当一世无敌 踏破地境 正道成仙 好 我张肖的弟子 岂能甘愿平凡 小雪 有客人来了 随我接客 客人 在哪 我怎么没敢知道 空中 一道道人影 陡然悬浮在了剑云山上空 刹那间 恐怖滔天的威压 笼罩在了剑云山山巅 天心血何在 说话者 乃是天鹰神宗四大殿主之一的天殿殿主 灵动 修为已入灵海境 一身是阴吞天魔宫 不可一世 张肖如没听到一般 搬来石桌 悠然自得喝着茶水 浑然不将空中 这三百多位铜玄境 灵海境强者 放在心上 哈哈 灵动殿主 看来你说话不好使啊 连一个凡人都不咬你 我看你这天殿殿殿主之位 还是胆尽让钱吧 天皇老哥说的有道理 灵动殿主 你不是一向贱人就杀吗 你经个这形式风格 可不像你啊 妈的 老子今天是心情好 不然 在我看他第一眼的时候 他就是个死人了 我就是天心血 哼 你就是天心血 很好 跟我回宗 你现在是我天因神宗的圣女了 灵动 你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敢抢老子的东西 既然天心血出现了 那就要看谁能抢到了 滚开 就你们这些垃圾 也敢抓我回去 呵呵 真不知你依仗什么 竟然还敢对我们说出这样的话 我的依仗 就是我的老师 老师 哗哗哗 他就是个凡人 也配做你的老师 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天因神宗 只有宗主才配做你的老师 灵动哈哈大笑 在他眼里 张霄就是个屁 只等抓住天心血 回头一弹指 就将这个凡人抹杀了 而琳朗峰 直接不和他们废话 早早就暗中催动传送福禄 就欲直接带他离开此地 你敢 住手 云天皇 风天行再见到琳朗峰行动 一前一后 施展神通术法 这时 张霄终于微微抬眼 看向了他们四人 目光如炬 洞穿虚空 一眼望去 四人瞬间止步原地 动弹不得 神 什么情况 自己怎么突然间就动不了了 难不成 这剑云山上 有地境的强者 空间禁锢 这怎么可能 根本不可能 如果有地境强者 为何感知不到半点气息 呵呵 逼逼完了 要是逼逼完了 就送你们上路吧 你们看 这四个反派有多能找死 竟然跑到逼王道观闹市 还敢抢人家徒弟 小友 刚才是我等怠慢了 还望您能让您背后的 那位绝世强者出来一见 老朽当面给他赔个不是 了却我们之间的误会 赶紧求饶 或许能保住一条小命 不好意思 让你们失望了 这是我的道观 而我 就是你们口中的背后者 顺 顺 真 真是地境强者 林冻剑主 怎么站在那里 不动弹 爹 大长老这是怎么了 一直站着是什么意思啊 我去 这四人在那耍什么帅 天心血就在那 咋不抓呢 不对 你看他们四人的姿势 像是被禁锢在了原地 开什么玩笑 非圣尊 毕竟 不能掌控空间之能啊 难道这道观里 隐藏着一位绝顶大能 空中这四大势力之人 此时一脸惊疑 在他们看来 张霄不过二十岁年纪 怎么可能是地境强者 而下一刻 张霄给了他们答案 抬手生 副手死 一切皆在我一面之间 四人阴声炸开 化为虚无 张霄留下了他们的内子空间界 什么 死了 电竹就这么死了 大长老这是没了 吃那个黑衣青棉 吃那个黑衣青棉 原来他就是地境强者 他就是 快跑啊 路 我不信他是地境强者 神风格诸位 跟我一起为副格主报仇 沙比 他都出手了 还能不是地境强者 九旋太清宫所有人 快撤 呵呵 既然来了 那就都留下吧 话音刚落 三百多位争相逃窜的身影 瞬间凝固在空中 不等他们多想 一道爆炸声在空中响起 随后 像是多米诺牌一样 起了连锁反应 天心血不由的抬头 翘脸上的神色逐渐凝固 那是 下雨了 天上 落下了一场血雨 这些强者鲜血具有很强的灵气 经过进化后 只剩下纯净磅礴的灵力 正好可以滋养此地 主人击杀四位 灵海境五层强者 53位灵海境强者 257位通玄境强者 领域扩张 六万3470米 系统积分加 二十二万七千八百 主人目前解锁技能 修为无敌 空间之主 灵化万物 执掌生死 系统积分 二十四万 距离解锁下的技能 还差积分七十六万 呵呵 这一波血传 直接将领域扩张到将近八万 积分更是蹦到二十四万 这种感觉 就像你买彩票中了一个亿 抽奖抽中了一辆克尼赛格 爽爆了 逼也装完了 钱也赚够了 该打打天心血的主意了 只是张肖不知道 今天 见云山下了场血雨 明日 天心玉就掀起了一次 为七数百年不停歇的新风血雨 四大顶级势力 太古星云宗 九旋太清宫 神风阁 天鹰神宗 就此失去了在天心玉的统治力 这四大霸主级别的势力 冲玄静 林海静 这中流砥柱的强者 只剩下不足十六 如若不是他们门内 还有几位隐藏的老伴 只怕早已坠入深渊 被其他势力打入凡尘 永世不得翻身 数千年宗门抵运 就此烟消云灭 日后 他们提见云山色变 宗内上上下下 不可提见云山三字 为者 灭九族 呼的 张肖目光如炬 老师 您怎么了 无妨 就是刚才心头一震 感觉虚空之中有一双眼睛 盯住 这感觉 像是天道活过来一般 变成了两双眼睛 想要窥探自己 很不好受 有意思 金哥还真是热闹 还有这么多人 不怕死被要上来 见云山山脚下 成千上万的人 身着不同宗门的服饰 仔细一看 全都是二流小宗门 旁门 天府 炸天帮 鸿蒙 真浪叫 你们这些人 打扰到我休息 一道浩然庄严的声音 疑似从九天之上落下 轰然在这数万人的脑海中炸开 这上旺的宗门 数万人 在这一刻 皆是惊恐战力 胡扶在地 纷纷磕头跪拜 口诵真惊 天地饶命 饶命啊 我等冒犯帝君 还望帝君恕罪 恕罪啊 这当真是帝禁 真的是帝禁强者 这便是帝者之威 我等穷尽一生 也望不到其背影 可悲 可叹啊 都滚吧 话音刚落 空间扭曲 位在山脚下的这数万人 竟是在一刹那 全都被顺移了出去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帝者没杀我们 他只是把我们赶出来了 我的天 你们看啊 你们快看山上 在这数万人抬头的一刹那 剑云山上 无数朵七彩斑斓 九色彻艳的大道天花 争相开放 一片又一片晶莹剔透 九彩光翼 流光横闪的花瓣 红苍穹落下 漫天花海 无边无际 铺盖整个剑云山 张霄一袭黑衣 副手立于万花之中 黑发如铺 发丝飞扬 金银发光 仙姬玉骨 浑身上下散发出 盈盈耗光 衣袖飘飘 先锋盗骨 威势沉天 如折仙斑 仪式独立 如神灵斑 浩然飞升 如天地斑 不可观之 一念花开 君灵天下 我张霄 就是这万帝之君 老师 我破镜了 天心血突破神通镜 领域扩张一万米 系统积分加两万 这么快 不错不错 那这些是 刚才缴获的好东西 弓法 神通 兵器通通扔掉 只留下灵源 丹药 灵药这些 靠 这群穷逼 好歹也是通玄境 灵海境的强者 总共就十几瓶丹药 挤住灵药 老师 总比没有的好 再说了 截天山脉这么大 肯定有更好的灵药 到时候我去踩一下 也好 你已入神通镜 是该进山脉 找些厉害的妖兽打打 这样能让你更快进界 这样 我好坐享其成 躺着赚积分 也好尽快地下山 不过 在此之前呢 我得做一件事 老师 你拿我一根头发干什么 该不会有那种癖好吧 我要做的事啊 就是杀了你 什么 老师要杀我 他为什么杀我 不 不 不 老师 我哪一点做错了 你告诉我 我改 我改还不行吗 求你别杀我 别杀我 嗯 你什么都没做错 也不用改什么 我就是要杀你 不不不 老师 求你饶过我 你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你的废话太多了 我讨厌话多的女人 嗯 老师 卧槽 你倒是杀啊 这都多长时间 怎么还活着 老师 果然我又活过来了 哼 你长这么可爱 天赋又这么强 老师可不舍得杀你 再说了 没有把握的事 我会做 这小丫头 竟敢不相信我 这两人啥情况 刚才还嚷嚷着 要死要杀的 怎么这会又有说有笑的 还有 主人这脾气也是醉醉的了 你把天心血复活过来是啥意思 不对 这两人怎么看都像是在演戏啊 戏演得不错 情感真实 自然不做作 以后要是下山了 找到你三十二师兄 和他讨教一下戏道 切磋切磋 怎么没听到系统提示声 难道杀自己徒弟没有奖励 小雪 这是我自创的一种道法 名为生命之心 以你的心魂为瘾 血肉为硬 刻画在阵幅之中 再汇聚我执掌的生死这神通之力 便可将其命魂留在自己手中 一世两份 分为主妇两道伏法 副伏法 种在你体内 让其与自身融合 主伏法 留在我神魂之中 这样 无论你走到哪里 无论你以怎样的方式死亡 只要我还活着 那你就不死不灭了 那 那岂不是说 即便是千年万载之后 我寿远已尽 你仍然能给我复活过来 这可是逆天改命 与天道抢夺一线生机啊 自己也得捧主人的场子 这年头 做一只田虎 也是没错的 舔到最后 肯定应有尽有 这狗日的小白 咋跟微信上那些猫的表情包一样 这还了得 老师 如果你将死去的人复活过来 能让他变回最年轻 最巅峰的状态吗 呵呵 这个嘛 我目前还真不太清楚 因为没有试验品 等以后有机会下山 记得提醒我试试这个想法 对哦 老师 我一直有个疑惑 你这从来没有下过山 难不成 打算一辈子都在山上待着 当然不可能一直在山上待着 为师只是暂时 在山上清静一段时间 等时机一到 便会下山去瞧瞧 顺便看看你的师兄 师姐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时机 什么时机 妈的 我特么 就是信口胡周乐的借口 鬼知道系统啥时候让我下山 谁特么的 就没点秘密吗 你这徒弟当的 怎么跟女朋友一样 祖宗十八代的户口 都要查一遍 天机不可泄露 为师呢 正在推演 别看着了 赶紧把你体内的生命之心给练化 快点 快点 赶紧转移话题 不然这小丫头 肯定要问我是从哪里来的 老师 我好了 不错 现在 你按照我说的 试验一下各种丝法 以免出现披露 好 接下来 天心血就进行了108种花样丝法 结果 无一例外 天心血都会复活过来 看来 这算是实验成功了 之前我一直担心 如果对方将你神魂禁骨 让你肉身死亡 练你魂魄该如何是好 现在看来 倒是不用担心了 走 去截天山脉内部 找几只四阶魔兽 五阶魔兽 和你练练手 五阶魔兽 老师 你确定我现在能打得过五阶魔兽 呵呵 你都神通静了 和四阶妖兽对战 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 想要尽快突破瓶颈 激发血脉的潜力 就得在生死间游走 老师 这是 这玉琢 由玄流先兵石打造而成 可随你心意变化成 最合适你的武器 你先试试 试好了 我们再出发 不行 不行 这个太不符合你的气质 就这个了 老师 我们走 有名字 就叫韩心吧 这 这就好了 速度太快了吧 走吧 我记得这里有两只四阶妖兽 三云通天马 必吃神牛 小儿 我又没冒犯你 你来打扰我轻信干什么 大爷的 我知道你牛逼 但我和你无言无仇 你这是何意 这四阶妖兽 能口吐人言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完全和三阶妖兽 不是一个概念 真不知道 七阶 八阶那些能修炼成人形的妖兽 又有怎样的威能 四阶巅峰 差一点就能突破五阶 目前状态也不稳定 有可能随时突破 不截入五阶 不错 正适合你来练手 奶奶的 我们已经隐藏了修为 哪怕是合体性 反虚性强者都看不出来 这狗人的小白脸 看来真的是圣经 甚至是地性强者 看来剑银山那里下了异常邪雨 死了很多人类的强者 应该就是这两人所谓 快溜 快溜 奶奶的 你算个什么东西 我呸 俺老牛凭啥给你们当练手的沙包 白白了你了 空间禁锢 不吵 老子咋不能动 马匾 这人类还真会空间禁锢 太牛逼了吧 我有什么资格 呵呵 就凭这八万米山川大河 竟掌控在我之上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去 先和那条蟒蛇对战 然后再和那头牛对战 你两个记住了 别给我流水 必须认真和我徒弟对战 否则 死 草 真是倒了十八辈子血没了 怎么 怎么就遇到这两师徒呢 你们两个对战 既分高下 也分生死 小蟒蛇 不要留守 有多大能耐 就是多大能耐 记住了 不是你死 就是他亡 小雪 不准动用你的神通 但是可以在体内催动神通 激发寒灵神脉的血脉之力 并将神通融合到周身各处 是 老师 不要模仿我 按照你最初的术法路线走 随你的本心而动 刻意模仿 反而会大大降低你原本的攻击力 好 老师说的对 如果一味的模仿 我很难走出自己的路子 甚至 一生都只能仰望老师的背影 我去 这小丫头虽然只有神通镜一层的石 但那气息却是不比我们弱多少 杀 麻痹 你们打就了 能不能不波及我 我特别的现在被禁锢在这里 连防御都是施展不了 这被你们一层层冲击波给重伤了 一会儿还和那小丫头打个香蕉弹弹锤 壁驰神牛通体闪烁出碧率圣光 这是她的本能防御机制 再来 剑随人动 人随剑动 人剑合一 嗯 这么快就摸透了剑法之奥秘了 有点意思 看来天心血这丫头 用剑倒是一把好手 这剑倒天赋 也是仅次于老大和老十四 小丫头 既然你执意不退 那就别怪我杀了你 毕竟 只有杀了你 我才能活下来啊 呵呵 这个小蟒蛇 要进化了 我得出手帮助它完成进化 只有这样 天心血才能面临险境 激发生死潜能 超越规则束缚 让自身处于一种更加强大的状态 甚至是开创属于它自己的禁锁 小丫头 这是你逼我的 一起死吧 三云通天蟒之所以有三云队 是因为它能够引动天上云内落下 将浑身精气神 妖兽之灵 全都聚集在舌头之上 生出三朵天云神徒 这神徒 是通天蟒血脉应景 传承荒谷 万年不断 一旦开启 战立绝伦 可占六界 奶奶的 这只臭蟒蛇 你进阶就不能收敛起意下 俺老牛都快被这股威压给压爆了 呵呵 我倒是忘了你 没事 我护住你 你死不了 这人类到底在打的什么算盘 不行 俺老牛的防备 这条臭蛇都进阶了 俺老牛也得赶紧进阶 这样才多一分自保难力 喂 你们两个家伙 尽管放心大胆的杜劫汉 只要你们好好和我弟子对战 我保证你们进阶 不会有任何妖兽来打断你 这可是你说的 小子 你别宽我 你要是让俺老牛进阶成功 我可当你弟子练手的沙包 两个四街妖兽进阶 引发了大地震 截天山脉动荡不明 内遇那些老不死的 目光灼灼 身影微动 皆是隐匿气息 遥遥远望 随时打算暗中出手 稍作调息 待会继续 拥有神脉者 只有死战 狂战 方才能激发出最大的潜能 甚至一日踏破神通镜 也未可治 一日踏破神通镜 这世上哪有这种绝世天才 修炼妖灭 不可能吧 三云通天马 即将进化成功 身躯泛起了点点紫光 头顶那三朵天云 也已经变成了四朵 与之同时 碧池神牛狠狠一舵 浩瀚无尽的碧绿神光 刹那间气息爆炸 七阶 不 这是八阶妖兽 甚至是九阶 堪比人类的合体性 反虚性 怕什么 本座说了 保你们不死 成功进阶 定说到做到 给我滚 这里 我照的 这里的妖兽 也只有我能杀 无知小儿 切莫嚣张 我还真不嚣张 你们好好享受一下 最后的时光 等过些天 说不定 我就会把你们都给哭了 哼 我等着你来杀我 喂 你们两个五阶了吧 赶紧的 别废话了 打我徒弟 狠狠地打我徒弟 女娃娃 虽然我不知道 你师父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既然她让我杀你 我劝你还是赶紧自杀吧 就算我之前处在四阶巅峰 你也不是我对手 就更别说 我现在已用五阶 有着天原神徒的家屎 你就是个渣渣 名玩不灵 喂 她师父 我要杀她了哈 无所谓了 这对师父到底在想什么 杀了她徒弟 我肯定也活不了 不杀她徒弟 自己就得死 特娘的 神经病啊 不管了 反正她肯定会出手救她徒弟 卧槽 你马碰死了 老子根本没想杀你的 是你自己冲过来的 前辈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 是她自己刚刚撞上来的 神牛 你小子可以作证 这浑水 我可不疼 谁让你通天王战力比我强 要不人家会先选择你打头者 让你逼安老牛利 活该吧 完了 这天心许死的连渣都不剩 这白衣青年嘴上说杀了她 可人类反复无常 万一反悔了呢 不错 杀得好 你差点就逼出了天心许的血脉神灵 血脉神灵 难不成 这个女人体内身怀神脉 卧槽 我竟然扼杀了一个 有望踏入地性的爵士天才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她师父更饶不了我了 前辈 求您饶了我吧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真不是故意的 是您说让我杀了她的 你可不能言而无懈啊 您可是通天大物 绝顶大能 一口唾沫一个定 反悔可不符合你的身份 这狗日的 这资讯 怎么看怎么有点 身份这种东西 本作向来不在乎 该说话不算话的时候 就绝对不能优柔寡断 我了个大曹 这么牛逼的吗 竟然复活过来了 安逼个牛神啊 这什么大神通 能让死人复活 就不怕被天到了一节批死吗 这是大帝 还是神灵 这从天道里 争夺魂魄网生 抢夺轮回 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及 大神在手 求您说我做您的坐骑吧 什么 你他妈之前是怎么强横的来着 大帝 您这种伟岸身姿 俊美容颜 绝世风采 坐骑怎么能是一头牛呢 您的坐骑 应该是一头即将修成真龙的我啊 卧槽 丑蛇 你特娘的连这个都跟我抢 你敢不敢还不要脸 好不容易想出来的点子 直接被通天网给抄袭过去 七一头蛇 确实比七头牛帅 完了 优势全无啊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 啊 我怎么就不要脸了 这位可是万古不可多见的 无事狠人 不死轻言帝君 这么牛逼的人 我通天网别说当作骑了 就算是给他刷厕所 我都立 喂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继续给我打架 打架 我呸 打架是不可能 这辈子都不可能 只有勉强当一只铁牛 活在大地的胯下 舒舒服服的东奔西跑 才是最快乐的一生 自己死了的这段时间里 老师是不是给这两个家伙 灌了什么迷魂汤 怎么一下子 就爱上了老师了一样 这么可怕的吗 你特娘的不知道 文明用语吗 什么叫在胯下快乐一生 给老子滚 打架 姐听完老牛一言 您听完之后 保证您蹊跷通风 心神舒畅 喜不自生 麻痹 真是头不要脸出声 这下 自己只能争取当个所长了 掌管大地的厕所了 行了行了 当我坐骑就免了 我堂堂万帝之君 出门 骑头牛算怎么回事 这样吧 你们跟我回剑云山 我有事 交给你们 我了个大曹 我刚才经历了什么 我怎么一闭眼 就到了这个剑云山上 俺逼个牛神啊 我是谁啊 我在哪 我从哪里来的 我还活着吗 你们该不会被老师的手段 给震惊到了吧 挖槽了 怎么突然出现两只 这么强的妖兽 太可怕了 你们两个 这只小白虎交给你们了 帮我往私里练 这 这要怎么死练吧 刘鹤 还挺萌 万一弄坏了 主人该不会杀我们吧 呵呵 怎么变态怎么练 这家伙整天好吃懒做 天天卖萌 这么长时间都没进阶 白瞎他这一身 天恶白虎的血脉 练就好 反正死了 我还能把他复活 你们两个 把头伸过来 这 这是 通天盲感受到体内血液在沸腾 隐藏在血脉最深处的东西 似乎有所松动 有所浮动 这是 这是真龙 我已经将你体内真龙之血 完全激发 好好修炼 日后说不定真能进化成真龙 只不过 真龙之血太过稀薄 如若你日后能找到一滴真龙血 那进化成功的几率 便是百分之一百 多谢主人 主人 俺老牛呢 没啥本事 就在你身边帮你打个杂 这是我妖元星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的人 妖元星乃是妖兽生命之根本 不仅可以掌控其生死 还能抽取她的力量为自己所 呵呵 不错 那我就收下了 这两头五阶妖兽 可不和小白虎一样 他们完全就是 臣服于自己的力量 感情也是建立在 敬畏的基础上 哪怕必吃神牛不说 我也会跟他们要只妖元星 主人 好了 你们三个去修炼吧 老师 有人来了 我知道 老师 这 这是有哪位强者降临吗 感觉这种威能 能和您比肩了 不是人 是一只妖兽 妖兽 什么妖兽 竟然能有这种葬孽 世间的大恐怖战力 就算是九阶妖兽都远远不如 呵呵 普通大妖和古兽 自然不能 但若生怀无敌血脉 神兽之意呢 若是自封了数千年 甚至是上万年的荒谷大妖呢 那 你看那两个起不来的家伙就知道了 此刻通天莽和壁驰神牛两个家伙 显现出了庞大的圆形 低着舌头 垂下牛头 万丈身躯不停颤抖 只有小白虎 瞪着两个充满好奇的狐眼 望着天上那道阵法阴影 狐脸上露出一丝厌恶和嫌弃 以及不爽 不知为何 他体内血液在沸腾 战役在燃烧 来了 好热 这阵图好像一颗大火球 好烫 这阵图蓄影 看上去像是一只鸟啊 难不成 自己这是要收获了一只上武神兽 四大仙界阵首之一的猪拳 我的天 这 这 这 已经不是空间禁锢了吧 这是 时间静止啊 终究还是不行 极致的空间之力 最多能暂停一秒 远远不及时间静止 这是 一枚弹 一枚弹就能施展出这种滔天威能 带着袋里沉睡的 会是何种神兽 大妖 喂 你们两个别躲那么远好不好 好可怕的血脉之力 这里面的血脉威压太强了 我们不敢过去 奶奶的 瞧你们个怂包样 还训练我 一个破蛋就吓破胆了 难不成 我堂堂天鹅白虎 连个蛋都不如 忍不了 不能忍 嘿嘿 你们害怕 我可不害怕 还神兽呢 说好像我不是一样 我先给这个蛋一个下马威 你压得还真是有病 这里面可是一头神兽 你要是给我弄坏 你就再给我去找一枚群 我也是白虎啊 我也是神兽啊 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你体内神兽血脉太稀薄 除非你能和通天蟒一样 找到白虎神兽的血脉 否则 依旧无法拥有神兽的真正力量 怎么回事 这蛋怎么突然有这么剧烈的反应 炸蛋给我交出来 这是我的蛋 为何要交出去 你敢护我足大敌后裔 很好 你再找死 在我的地盘还这么嚣张 禁锢 虚空到法 三万年前 人族走出一位虚空大帝 偷袭了我神族才有的虚空法 既然你是他后人 那就替他死吧 怎么回事 空间禁锢竟然失效了 在自己的无敌领域内 空间禁锢第一次失效了 哼 一把不完整的地盘也敢拿出来 就算给你完整的那又如何 放 小子 好 你毁我分身 卡日必定奉还百倍 神允禁区 必会举全族之力 将你击杀 还要捷天山脉那些沉睡的老怪物 他们也来找你的 你的好日子 到头了 我好日子多着呢 想杀我 呵呵 先破了我的无敌领域再说吧 要是我刚才没看错的话 刚才隐藏在虚空中的家伙 绝对踏入了圣经 管他圣人 还是圣尊 来到我这 就一个字 死 第一次和圣经的强者交手 对方竟然能破开我的空间禁锢 要不是在领域之内 修为无敌 那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老师 那人刚才提到了一个名字 神允禁区 这是什么地方 东荒传承万年不衰 经历数个纪元 并未葬秘 在这无尽岁月长河中 一开始统治这片东荒大地 主宰天地臣服者 并不是人族 并不是人族 那老师的意思是 没错 这神允禁区是东荒伍大禁地之一 比人族起源 都要更加古老 里面埋葬着陨落的神灵 诸多古地沉睡 还有圣人镇神 俺逼个牛神啊 这等秘心 真是太过于震撼 毕竟强者是否存于时间 一直都是一个谜团 当时 有圣人 有圣人王 但 要说圣人王境之上的强者 没有人见过 主人 如果他们真的派地境强者过来 我们该如何应对 他们要是真敢来杀我们 那我们接下便是 就是 就是 主人修为通天 深不可测 哪怕不是地境 也绝对和地境强者没有差 靠 主人的强大 用你在这里点评 你就装在心里就好 知道吗 行了行了 该干什么干什么 他们只要赶上山 那就得死 来十个我杀十个 来一百个 我就杀一百个 直到把他们神允禁区的所有强者 都杀得干干净净 我需要扩张领域范围 最好能尽快覆盖到 捷天山脉内部 这样 我就能知道 捷天山脉内部是什么情形 刚才那人说了 捷天山脉里 也沉睡着老怪物 难不成 最远处那片 常年黑云笼罩之地 就是另一大禁区 九万米山川大地 所有妖兽 这一刻 尽数爆炸 化为虚无 老师 你这是 没什么 你该干嘛干嘛 快快修炼 过几天 就要下山报仇了 旋即 张霄心念一动 所有妖兽 又复活过来 主人击杀数名妖兽 领域范围扩张三万米 系统积分加十五万 反正杀了之后 还能复活 不刷分白不刷 碧池神牛和通天网面面相去 见张霄没说 他们也不敢问 眼神交流了下 可能是主人想完完 无意识地释放出了神通吧 俺老牛也是这么想的 强者就是这么随意任性吗 靠 咱们眼神交流你还能舔 废话 舔人 俺老牛可是专业 我坚信 只要舔得好 迟早有一天 主人会骑在我的身上 游历人世间 这小丫头 是打算憋着放大招还是怎么着 这都十多天了 一点动静都没有 小柳树 小白虎 现在都是二阶妖兽了 他不可能不提升一个小境界的 神通境三层 不对 应该是四层 真特么的离 老蛇 和你打架纳会才神通境一层 十多天就升到了四层 真不愧是神外拥有者 天心血境界 提升到神通境四层 领域扩张一千米 系统积分加五千 既然这样 那你可以下山报仇了 报仇 等这一天 等好久了 玄音宗 太古星云宗 我会一件一件 活活寡了他们 现在说 报仇血恨还太早 因为你灭不了太古星云宗那四个 你顶多呢 只能灭掉玄音宗 你才修炼了多少天 就以为自己一步登天 能和和体境强者对拼了 大姐 你财神通境四层好吧 你以为你是我呀 嗯 老师 是我刚才心急了 老师 我突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小雪 你想知道 什么就直接问吧 老师 我想知道 我师门的名字 金云宗复仇之后 此生 与之再无任何瓜葛 我们宗派的名字 张霄呵呵一笑 瞬间来到了十二万米的高空中 这一万里大川山河 皆在这苍穹之下 可那苍穹 又在谁之下 他在星月之下 星月当空 唯我叫之人 横压万果不败 张霄一挥手 黑夜弥天 万星璀璨 浩月争辉 九万里山河震天轰鸣 一道道吼声 仿若从四面八方传来 唯音不断 五等星月教终 参见教主 五等星月教终 参见教主 繁星为正 浩月写中 唯我星月 欲教于心 古往今来 除非天生异想 否则 星月不能同存 但在张霄这里去呢 因为他就是星月 他能手握日月斋星辰 星月光辉 零零洒落在张霄身上 他抬头仰望星空 微闭双眸 缓缓张开手臂 整个人沐浴神辉 仿若这世间的主宰 不 他就是这世间的主宰 就是这世间 唯一的神 我星月教教规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但人若犯我 我避灭他满门 老师 我不会让你失望了 玄音宗 我避灭 好 为师送你一程 主人 就是他一个人去 他才神通性四层 可灭不了一个宗门啊 对 俺老牛也觉得 应该有个人跟着去 我本来想让你们两个也跟着去 但他既然要报仇 那就凭他自己的本事 一次杀不了 就再杀第二次 让他先经历一场血战 磨练磨练杀性 张霄目光远眺 洞穿虚空 落在了捷天山脉外面的 天心血身上 这天上地下 有为师在 谁都杀不了你 我说的 哪怕自己是神通静 又如何 哪怕自己一个人又如何 杀他的血海滔天 失山遮云 总主 你说之前那四大祖闷 此不死就因为 王子尊打进入了捷天山脉 搞了神灵的秀心 所以他们的同全景 并还竟敲着 圈局抚没了 哼 这群蠢货 一心想抢那天心血 结果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他们宗门元气大伤 如果不是他们四大宗门 各有一尊合体性强者 只怕早就沦落到二流势力了 过几日 我便去联合几大势力 杀进天心城 哼哼 到时候 我们玄音宗摇身一变 就是准一流势力了 嘿嘿 宗主 您深谋远虑 志向宏大 我等真是心生佩服 天上落下那是什么 我怎么感觉好冷 就连呼吸都呼吸不了了 不好 空气都被动宁了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自杀 或者 我来杀 我给你们两个选择 自杀 或者 我来杀 什么人 这位姑娘 你是何方势力的弟子 我玄音宗应该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来对我等出此恶毒之言 无冤无仇 呵呵 你们这群阴毒之人夺我血脉 杀我同伴 更是让我师尊惨死 还敢说和我无冤无仇 哼 一个区区神通镜四层 也敢大焰不惭地灭了我玄音宗 是我张狗舟老了提不动刀了 还是你这娘们太飘了 剑随人动 人随剑动 人剑合一 哎 宗主这通玄境太假了吧 怎么连个神通镜的娘们都杀不了 对啊 宗主这境界 该不会是买东西送的吧 闭嘴 你们几个等个屁 那女人不是擅长 就算离鬼 不用等护法一起上 也打不过那女人 虽然只有神通四层 但战里足以和宗主的通玄境相比见 我去 不至于吧 这囊们有这么厉害吗 这位姑娘 请你放过我吧 这是我刚得到的奇物 献给您了 呃 这不是最新款苹果十四吗 哪来的 这是在左下角秘境里得来的 里面一大波的苹果十四 华为mate50手机等人来临 我这也是刚得到的 还没午热就献给大人您了 这我知道 左下角秘境在导元旦福利回馈 特意准备的手机狂潮 而且 这秘境上线神装 神宠直接送 等级到了还能额外领多八千呢 没错 没错 大人赶紧放过我 去领吧 手机多着呢 先搞定你再说 麻痹 本想和你好好玩玩的 现在一点兴趣都没有了 请上兵 我宗文上下用自身灵力 供养他百年之久 这次才将其展露出来 打算用来灭杀天星城的 那几大准遗留势力 但没想到 今夜 却会提前用在你身上 四吧 大准恐怖的气息波动 自悬音宗向四周百万里弥漫过去 笼罩在了十几个宗门之上 卧槽 圣兵 这 这 这怎么可能 麻痹 圣兵不要钱的吗 他们悬音宗这种二流势力 怎么能有这种神器 快快快 速速通告天星城那些大势力 就说圣兵出事 在圣音宗手里 让他们赶紧过来抢 草他娘了 老子还想擒住他 这下可惜了 接下来 我们也别闲着了 圣兵一旦复苏 就不能收手 今夜 我们就血洗这天 云城附近的势力 踏入天星城 让天星玉知道 我们圣音宗的名声 不臣服着 死 不臣服着 死 这女人 复活了 怎么 看我很震惊 这怎么回事 坏诀 他 他刚才不是死了吗 对啊 红翠的连渣都不剩 这是怎么回事 草 见鬼了吧 杀 再杀 靠 这回总该死了吧 没想到圣兵竟然如此消耗灵力 呵呵 拜你们所赐 我突破了 草 你他妈到底是谁啊 夺你血脉 杀你师孙 你他妈是疯子 我圣音宗从没干过这事 我是谁 我是天心学啊 就是你派人追杀的我 你不认识了 什么 你就是天心学 你就是天心学 你就是之前节天山脉中 那尊皆以星月光辉的神灵 呵呵 你说我是神灵 我不是神 我只是神的使者罢了 刹那间 一轮血月 能与星空之上的那轮月光争辉 整个世界 仿若陷入血寒大世界 天上天下 唯无独尊 一夕之间 万米之内 天地冰封 天心学俯看下方 看了玄音宗所有人最后一眼 当然怎样 那张狗舟 无用 离鬼等人来不及求饶 直接变成了一道道栩栩如生的血色冰调 方圆数万米内 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势力 皆是腾空而起 所有人脸上弥漫上无语轮比的惊喊 好可怕的寒情 太恐怖了 这就如一个寒冰世界一般 太壮观了 这是神力啊 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自己不是神 他只是神的使者 什么 圣兵出世这个消息估计已经传遍天心玉 看来天心玉免不了一场腥风血雨了 我们宗门没有合体进抢者 只有抢夺到圣兵 才有和他们一战之力 才有杀上霸主的一丝希望 传我之力 务必尽快找到圣兵下落 修罗队全部出动 找不到圣兵 就别回来见我了 这是上天赐给我们到一天宗崛起的机会啊 圣兵 哈哈 千年难遇的圣兵 竟然会在我们天心玉出世 快快快 哪个堕主离玄音宗最近 赶紧传音 让他率人查探 诸位 争夺圣兵的绝对不仅仅只有我们天心城 这将会是整个天心玉的浩劫 一定要谨慎 谨慎 再谨慎 据本座所知 圣兵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其他个大玉的耳朵里了 估计用不了多久 其他大玉就会来人 杀进我们天心玉里了 此时 无尽边界之外 中州西北部 断天涯 一座宫殿内 欢欢 终于推演出来了 我终于推演出来了 师尊塔 活了 抹散了整整三百年 终于 终于找到师尊的沉睡之地了 师尊他终于活了 嗯 殿主开口说话了 我没幻听吧 殿主终于开口说话了 殿主刚才说他师尊复活了 殿主的师尊活了 卧槽 这一尊通天彻底的大能复活 将会在中州掀起一场怎样的腥风血雨啊 我很好奇 能教出我们殿主的前辈 就会是何等风采 哪怕不是大帝 也是准地了吧 我还没推演出师尊所在何处 怎能让你天界破之 此其神童 破坏一切虚妄 挥探时间隐秘 天堂漏洞 不好 这是雷杰神叶 只有天界积聚到一定程度 会落下这种神物 这玩意 威力无穷 比雷杰会更加恐怖 一滴蕴藏着力量 足以将圣人肉身给洞穿 将十万大山炸成万丈深渊 怕什么 这神殿 就算是仙杰来了 也批不碎 天狱独我 大眼瞪一 四九劫难术 八卦一轻薄 我就不信 我堂堂问天道 推演天机八九出世 还蒙蔽不了你这狗日的天恒大道 还差一点 差一点 这啥 是古葬岭 哦 不对 这不是忠咒 这到底是的 西田 不是 美墨 南内 还是东荒 去 不知正法 我要去通知我那两位师姐 让他们暗中寻找我师尊 诺诺 呵呵 时隔数百年 十六师姐 三十六师姐又要闹腾起来了 真想早点回到当初山上的日子啊 老师这是在干嘛 那道模糊的人影 看起来像是一个女人啊 按老牛倒觉得吧 主人像是在推演什么 你看那虚空中好像有雷霆生畜 只不过爱与主人通天彻的修为压制 雷杰没有成形 这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无法推演天机了 老师 你刚才在推演什么 推演你师兄师姐们现在在哪 可是一直都被反弹回来 真是邪门啊 总感觉吧 冥冥之中 好像有一双眼睛在窥探我们 有人先一步占领了天道 让我一直都进不去 不管我用什么办法 都是无法踏入其中 推演天机 算了 不去想了 那就让他们亲自来山上拜见我吧 老师 我昨天出去 遇见不少宗门 他们都是来寻找那件圣兵的 没事 我早就知道了 我何止早就知道了 还将闯入无敌领域的人都杀了一遍 刷了一波积分和领域扩张 现在系统积分已经逼近50万的大关 领域扩张更是逼近15万米 不过现在击杀获得积分有点少 难道系统这是要饱和了 要让我下山了 可是我没有修为的呀 主人无需担心 没有修为的问题 待主人下山 届时系统将提供完美方案 以便主人选择 你终于说话了 而且听这话的意思 看来我距离下山的日子也不远了 老师 您心情不错 您这是推演出了师兄师姐们的所在之处 没推演出来 不过有比这件事更让人高兴的事 我记得这里有只五界巅峰的妖兽 实力比冯天莽和壁池神牛都要强几倍 你可要小心应对 这群人竟然还敢深入截天山脉 真的是不知死活呀 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也不看看我们是谁 还敢在这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 等会再把你孩子掐死 宗主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 赶紧杀了他们 搞什么急 这狼崽子敢挡我们的道 那就不能饶了他 他孩子呢 我要将他剁成肉末 住手 本座的东西 也是你们这群废物能随便动的 哟 还挺可爱的 顺宜 虚空之法 你 你是什么人 我是这的主人 宗主 这小子没有修为波动 还有那女人 她只有神通五层的力量 他们刚才凭空出现 说不准使用了什么虚空俘虏 根本不足为惧 我就说嘛 这两个二十岁不到的男女 能有多强 他们就算打娘胎里修炼 能修炼道领海境 嗯 不错不错 男的长得不错 女的更不错 很好 先把他们绑了 统统带回去 真的是 不给点教训 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 老子地盘闹事 给我跪下 咋 怎么可能 我怎么会 怎么会跪在一个凡人的面前 齐齐大辱 齐齐大辱啊 我堂堂领海境强者 如今竟然 竟然跪地不起 你到底是谁 你不是普通人 你绝对不是普通人 别白费力气了 就你们这些小小的领海境 也想挣脱我的空间进入 以为我张霄和你们一样智商欠肥 这头畜生竟然 竟然复活了 卧槽 这个白衣青年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他妈还是人吗 能让死物复活 这绝世神通 圣境都做不到这种事 那这个青年会达到哪种境界 本来还想让你和我徒儿练手 算了 心情都被这群喳喳给毁了 你带着孩子离开着 找个安稳的地方生活吧 还有你们 藏了这么久还不现身吗 再说了 你们躲在那么远的地方 能偷听到什么 不如凑近点吧 什么 还有人在这里偷听 我们之前怎么没有发觉 不现身是吗 呵呵 那好 就都废掉修为 跪在我面前吧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 怎 怎么可能 我的修为呢 我灵海五层的境界呢 你 你 你还我灵海七层的境界 你怎能这般残忍 你怎能剥夺我的修为 这真的是 将尔等打落凡尘 点为庶民 你说 你们怎么就不能乖乖听话呢 一道道双膝重重跪地的面前 夹杂着骨头断裂的清碎声 回荡在山林中 听得让人毛骨悚 近百位灵海净强者 在这一刻 接跪在张霄四面八方 就如朝拜的臣子一般 我知道你有天童 能看破修为 虚妄 但那又如何 哪怕你是天地独生的重统者 也会被我踩在脚下 在这里 我就是神 回去告诉那些大狱 我叫张霄 这里 我照的 我不管你们来这旅游也好 寻宝也罢 别动我的东西 一草一木也不准碰 否则 我不介意让你们的血染 红尘的洁天山脉 主人击杀六名 林海净 领域扩张三千米 系统积分 加三万名 饶命 我们无意冒犯您 还望您饶我一条狗命 没了秀卫 我就是个犯人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狗东西 你废我秀卫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有本事你杀了我 奸人饶命 他们想死 我们可不想死啊 求饶 求个屁 没秀卫 我他妈的就是个废物 我这还有什么意思 来啊 杀了我 我本来没打算杀你们 但既然有人求死 那就死吧 众生与我接蝼蚁 在这个世界 菜是原罪 推演天机 老师 怎么了 好端端 怎么就下起流星雨了吗 漫天如雨般的星雨时 携带灭世之威 焚烧通天火光 将见云山方圆数十万米之内 照亮如白昼一般 截天山脉无数妖兽纷纷抬头 寿眸之中 涌现出无尽的惊惶 诸多位于山脉附近的势力 在看到远处那如雨点般 漫天的陨石流光 心中惊颤 感受到浓浓的死亡危机 这星陨石火球 一旦落下 截天山脉附近数十万米 只怕瞬间变成飞灰 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快通知宗门所有人 马上离开截天山脉 呵呵 这是有人要出手 灭了五剑云山啊 这气息似乎有些熟悉 视神远近居 他们不沉睡了 还没到时候 贸然醒来 可不是明智之举 似乎要针对截天山脉中的一人 那人气息有些古怪 不过无需担心 成不了多大气候 真的太好看了 这笔流星雨都要美 确实很美 但所谓的美好 总是转瞬即逝 只 空间禁锢破 果然有备而来 神养禁区 你们还真不愧对 虚空神法起源之地的名统 不过 你神养禁区算个什么 你是古之圣皇又如何 你们不用试探我 因为我迟早会找上你 加尔等负面 没有用吧 没用 此人修为不可测 可能为地境 呵 可笑 自万年前 那人斩了一刀上仓 天道有损 当时谁还能成帝 那就奇怪了 为何他能破掉 圣尊敬的神法 那就再探 如若真是地境 我等宁可再次 聘得沉睡百万年 错过成仙路 也要将其斩杀 我这就安排 这次天道没被战线 总算推演出来 这几个小家伙 现如今混得还不错嘛 肉体繁胎 竟然还能踏入圣境 没给他们的老师丢脸 不过 这另类成圣 只怕境界也就仅限于 圣人静了 再想往上走 希望渺茫 老大 小十六 他们这些天生道体 神脉之人 现如今 应该踏入圣尊敬了 想来 寿源还能支撑个三四千年 张宵兽的弟子 应该分为两大体系 一种是天生道体 神脉 在练弃之路上的 天赋卓绝精士 两三百年 就可超凡脱俗 迈入圣境 另一种 他们在练弃这一路 天赋平平无奇 和凡人无异 但却对天地大道的感悟 十分厉害 老师 你推演出 小十六师姐的下落了 没有 他实力太强 身怀神脉 天道痕迹在他身上很重 推演的话 可能和上次一样 将我排斥出去 可能红尘仙 这小妮子太强了 以至于 连天道都不想触及他 该不会真的在红尘中成仙了吧 等过几天 我调整下状态 再推演一下 老大 小十六他们肯定在中中 这里是他们的生根发芽之地 再者 中中隐藏着惊天大秘 他们也不知道探索出来没有 如果没有猜错 应该是和成帝之路有关 喂 你们老师看我干什么 修炼啊 哦 是是 我听您刚才说和圣经相关的理议 所以就耐不住好奇的多听了 行了吧 就你这样的 听了也是白听 行了 你小子也赶紧去修炼 那 这小鼎给你拿去玩 用它来锤炼你的肉身 一群蠢货 就是个准圣兵 气息中有一缕 圣人大道之威而已 也不看看铸造这破顶的材料 怎么可能是圣兵 对了 小雪 我看你见到天赋不错 要不要考虑再学学其他道法 什么道 单道 老师 单道意图不是只有体内偏火性的人 才能修炼吗 你听谁说的 谁这么无知 只要你能凝聚出灵火 都能修炼单道 至于能不能炼出好的丹药 只要看个人的悟性 这样 今夜你试试看 能否凝聚出灵火 我呢 先将单道传给你 天心血 成功凝聚出道火 领域扩张一千米 系统积分加一千 还不错的样子 这凝聚的速度 虽然没有老大 小十六块 但好歹凝聚出来 就是不知对单道的感悟如何 我没有敌意 若还拦路 那就送你们去死 啊 十六师姐 你这是干什么呀 呵呵 刚才的狂妄哪去了 怎么 不想让我的宠物去死了 哎呀 十六师姐 我就跟你开个玩笑 我哪敢动你的东西啊 宁可别拿我开玩笑了 十六师姐 你 你赶紧收了这柄杀剑吧 我就求你了 我以后再也不在你面前嘚瑟了 哼 两百多年不见 你都忘了师门之理了 啊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文星为政 抛月险中 唯我星月 欲教于心 星月教 小四十九问天道 经过十六师姐 红尘仙 这火焰倒是挺好看 不过 我感觉这玩意威力惊人 怪不得那么多大妖 选择修炼成 人类修到的手段太多了 肉体就是一大一脏 可以开放 马铁出滔天神力 我还是夺元点吧 这火焰对我阴属性有天生克制 总给我种极度威胁的感觉 等天心学练好丹药 安老牛就去狂舔一波 舔牛 舔牛 舔到最后 应有尽有 老师 刚才我忘了 取叶这一步 没事 重新来 小雪姑娘 安老牛相信你 你一定会成功的 这家伙能练成吗 安老牛这次 一看小雪姑娘这手法 就知道她必定能练成 她要是练不成 安老牛就吃食 抱歉 那个 你刚才这么一说话 我分心了 我真不是故意的 你个别智的小家伙 还真会推卸责物 我的错 我不打扰你 你慢慢来 慢慢来 等火 牛二愣子 别走啊 你忘了四个刚才说的话了 小鸡子是 你想干嘛 你想干嘛 安老牛只是随便 说了那么一句而已 都变成空前 我现在对她 能不能练成丹药师 怀疑态度 靠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怀疑 小雪姑娘的能力 我告诉你 安老牛相信小雪姑娘 绝对担到天赋无敌 喂 牛二愣子 你特娘的就不能小点声 你是猪吗 你特么的才是猪了 老子是神牛好吧 你比猪还猪 行 我们要不打个赌 如果她练不成 你怎么办 曹 她要是练不成 安老牛就 就 奶奶的 这玩意还真不好说 你就怎么了 你倒是说啊 呵呵 你不是对小雪姑娘 很有信心吗 怎么不敢说了 口是心非啊 看你憨厚老实的模样 没想到倒是蛮有信息的嘛 她要是练不成 安老牛这次就真是的吃食 你麻痹 绝对故意 你绝对是故意 合着你们几个联手整我呢 不对啊 这次都没问题了呀 为什么就是合不成呢 这是咋回事 哇哈哈 愿赌服输哈 这次大家伙都听见了 行了 小雪 你单倒不行 别练了 不 老师 我能行 我再试试 我这才失败三次而已 你不懂 失败三次 就已经证明 你在单只一道 天赋不强 与其在你不擅长的 一道花费精力 还不如在你天赋 更好的道法之上 多下苦工 将其精炼至最强境界 老师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十六师姐 我可是带着好消息过来 我推荐天机 等等 有人来了 嗯 我就一个人来啊 等等 这气息 小四十九 我去你阴阳神殿 他们说 你推演出师尊的下落 并赶往此地 我这才追了过来 可有此事 你说什么 师尊他复活了 在哪 他在哪 十六师姐 我只推演出师尊复活了 然后就差点被骗到反噬 所以 我这才想 先通知你 然后通知三十六师姐 让你们暗中寻找师尊的下落 那 这就是师尊所在之地 这地方绝对不是中州 习天按照我的推测 大概率会在东方河南里 呃 师尊身边怎么有个女人 可能是老师刚说的新弟子 两位师姐 你们看老师身边还有一头白虎 蟒蛇 神牛 我探测过他们的实力 很弱 很弱 那怎么行 他们这么弱 怎么保护得了师尊 有多弱 可入圣境 可能 可能连灵海都不是 什么 简直胡闹 胡闹 务必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师尊 师尊沉睡四百七十年 并不知晓外界发生何事 如若贸然下山 自爆名号 只怕会引来杀身之祸 随便一人 都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 呵呵 师尊为何会身处险地 难道不是你们这些人导致的 如果不是你自作主张 蛊惑那几位师兄 和你一起灭了那个正道宗门 又怎么会惹怒中州古皇朝 绝世古宗 如果不是你 为了提升实力 闯入天魔古海 采集原天太英国 又怎么会引动108天魔处世 又怎会将我星月教这99人 定为乱世魔教弟子 又怎会将师尊列为魔教教主 如若不是念及旧情 我真恨不得替师尊清理门户 将你杀之 十六师姐 当初很多事你并不知晓 你不能这般对他 你以为三十六师姐会忘了师门之讯 你以为三十六师姐就想做那 十恶不赦的恶人 想让我星月教成为众人口中的魔教 直到如今 你们还在替他说话 你们这么护着他 你们就光为他着想 可大师兄呢 你们对得起大师兄吗 大师兄 大师兄他 怎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都忘了 还有大师兄这个人 狼心狗肺 哎 十六师姐 我本以为两百多年过去 你能想通 但没想到 你还是一直都认为 最后全都在我三十六师姐身上 那今天 我就告诉你 两百七十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过去的都过去了 切莫重提 而且 你都忘了大师兄 叮嘱我等的话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为什么还听大师兄的话 什么都不说 为什么 现在不是说这些琐事的时候 晚一分钟 师尊就多一分钟的威胁 我现在就回幽灵神宫 并让那几大宗门和大教 出动全部精英弟子 分别前往东荒 南岭去寻找 一草一木都不会放过 十六师姐 现如今 师尊已被认定为魔教祖师爷 你若是让那些皇朝 故宗寻找 只怕不仅会增加师尊的危险 还会连累你这红尘先帝 大师兄 希望 真的只在十六师姐一人身上吗 虽然十六师姐不惜背负骂名 甚至还将我们新月教牵扯上了魔教之名 只为守住并解决那些惊天大命 不让十六师姐沾染因果 直骂 270年前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我查了那么多 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刚才很明显 小四十九这家伙要说出来 但小三十六不让说 真的有什么隐秘 为何不让我知晓 这到底是为何呢 270年前 他闭关出来 一切就已成定居 他想杀了南宫幽明 但问天道联合诸多师弟 师妹们 跪在红尘先帝 替南宫幽明求解 那时 他就知道是有蹊跷 只是 当他去查的时候 所有口径只有阴 南宫幽明 青山种等人入魔了 他们图了中周万年大宗 浩然天地宗 这一大正道宗们 动荡了人族之根基 更是以人族生机为石 自立魔教 魔宗 悬浮在四大魔土上空 受万魔之气滋养 好像哪里不对 小三十六 绝对不是那样的人 大师兄他们也不是那样的人 如果真的有事 为何要瞒着我 这些事 只能留在日后去一探究竟了 现在当务之急事找到师尊 师尊 哪怕日后我正道成帝 但朕的天下 不急你没捡一点朱砂 很快 我就会找到你的 你弄了点姜糖水 你老师我怎么可能感冒呢 我又不是凡人好吧 等等 我好像就是个凡人吧 不会真感冒啊 咦 不对啊 他是怎么知道姜糖水这玩意的 这个世界可没有姜糖水这种东西 而且 以前我只教给了那些徒弟 你是怎么知道姜糖水这玩意的 我娘给我熬过两次 是他告诉我的 你娘叫什么名字 我四岁那年 爹娘就死了 只记得一些印象深刻的事 不记得我娘叫什么名字 我娘给我熬了两次姜糖 第一次记不太清了 第二次就在四岁那年 当时我浑身一出兵器 冻成一个冰人 我娘给我喝了一碗姜糖 然后我就痊愈了 现在想来 应该是和我体内的神脉有关 那姜糖 你还记得是什么颜色吗 嗯 我忘了 那时我太小了 能记得姜糖这个事就不错了 那你爹娘可给你施展了什么骤意 阵法等手段 没有 我记得 我家族只是个普通家族 爹娘也是个普通修士 没什么特殊的地方 那就是那姜糖的问题 极有可能 姜糖里有某种血缘 或是某种丹药 能压制寒灵神脉的兵器 他爹娘 绝不是普通修士 看来 下山后 又多了一件要办的事 接下来 我将闭关四十九天 没有钥匙 就不要饶我了 主人 俺老牛一定会帮你守好剑鱼身 我在 青山在 好 这次闭关结束 我便要下山了 当初得到这个道观时 就觉得不易办 系统 你还不打算告诉我 这玩意的来历吗 主人 此问题 你已问过三百六十七次 我的答案还是不变 你若不怕因果加深 我便告之于你 是啊 以前我问过你 很多次这大事的隐秘 问过你这家伙的来历 但你每次都告诉我 一旦知醒 就会被种下阴谷 轻则没蕴缠身 重则可能到很泯液 一辈子都无法修到 宇宙浩瀚无垠 星空古路 遍及各大古星 无数修真文明 科技文明并存 此界 虽走出了很多不凡的生灵 但与咒星空中 有更强者 我是因意外 落在此界 被你融合 至于我的来历 主人你现在知道 也没什么用 因为你修为太弱 这无敌领域 现在仅仅只有异余之地 想要扩张到整个星空 昏噬诸天万剑 演化虚无中的先路 不止这要多久 如若你被种下阴谷 不仅仅危及你自身 可能连我都会被危及到 届时 我死 你就真的成为一个肉体繁胎了 正道成定 长生不死 你最终 只会化为一颇黄土 主人 待日后你凌驾九天 你能抵挡 这大阴谷之力 自会知晓一切的 我要踏出真我知道 便无所畏惧 我是我自己的神明 我是这诸天万图的神明 我是这天地出世 万法终末 亘古轮回 沧海桑田 唯我张霄 屹立不倒 七七四十九天 时间已到 为何老师还不出 哎呀 小雪姑 你不必担心 主要很快就会出来了 这时 这么点个小东西 七七怎会如此恐怖 还要干什么 冲我们而来 还是另有企图 果然是冲我们来的 来者不善 她的气息太强了 比之前各种精神杀鸡 都要更恐怖 她不在 这股恐怖的威压 绝必是圣境强者 如若不是老师不下阵法 只怕我们早已在这一道 鹤声中炸碎 大地阵法 哼 须有棋表而已 给我破 两股恐怖能量 轰在半空中 如一座巨大的脚肉机 无数低阶妖兽 化为飞烟 一座座山体崩塌 断裂 比以往任何攻击 都要来的恐怖 这是一尊真正的圣境 之前哪怕都是圣境 但也全都是分身 蓄影 战力不足 真身十分之一 前些日我偷偷探查了 剑云山 那尊神宁不在 没了踪迹 该不会就是算着了他不在 所以才来灭剑云山的生灵吧 不管我等知识 尽待结果吧 你是何人 放我剑云山 你是找死 呵呵 我本想是试探一下你师尊 谁想 他却做了缩头乌龟 哼 若我老师在 还容得你在这撒野 老师可是布置了诸多阵法 我不信你能踏入剑云山 千米范围之内 小丫头 你再找死 看我破了你们这些阵法 这就是尊真正的圣境强者 太恐怖了 那圣境之上呢 那地境呢 又会是何等的风采 忽然 神光显现 黑云散去 神兽蓄影自续空生出 神将天兵光影 在天地间演化 被打崩的山体 复归原位 被毁灭的森林 郁郁葱葱 死去的无数妖兽 更是全都受联猛逼地站在原地 狂喜吼叫开来 这 这手段太诡异了 回溯时间 还是往生轮回 他不是不在剑云山吗 他不是在推演天机吗 难不成在剑云山上留下了手段 那现在跑 应该还来得及 没必要死磕 毕竟 已经试探出了他的实力 手段很强 老师 您终于出来了 好 别跑啊 既然来了 就留下吧 毕竟 你这么一块上有仙精 做个装饰品 应该还蛮好看的 张霄微微一笑 心念一动 蓝精小人修为剥夺 圣光破灭 道则崩碎 道横不服 不 等等 我的道 我的法 我的修为 我的 我的神智啊 呵呵 神允禁区 你们察觉我 推演天道 想以天道之力拖住 并反树 然后趁机出手 攻杀我剑云山 试探我的手段 倒真是不错的想法 来日方长 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手段 小雪 收拾收拾 我们今日便下山 在张霄闭关这段时间 中周大地 很不安宁 数百年平静 在短短几天内 就完全破灭 各大魔教 魔宗 先后与个大古皇朝 绝世古宗血战 死伤无数 血流万 连接三十多天 中周上空 道法洪流 轰轰作响 法则争名如神音 无数势力席卷进去 不得善终 这黑暗场面 犹如在线数千年前的那次大动乱 幽冥魔宫 我等三百年前签订之约 以道明立誓 更是点出大道惊险 如今这般嚣张狂妄 是打算毁约不成 就不怕遭到天道反事 当初还是我等太古心思手软 就应该直接将这些魔教 魔门给直接踏灭成灰 可悲啊 三百年过去 魔教案中壮大百倍 我等真是千古罪人啊 魔就是魔 根本就是死性不改 王我等当初还期盼 他们会重新做人 共同应对即将到来的大事之解 既然如此 那这次哪怕是拼的 中周一角大地陈险 人族道统毁灭七成 也要将这几尊魔教 魔门给图了 好好天魔古海不灾 非要跑出来兴风做了 先祭兴风血雨 为了人族未来 灭了他们 各大自诩为正道的古老宗门 古老皇朝发生了 他们通告中周大地各个角落 每一个势力 但凡遇到魔教之人 格杀物论 诸九毒 裂满门 一个不留 宁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很多人手上沾满了鲜血 他们这些正道古宗杀的人员 比魔教还要多几百 天仓古宗 你们这群老狗 畜生 你们一个个自诩为正道宗门 你们杀的人 比我们多得多 你们连老人 连孩子都不放过 你们才是魔教 我们是幽冥神功 去你娘的魔宫 你们才是魔宗 魔朝 继承了魔的意志 受到了黑暗生灵的玷污 你们的道已经不是真正的道了 你们想图了我们 好啊 那就看看 到底是我们图了你们 还是你们灭了我们 若得天地无日时 我自幽冥问苍生 什么正道 什么正义 这世间 谁都有资格谈浩然正气 只有你们这些伪君子不能谈 幽冥神功率领3600金魔之大势力 杀向了中州大帝 公主 我们这样做值得吗 值 可我们一旦离开天魔古海 镇压在33生魔天狱中的黑暗古魔 就可能冲破玉门封印 重启纳到外界古路 进而进入的死界之中 我们只想低调寻找一个人 我们更不想离开天魔古海 但 以天仓古宗为首的这些正道宗门 却扬言 我幽冥神功等大势力 是要血洗中州生灵 吸食人族血肉 修炼魔宫 我们忍了三百年 背负了三百年骂名 心甘情愿 镇压在33生魔天狱三百年 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这些自诩正道宗门的污蔑和诋毁 那老朽这就放话给那些人 让他们准备准备最后的手段 公主 您的老师有消息了 在哪 东皇 截天山脉 剑云山 确定吗 确定 那个人名为张骄 手段通天 不可揣托 并且容貌俊美 居于一所道观 与画像一模一样 找到了 真的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那公主 我们还和他们战 战 为何不战 现如今 我师尊已经找到 如若不战 怎能为我等证明 我不想我师尊回来后 背负一个魔教之主 天下大敌的恶名 我心长胆这么多年 必须要用来洗刷所谓的魔名 我被世人唾骂无所谓 但师尊他不行 那是我此生唯一敬重深爱的人 主人无敌领域范围 达到下山要求 无敌领域范围 将压缩成万米 领域中心将从道观转移到人 一切技能使用全不动 我能感觉到原本体内堵塞的地方 全都打通了 七经八脉 浑身翘血 也都能感应到天地灵力 所有毛孔书章 发出高兴的呐喊 对灵力贪婪的吸纳和所求 有种挑票欲先之感 很美妙 从现在开始 主人可以修炼 希望尽快将无敌领域升到五级 这样主人 即可开启第二神技 将会对你的修炼之路 起到如虎天翼的作用 老师 我感觉你体内产生了 某种玄妙的变化 咦 老师 你的气息怎么是练气镜 老师就是入室 化繁 一切重新开始 你们跟在我后面太招摇了 都进入这个空间界中 走 第一站 天星城 太古星云宗 我等恭迎宗主出关 宗主如今已经顺利出关 修为还连破三镜 如今已是合体八层 从今以后 我们太古星云宗 就是天星云的老大了 传我之列 通到天星云 三日之内 但凡来臣服者 我既会留下他们宗门之名 而不臣服者 那就烟消云散吧 宗主 我们要警惕天星学 极有可能 他被拿着无上存在收为弟子 如若天星学出来 首当集冲要灭掉的宗门 很有可能是我们太古星云宗 哼 怕什么 九大圣地早已知晓我们天星云的事了 他们用不了多久 就会派圣经强者来取拿天星学 到时候 有一男一女闯了进来 还 还声称要给您 给您送上一份大礼 送我一份大礼 这份大礼 难不成是来闹事 那 哪份大礼是 是 一口黑关 送你上路 岂有此理 我倒要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说这种大话 我不管你们是何人 我也不管你为何来我太古星云宗闹事 但想让我死 想灭我宗 你们还没有资格 够不够资格 不是你能说的算 再者 要杀你的人是他 要灭你宗门的人也是他 什么 只是给我徒弟压证人 不会插手 这样 我给你个机会 你能杀了我的徒弟 那你们宗门就不会被灭 你徒弟 救他 区区半步同学 我抬手就能将其拈死 而且 你一个炼气镜而已 还敢弹灭我宗门 待会让你常常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总感觉这个黑衣青年在哪见过 但就是想不起来了 呵呵 一个炼气镜的垃圾而已 他个毛线啊 我想起来了 你们说这个人是不是我们那次 在剑云山上遇到的那尊神灵 这不可能吧 那尊神灵修为通天 怎么只有炼气镜 别想了 你们看 宗主都吊打那女的了 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还神灵呢 我看是神经吧 蝼蚁也敢和浩月争灰 既然你敢送我黑棺座里 那就要做好死的觉悟 先杀你 再送你师父上路 果然差距还是很大啊 既然差距太大 那就降低一点吧 我的 我的修位怎么变成了通选镜 不可能 我明明是合体性八色 我明明是合体性八色 怎么变成了通选镜八层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宗主的修为 怎会突然暴跌到通选镜八层 这不可能 若宗主自己不压低修为 谁能无声无息 将宗主修为给打压下去 难不成是那黑衣青年 难道他真的是那尊神灵 我说过 够不够资格灭你宗门 你说了不算 我说的算 你 你 你是 你是 怎么 你想起来了 你是捷天山脉的那尊神灵 只能逃 必须逃 现在才发觉 是不是太晚了 死 煞时间 太古星云宗千年不倒的宫殿楼宇 在这一刻 被那轮血月压暴成了无数碎石飞灰 太古星云宗所有人全都葬灭在了一片血色冰海之下 太古星云宗 灭 呵呵 一个宗门慢 还是整齐一点好 接下来 就由你们抬官送你 问问其他三个势力 是自灭 还是我们来灭 你说什么 太古星云宗也就这么不声不响的灭了 他们不是还保留着底应吗 他们就没反抗 鬼宗主 经我等查探 红衣女子是天心血 黑衣青年据说是截天山脉中的神灵 实力看似只有炼气境 时身不可测 手段通天 更是将李星云合体境八层的实力 直接打压跌落到了通玄境八层 完了 竟然是截天山脉中的那尊神灵来复仇了 他绝对是圣境强者 哪怕不是圣境强者 也是半圣 准圣 一脚踏入了圣境之中的强者 哦 快跑 我不想死 我要活下去啊 公主 我们真的要逃 死战吧 公主 我们唯有死战 方才能够搏得一线神机 蠢不可及 那可是为圣境强者 你特么拿脚丫子去搏啊 公主 趁那黑衣青年还没来 我们赶紧用传送阵离开天行语 就算有传送阵法又如何 圣境强者 可是能够追查到我们的空间波动和诡计 如果真的想杀我们 肯定会顺着空间方向寻到我们 革主 我们现在跑还来得及 你倒是说句话 革主 不能束手待毙 那天心血和他失尊可是抬官而来 革主 那李星云可是变成了一尊抬官的死灵 你要是不走 就真的要死在这了 革主 只要您还活着 我神风格就还有重建天命的希望 革主 请您不下去 叫得很小 那就从你们先开始 张霄看向神风格 手指一指 一脚杀气今天的圣境阵 化作三道流光 分别将九玄太清宫 神风格 天鹰神宗龙罩在内 你们谁都跑不掉 跑不掉了 真的跑不掉了 哈哈 没想到啊 老夫纵横天心欲一百三十载 本想在入土之前 能将天心欲收归掌中 让神风格之名 成为天心欲唯一的名号 可惜 天不遂人愿啊 天不遂人愿啊 我死不明目啊 我就算是死 也绝对不会让你辱我 革主 我等 愿与神风格共亡 哈哈哈哈 神风格诸位 老夫与你们在阴间相聚 征战九幽黄泉 一声俱响 将天心城镇晃了几下 矗立天心城数百年的神风格 在这一刻 烟消云散 绝对不能让他们自爆 丹药 灵药 灵兵啥的都浪费 张霄手指一点虚空 将两大宗门所有人的元神 全部困住 剩下的交给你 随便怎么着都行 公主 你们安息吧 我为你们报仇雪恨了 弟子天心雪复仇成功 下一季能升级 进度百分之一 造物之神 主人心念一动 任何东西就能出现在主人面前 哼 没想到刚下山 就有人将主意打到我们的头上 看气息 极有可能是半圣人静 天心欲这么点的小地方 竟然还会有圣境强者来 倒真是出乎意料 不错 没感应错 真的是神脉 呵呵 这一趟没白来 有意思 这小姑娘不仅开了神脉 而且血气相当旺盛 没想到天心欲这种小地方 竟然也懂神脉之法 你们是谁 呵呵 女娃娃 我们是天书圣地的护法 我名陈秋 她名陈凡 专门出来寻找这天地间的天骄之辈 天命之子 你一个神脉者 若是在这穷乡僻壤之地待着 只怕未来成就极其有限 不如和我去天书圣地 我等可让你成为圣主之徒 位列圣女榜上 天书圣地 无数天骄之辈挤破脑袋 都想进了天书圣地 切 垃圾地方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这大纪元都落在你头上了 你特娘的还在墨迹神吗 你们的意思是想收我为徒 你们有这个资格吗 这么说 你是不愿意去了 你就算是神脉者 没有圣地倾囊相助 想要踏入圣境 也须百年以上 既然我圣境已然开口收你为徒 那你切莫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 你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没得选择 要战 要强来是吗 别乱动 你不是他们的对手 是 老师 这小姑娘叫她是老师 练气静的修为 怎么能是神脉者的老师 开什么玩笑 你是她的老师 你也配 我若是不配 你们天书圣地就更不配 数字狂妄 想死 我可以成神 散 怎么回事 我的修为呢 我的修为怎么突然消失了 是你做的 是你 真的是你打伞我的修为 记住 在我和你们好好说话的时候 在我给你们脸的时候 要记得保持安静 乖乖账好 不然我会很不高兴 是是是 我们二人今日有眼不是泰山 还望您高抬贵手 放我俩一条生路 这就完了 你刚才是如何说我的 你忘了 你们两人刚才想抢我弟子 这么快就忘了 跪下 磕头 认罪 这 这 这 天书圣地不可辱 圣地护法更不可辱 你就算是圣人静 也不能让我等给你跪下 好 不跪 就死 我 我跪 我跪 求您放了我 刚才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还望您大人大量 不和我等见识 只要老子回去了 一定要让天书圣地 倾尽全力来杀你 掳走你这女弟子 呵呵 你是不是觉得很屈辱 我在问你 是不是觉得很屈辱 回答我 你 你莫要欺人太甚 我天书圣地 位列东荒第三 你今日杀我等 便是和我天书圣地结怨 哈日 我圣地并不会放过你 并会引你胜血 八皮抽筋 练成圣灵师 我等着 我等着你天书圣地来杀我 就怕到时候你天书圣地的圣主 他不敢 呵 莫说我圣主亲临 就算我天书圣子 杀你也如图鸡狗 你一个区区圣人静而已 也就在这些垃圾堆里 找找存在感罢了 那好 我就告诉你 他为什么不敢 这身法 是顺医 他到底是何修为 毕竟 数百年前你们去中州 寻到一个鲜艳神脉 如果我所记不错的话 当时 前去中州截杀神脉者之人 是你们天书圣地的圣子 他名录长寿 号称有大帝之姿 天赋平挺 却身怀大旗运 如今呢 也是你们的天书圣主 只是可惜 他大气运傍身37年 号称从未已百 但在中州却在 不仅他率领的麾下 全都有去无回 葬在中州 他一身的大气运 也被毁得干净 险些身死倒下 而其体内 更是有一道仙谷诅咒 侵蚀她的生命 消磨她的道 我说的对吗 你 你 这等逆心 你是怎么知道的 呵呵 那是因为 你们找的那仙艳神脉 是我弟子 战胜陆长寿的 也是我弟子 而那道仙谷诅咒 则是我打在他的体内 现在 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魔教祖师爷 你是魔教祖师爷呢 呵呵呵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等死吧 你等死吧 你既然已经出现在 这大事中 就会有无数人来杀你 哈哈哈哈 我会在地狱等着你的 主人击杀两个半圣强者 升级积分加色 老师 天书圣地 为何会来天星域 这个小地方 这些圣地 圣域 一向喜欢搜罗天赋绝的妖孽 尽管天星域 在他们这些 刀高在上的圣人眼里 属于垃圾堆 但难免垃圾堆里 会出现一颗药眼的仙士 老师 我们接下来有何打算 自然是去圣域 圣地内看看 而且 很快 就会有各大仙境 仙藏出世 戒指我等绝不能错误 再者 圣地 圣域那 可有我的老熟人 他们欠了我点东西 我得去要回来 走吧 先去前面小城上吃点东西 今日 我等三十六圣域圣子 来自扩苏洛云古地 凡灵做好献祭的觉悟 经个大伙来的倒是挺齐全哈 那咱就甭废话 直接上料子讲真经 上回咱们讲到洛云古圣次系来 手持三千玄机门 与那十六亿羽蛇神呢 就站在了一起 这十六亿羽蛇神了 修为那是不可揣多那 比咱们洛云城那几尊大师 力强了几万倍不止 轻轻一跺脚 咱们这洛云城就会变成非非 喂 老表 你这说的是不是太离谱了 撒了这一跺脚 咱们洛云城就变成非的念 他咋那么牛逼呢 谁说的不是呢 这么牛逼的战斗 咋为啥咱洛云城 还和这嘎嘎好好的呢 我愿你个显缘版本 老表 你要是骗我们 这钱我们可就不交了 对不对 我可告诉你们 你们爱信不信哈 这都是数万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 你十八代祖宗的十八代祖宗 都没出声呢 好好 老表 你特囊的又骗人 你都说了这是数万年前的事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就是 你今天这骗人的口活不太行啊 不停了 不停了 溜了 溜了 太悬火 吓人都 两位这是要听书 不听 不听你看着我作甚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件事 这黑衣青年气度不凡 仙气缭绕 身上更有道则流动 怎么修为只有炼气劲 难不成是重活仪式的古圣 牛了个叉的 有什么事 你想问赶紧问 别耽搁我喝酒 脾气挺大 那好 我就不废话 你刚才说落云古圣的事情 我想知道 这落云古城是不是要复苏了 是不是将会有一件 无上古圣兵醒来 我不知道 你最好想清楚再回答我 不然我不敢保证 你能安然无恙地去喝酒 你到底是什么人 能禁锢我 说明你的境界绝对不止炼气劲 何者您这么牛逼一大人物 却将自己的气息变成炼气劲 玩伴助吃虎呢 这都什么事打这是 你一个伴圣 在这讲书 所为之事 应该不单单 只是为了找乐子 行 我服了 我说 这落云古城确实是要复苏了 我之所以在这地方待着 就是想布置一个庞大的传送阵法 在古城复苏时 我就将古城中的所有凡人 全都移走 免受死伤 呵呵 为声明立命修行 为万事开太平修道 你这倒真是十八世大善人一个人 这古地呢 马上就要复苏了 你要是想争里面的宝贝 我劝你要小心点三十六剩余的人 三十六剩余 他们也配合我抢东西 呵呵 暴风雨来得远比想象中的要快啊 不好 怎么来得这么快 老师 他们是谁 气息竟然都在灵海境之上 自然是那些想来寻找古地复苏的圣人 今日 我等三十六剩余圣子来此复苏落云古地 凡林做好献祭的觉悟 大爷子 你们这几个圣语 莫妖太嚣张了 犯我落云古城 真当我短不存在世吧 胡杀凡人 你们这么的也能算圣语 呵呵 区区一群合体净的垃圾 也敢在我等圣语面前淋瀝狂吠 谁给你们的允信 呵呵 陆丹圣子所言极是 此次我三十六大圣语连妹而来 所谓的就是磨练我等准圣子的杀性和无敌之资 反党路者 皆杀之 哈哈 天雷圣子 陆丹圣子说得不错 我大声圣语赞同 对 此次圣语让我等准圣子出来历练 自然是不能辜负了御主的用心 这些人太碍眼了 还是赶紧杀了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的丁兵了 你们莫要太嚣张 哪怕你们就算是圣子 也不准在这里撒野 这里乃是洛云古圣守卫人族之族 你们这些圣语却在这里屠杀人族反而 你们究竟是人族 还是太古一族 没错 这洛云古城 乃是数万年前 洛云古圣洒血之地 若不是洛云古圣一亿人之力 抗击八大太古祖王 不让他们越过洛云古城 吸食人族血肉 何来人族今日之太平 这古城上的飞血 历经数万年还没有干涸 还提醒世间众人 人族依旧存在恐怖的大危险 依旧不安宁 可你们呢 你们却自相残杀 视人族为主狗 随意屠杀 你们这是在侮辱我洛云古城的圣告 呵呵 太古一族 那些人不仁 妖不妖的生灵 已经数万年没有现实 估计早就化为尘土 你现在提他们 只会让人觉得可笑 就因为人族太弱 所以才会遭到劫难 而想要让人族强大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掉这些毫无用处的凡人 另外 我再告诉你们 只有图了这城中生灵 以他们的鲜血灌溉 方才能让洛云古地彻底复苏 我本以为自己和陆丹的境界只差仿佛 毕竟同为准圣子 应该不会有多的差距 没想到 陆丹展现出来的力量 已经堪比半生的一击了 老师 你不打算出手 找什么急 城里不还有个半生的家伙 他之前让这些圣域的人杀了不少蓝灵 估计已经自责不已 接下来肯定不会了 我们两个就先等着看好戏 会有需要我出手的时候 一群不自量力的蝼蚁 就用你们的血来祭练我的圣兵 还有谁想战 还有谁想富有这些环境 站出来 你们 做得太过了 你是谁 你又算个什么东西 敢说这样的话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们怎能在往昔阴之地 这般对待同类 还差一点就可以完成传送阵法的搭建和激活 没想到时间不够 呵呵 横灵活在这世上也是浪费资源 再者 他们的血能够复苏古地 应该为此感到无上荣耀 那你们为何不用你们的血来复苏古地啊 难道你们圣域之人的血就高贵 有一点你说的不错 我们圣域之人的血确实高贵 不是尔等剑灵能比的 不过你既然出来 那就死吧 既然这样 那我就只能出手了 妈的 几百年没出手 金格又得打架 烦死 老表失算了 可惜啊 就差那么两点 阵法就能成 你竟然是半圣 怎么可能 这个技巧嘎拉的垃圾堆 怎么可能有半圣抢者 哈奶奶的 这下难打了 我们就算有圣兵 也干不过这个气血旺盛的半圣 给老子死 谁死还不一定呢 老子当时无敌 哼 奶奶的 这不是半圣 这可娘的是圣人吧 可为啥气息会是半圣呢 见鬼了 还望圣人长老出手 这就是圣人之威 太可怕了吧 老师 他能抵挡得住 老弟 救我啊 别看戏了 呵呵 救你 我看谁敢救你 你的下场只有死 他不会死 谁在说话 装神弄鬼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说这般大话 简直可笑 我说他不会死 他便不会死 因为 这是我说的 呵呵 可笑 罗姨也敢说这般话 也敢和我等浩月 争挥不成 鹿兄 和他废话作甚 赚 闻你是谁 今日我等就是要 图了洛云古城 复苏古地 水俗水死 哼 他到底是何人 太可怕了 空间禁锢 这绝对是空间禁锢 他莫非是虚空谷地的传人 连圣人投影都能打爆 这战力 太恐怖了 快撤 既然来了 哪有走的道理 你们圣域的血高贵是吗 那好 我就用你们的血 来让古地复苏 这城中的凡灵 你赶紧传送走吧 不然 古地一旦复苏 万里之内 都会呈现 我已经构建好了 正在激活呢 希望这些人 能安安稳稳地 过完一生吧 成了 哈 开了 隔离消息的三十六 圣域御主 派遣 圣进墙水 前往洛云谷地找张萧复仇 为何 这里我总感觉有两股熟悉的气息 熟悉 开什么玩笑 这洛云谷地可是埋葬了数万年 直到今日才复苏 除非你是洛云谷胜转世 否则 你哪来的熟悉感 不 这两股气息我很熟悉 感觉像是我徒弟红尘仙和水断流 是十六师姐和六师兄刀胜水断流 没错 奶奶的 这俩家伙在自己沉睡这数百年内 到底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老师 你看 哼 就在这时 在东荒大地的第九圣域 天罗圣域 有道商会总部内 商社 有麾下禀告 天星域发生了大战 一位黑衣青年和一位红衣少女 将天星域四大霸主级别的失落 全都灭了 经过我等看查 审核 确定的和一青年和您给的画像一模一样 是吗 我看看 哟 还真是我师尊 还愣着干嘛 赶紧去找 去把人给我接回来 记住了 他是无事 见他如见我 要是有半点差池 呵呵 惩罚就不用我说了吧 是是是 属下这就去吧 嗨嗨 老师 这么多年不见 也不知道你见到我后 会不会被我的变化吓到 此人名为商有道 张肖帝是七个徒弟 一手创立这有道商会之人 这有道商会统治了所有圣域的生意 商会中的眼线 文少变不得大量 堪称东方大帝之小消息最多的地方 因此 有道商会也变成了一个提供情报的机构 天罗圣域之所以能在近百年内 杀进排名第九的位置 主要归功于有道商会的存在 商有道在这罗圣域中 几乎和圣域御主平起平坐 当然 这依靠的不仅仅是他有道商会的影响力 还有他自身实力的镇守 因为他一夜悟道 领悟了商人之道 以此踏入圣人之境 看来是要破掉这个封印 才是真正进入洛云谷地 我们所需要的东西 应该就在封印里 老弟 你可有办法破开这封印 我试试 无为张霄 续续封印 见无还不破了 老 老师呢 不好 老师不见了 放心 那小子死不了 估计是触动了什么禁止 将他传送出去了 那 那老师会传送到哪 这谁知道啊 东方这么大事不是 传送到哪都有可能 对 我说你先别在那愣着了 先进去装东西离开 这是悲之地再说吧 你师父那么厉害是不是 估计肯定有办法找到你的 不用慌 卧槽 我这是在哪 有道商会 这怎么和小石器的名字有点像 难不成 这是他的商会 先去打听打听这是哪 也不知道 这离洛云谷城近不近 要是不能尽快赶回去的话 只怕小雪那俩的家伙会有危险 小友 打听一下 这是什么地方 洛云谷城你知道在哪 此地乃是天罗圣域 108圣域中排名第九 至于你说的洛云谷城里 此地无尽遥远 哪怕动用大型传送阵法 也需要数十天 当然 这还算快的 要是慢的话 不记得好几个月 哎 这就是命吧 打听下 这有道商会的创办者 叫什么名字 当然是商圣了 这你都不知道 他可是天罗圣域 一万人心目中的偶像 商圣 难道不是商友道那家伙 我搞错了 你去 这位道友 切不可妄言啊 你岂能说出商圣的名字 就不怕断了自己的财运 从此穷困潦倒一声 这有什么的 实话实说 其实 我是商友道的世尊 疯了 疯了 真是疯了 哎呀妈呀 商圣保佑 护我财远 商圣保佑 护我财运 这小胖子可以啊 现在都变成财神眼了 怪不得人人都念叨着商圣 商圣了 比他师父都出名啊 我就这么直接去找他 没准会被人拦住 认为是个疯 那就让他来找我吧 林矿源 以前自己实力太弱 怕切出什么太古生灵 无上帝精啥的 会被人当场打死 现在领域内无敌 此时不完 更待何时 没想到 小小的林矿源里 一进来 就碰到了这几尊活化石的圣灵 倒真是金氏害死 他们多半是为了 这林矿中切出来的不要 林物才盘坐此地 到了他们这个时候 兽源枯竭 唯有金氏林物方 才能够延长兽灵 您好 请出示下您的身份牌 还需要身份牌 没有身份牌不让记 您需要去办理身份牌 那 请跟我来 那 这一片金链液够吗 我懒得过去办 你给我去弄好就行了 要是不够 我这还有三枚 卧槽 这特娘的是 稻天金玉叶 东荒大帝 不是只有荒谷时代前 才有的玩意吗 等会 这家伙又掏出了三枚 卧槽 这黑衣青年的来头 太可怕了 难得 您稍等片刻 我这就让陈掌规来见您 那个 不知大人您来自何处 何处 孤身一人 怎么 我就进来买个林矿 还得把自己身份 写得清清楚楚 明白 明白 我懂 这显然是某位隐士不出的 古圣人败出游玩 不愿意透露信息很正常 啊 我这就陪着您先寻况 不过 这枚金玉叶 您还是收回去 我等不敢坚守 不敢收 这玩意有这么贵重吗 这特娘的绝对是某个隐士老怪 不然 为啥连金玉叶的价值都不知道 行了 给你你就拿着吧 我随便走走 你别跟着我 我先烦 好好好 老朽告退 小家 你现在赶紧将这枚金玉叶 送入商会总部中 必须要尽快 小矣 小本 你们几个人跟着这位爷 一旦有情况 立刻汇报 完了 今天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了 当即讲道 张霄触发谷地禁制 被传送到了天罗圣物 他飞身来到了一家灵矿源 而他又会闹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 这块矿石不错 一定有宝贝 得了吧 就你那运气 上次接了十块 全赔了进去 不知道这次紫霄圣地 能切出什么来 你说这紫霄圣地 是不是抽什么疯呢 他们也不是没有灵矿 非要来咱们天罗圣域干嘛 听说 有位隐士高人推演天机 先是紫霄圣地失传万载的古地新闻 可能在咱们天罗圣域 所以 这些年 紫霄圣地疯了一班 四处乱跑 还有几大圣域也遭他们毒手了 你们选的灵矿不行 这些灵矿里面都是些普通仙境而已 这是谁家丫头 敢在圣地面前狂言问语 咦 这不是自逞元术 舔下地义的那歪的宋迷吗 咱们 又在这找谣状骗来了 我不懂 为何灵矿源现在还让这种骗子进来 不管管吗 我不是骗子 我爷爷也不是骗子 我爷爷是天下第一元术师 等着吧 总有一天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我会为我爷爷证明的 哼 还有脸提你爷爷 臭娘们 你爷爷之前骗我爷爷数十万零食 老的金刚非得打烂你的嘴 让你特么的待着叫嚣 检测到此女为 无上缘生体 主人可收此少女为徒 一旦收徒 主人因果无量节增加 因此 当前主人有两个选择 一是不收 便不会沾染因果 二是收 后果自负 因果 特么的又来因果 你要是不收因果 或许我还会考虑一下收不收 但你要是这么说了 我特么的反手就是一个收徒 狗屁的因果 老子还会怕他 让万事因果进家无声 怕毛线我就不叫张笑 系统提示 近期主人将开启第二神经 请做好准备 喂 对了小女孩挥拳头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滚一边去 爱眼 你这么厉害 说让他滚 他就滚了 什么功夫 能教教我吗 师尊在上 徒弟学原青 拜见师尊 这就拜师了 感情我之前 还想如何开口收徒的说辞 都白想了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为师坑你了 拜师 好 那你就是本座第一百零一位弟子 师尊 那你赶紧教我吧 教什么 我可以教你元术 其他的 我可什么都不会 你说啥 你不是要教我刚才那招 让你滚你就滚的神通吗 怎么变成元术了 我知道了 一定是你坑我 你坑我 怎么能说我坑你呢 明明是你先拜的师 反正你现在有两条路 一呢 要么跟我学元术 二呢 哪风凉哪呆着 老师 没事 我先 我先 反正这师父已经拜了 除非你死了 我才能换人 我还是先跟着你吧 我还不知道 你这点小心思 戴维师给你露一手开人神术 你肯定会跪着求我教你 走 去开个矿 哈哈 怎么样 我说吧 这几块灵矿都不行 开不出来灵雾 你们还不信 你行你到世上啊 好好 我们倒想看看这曾经天下第一元术师的孙女 有什么本事 我也是醉了 为什么这种人能活到现在 就没人上门讨债吗 讨债 他爷爷现在疯了一个 谁敢动手 那可不是闹得完的 没错 爷爷他确实疯了 虽然只认识我一个人 但是真真正正的疯了 在五年前那天对赌中 疯掉了 别哭 有什么事你回头告诉我 老师我替你想办法 不哭 我不哭 我有朝一日 一定元术大成 为我爷爷证明 灭了叶家 哼 这话我等会转告给叶家的 小姑娘 你刚才看透了我们的灵矿 你既然也懂元术 可否帮我们一同寻找 找他 圣地真是好气魄 一个骗子 疯子的孙女 也敢找他来开矿 他找出来的矿 绝对不行 我看出来了 玄云青选中的那三块灵矿 开出来的都是很普通的宝物 不值钱 七喜 我就说嘛 他不行 爷爷是废物 孙女也是废物 还有脸自成年天 数十一脉的传言 太侮辱元天是这名号 我看你怎么可以 给圣地这百万灵石 擦 刚收了的徒弟 就给他来这么个打击 这怕是以后 难重塑到新门 都毙了 他是我张霄的弟子 从今日起 谁都不可气 为者 死 快快快 赶紧去商会总部 快点让总部的人过来 掌柜的 不是以前有人去了吗 你住啊 去的次数多 才能说明事情的严重性啊 哦 对对对 我这就去 奶奶的 这个黑衣青年到底什么来头 该不会真是个 返老回头的圣人吧 这神通有点厉害 难道是空间之力 这便是排名第一的遥光圣地 也没有这等古法 莫非是虚空古地传人 此人不可测 虽只有炼气径 但不可妄动 刚才 我可是听闻有人在这里 诋毁我叶家名声 不知是哪位啊 是你吗 玄云青 这是叶家 天罗胜于排名前三的大家博 传统万乱不断的元术师家 叶家中了拿损活化石 可是号称 剪下第一元术师 这回有好戏看了 是我又怎样 你们想杀我 你们敢杀我 杀你 那我怎么舍得下手了是吧 不过既然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诋毁我叶家 说什么我叶家人数不行 那你敢不敢和我赌一把 赢了 我今天就放你离开 输了 你就赔我几天 然后再让你那东爷爷 领你回去 当然 你要是不敢 那你今天就要跪在这 喊上三天三夜 你爷爷是公子 你爷爷是骗子 呵呵 这叶凡天可是天生灵眼 能看破一切元师兄 这家火元术可不得了 叶家第一元术天才呢 据说 一年前和他爷爷对夺 只数了散城而也 叶凡天是叶家第一元术天才 他爷爷更是叶家第一元术大师 五年前 也是叶凡天的爷爷 和玄云青的爷爷对夺 才让玄云青的爷爷疯掉 这两人 算是仇人 见面粉麦眼红 叶 你赌运不好 这方面 以后可以和你六师兄 三十二师姐好好学学 我来和你赌 你敢吗 你 你是个什么狗东西 你也配合我说话 滚一边去 别让本上看到你 在我和你好好说话的时候 你应该感到庆幸 可惜 你并没有珍惜这个机会 你 你 你敢打本 本上 我杀了你 空间进过 你叶家没人教你礼貌 我来教 我再问你一遍 我和你赌 你敢 回答我 自己这便宜师傅 竟然这么强 吹口气就把叶家这几尊半生都杀了 说好的练气境修为呢 骗人的啊 怎么 太怕了 我 我才不怕呢 大不了 我不再东荒代了 我去中州 加入中州那几尊魔教 萧承魔女之后 回东荒灭了叶家 可是 我走了 我爷爷就没人照顾了 叶家好几尊圣人 我爷爷一个人肯定打不过的 放心 自然会有人护住 叶家人来得这么快 一尊一品圣人 四尊半生 不知这战戎能不能打得过黑疫情年 你可别忘了 四弟可是灵矿源 叶战这老家伙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对啊 他可是有元素的加持 战力绝对不弱于二品圣人 爷爷 救我 天儿 你怎么一直跪着 谁把你打成这样 爷爷 是那个黑疫情年 你也要为我报仇啊 哦 是你伤了孙子 哼 我给你的机会 跪下 磕头 自废修为 我叶家说不定还会留你一条活路 否则的话 嗯 那好 我给你个机会 跟我对赌 赢了 带你孙子回去 输了 我杀了他 而你要跪在这灵矿源前三天三夜 投喊叶战士废物 你赌吗 你和我赌十 嘿嘿 你有和我赌十的资格吗 元术六方 锁山河 果然这老家伙有元术的加持 可以二品圣人叫板啊 老师 这战是一品圣人 你行吗 我问你赌吗 现在 你说我有没有资格 这尼玛 一尊真正的圣人 被他一生欺贺 就给打落凡尘 莫非是动用了某种妙术 哪怕古迪禁忌之法也不可能吧 除非这黑衣青年修为是圣人王境 圣人王 东荒大地上 还有活着的圣人王吗 太帅了 比我爷爷都要厉害 真的是太变态了 真的是个变态师尊啊 四人不仅修为同天 更连叶家都不放在眼里 今日你该不会 不会死在这儿 你没有选择 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们俩 要么你和我赌一场 赢了带你孙子走 输了我杀了你孙子 你还能抖活下来 什么 他要和夜战赌食 他不知道夜战元术 乃是圣与第一吗 赌食 好 好啊 那老朽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还想和我赌食 看老子不玩死你 我赢了 我就带我孙子离开 而你要给我孙子跪下 认罪 废掉四肢 你没得选择 不要挑战我的内心 三夕时间考虑 一 二 赌 我赌 狮子 你 你有把握吗 如若我赢了这老家伙 你更不跟我学元术 哼 你先赢了再说吧你 我不能跟我爷爷学吗 还用得着跟你学 你怎么跟你爷爷学 你爷爷都疯了好吧 你要是真的跟你爷爷学了 至于长这么大 元术还没入门 哼 就不会说点好听的吗 哼 哼 变态狮尊真是个直男 红女孩子 不存在 装逼他就不香了 是怎么着 只有装逼装得爽 装得帅 装得大 观众才会买账 要是自己天天红语涂地 那完了 观众肯定将骂连连 大骂读点 问候作者 纷纷取关 不可行 不可行 作者要是饿死 我还怎么活呢 所以啊 接下来 要装个大逼了 张霄瞅了眼镇盘 坐在空中的夜战 他正用神念探测灵框 而且 已经选好了两块 就差一块了 赌石 双方的选取三块零框 选完之后就开切 切完后 看看谁切出来的价钱高 那谁就护上 狮子 他选好了 哼 夜战已经选好了 看他脸上的表情 显然是胜券在握啊 你在看那黑衣青年 卧槽 笑死我了 竟然一块一块地在那选 就这样还敢和夜战赌食 狮子 你听听他们都在那笑话你呢 丢死人了 哪个圆树狮 会一块一块地找石头啊 都是用圆树感应的好吧 这小妮子 为狮容易吗 为狮还不是为了给你 给你爷爷证明 要不然 早特么的一巴掌 扇死这两货 还和他赌个屁的石头 哼 你懂什么 为狮早已感应此处 寻到三点不凡灵气 可能藏有造化之物 老实 我怎么看 都觉得这石头不靠谱啊 废话少说 切石 我先来 好浓郁的药香 我的天 这是田园令指 一株今晚念的 锦石大药 可让圣人夺获拜念 这种孤药 优假无始啊 真的是一株神药啊 如此看来 老朽算是赢了 小子 你明明能杀的了我 非得和我比拼圆树 那就对不起了 圆树一到 老夫还未尝一败呢 我还没下刀呢 你急什么 我但天 这是神类莫翠仙金 这么大一块 这可是锻造古地兵 古圣兵最好的仙金之一 本以为夜战稳操胜券 现在看来 局势似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瞎猫碰上死耗子 我就不信 你第二个 还能开出来个金氏古药 不过你开怎么好的宝物出来 想必九大圣地 必定会前来争夺 就怕你有命开 没命受 师尊 师尊就这么心大的马 这种惊天动地的智宝 就这么 就这么扔给了自己 这位小姑娘 开个架吧 我们紫销圣地要了 等会 等会 先开始 先开始 对对对 先开始 先开始 这是双生神鱼 真的是双生神鱼 双生神鱼 竟然特么地切出双生神鱼了 这可是远古时代才有的物种 这一条鱼吃了 能让一尊圣人延续八百年寿命 我天元灵芝最多就能延续一百年而已 完了 完了 这下完了 趁现在他们注意力都在双生神鱼上 我带着天儿赶紧溜 翔总 给我先老实呆着 等着我切完这最后一块原始 你 爷爷 不 我们怎么办 我不会死吧 让你爸妈的整天到外面惹是生非 这下好了 你就等死吧 你还不赶紧给这位小兄弟道歉认罪 前辈 您高抬贵手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是我有眼无珠 是我猪游蒙的心 学云青 我以后绝对不敢打扰你 见了你 我就躲得远远的 我夜凡天从此以后 敬你如尽神明 玄云青 弟子在 你入本座门下 第一条门规你且给我听好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无论其背景如何 实力如何 必杀之 弟子明白 这位道友 不知能否卖老朽一条 这位道友 老朽受缘将近 若你能卖给我 老朽以后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四位前辈 我此消圣地想要其中两条 望你们还能让步 诸位 稍安勿躁 这还有最后一块灵魂 按照我的感应 应该也是一个不凡之物 说不定 会有比双生神域更好的续命神药 道友 如若你真能开出更好的续命神药 那老朽这条命就是你的了 此消圣地愿与你结交 此消圣地愿与你结交 奉为座上宾 此消气 这是此消雷气 还有此消圣雷 传言 只有此消圣地才有此消雷气 而此消圣雷 只存在于圣地古史之中 传言只有八万年前的此消大帝财长 有此消圣雷 一缕此消圣雷 可灭苍穹 大臣东荒 无畏此消圣地 护苍生 忠灵拜 天地 大帝 大帝助我此消圣地 地经显示 我等扣带此消圣地 圣地啊 助我此消再度崛起吧 圣山异动 南部城此消大帝地运临世 福泽我等 如此最好 上苍开眼啊 大帝冥冥之中 又我此消啊 不对 圣山上出现古地浮温 还有帝字臣服 除非大帝复活 不然不可能有此意下 动 还有另一种可能 帝经出世 则圣山动 此消圣雷经 圣山上空出现一幕光影 那此经古书 静静悬浮在那里 隐约间 有一道身影 俯瞰众生 散发出一股莫大的威严 十万八千圣地大山 七七晃动 一道道古圣兵 仿若受到了某种迁移 破开封印 冲天而起 悬浮在空中 好似参败帝君一样 平静无声 真的是帝经 真的是帝经 帝经出世了 天佑我此消圣地 真的是天佑我此消圣地啊 我们等了数万年 终于找到他了 从今日往后 我此消圣地的声音 要回荡在东方每个角落 无人感气 众生臣服 被八大圣地压制了千年 这次 终于可以挽回了尊严了 大帝 请助我此消 大帝 请助我此消 大帝 请助我此消 这一刻 亿万生灵之声 化作无穷无尽的信仰之力 传向东方 好似传达紫霄圣地的意志一般 但凡是感受到 这一缕帝威的生灵 皆心生臣服之意 纷纷跪拜在地 抬不起头来 怎么回事 帝威 怎么会突然出现帝威 我去 这威亚太恐怖了 会长 您不出去看看 废话 帝威临时 我还敢不出去 都麻溜的跟我走 他竟然没有跪下 这帝威对他无用吗 这怎么可能 那他的警戒会有多呛 我想之前他只是大喝一声 就将巅峰状态的夜战 给打落凡尘 练气性的修为 果然是假的 真是太缺德了 就是为了扮猪吃虎 大帝者 真是太装逼了呀 不过 你已是死去数万攒岁月之人 一本地精就别出来作祟险了 给我收起来吧 收取地精 他要收取地精 他竟敢空手招取 这次销盛没精 难不成准地 开什么玩笑 或许他有什么特殊手段吧 不然 真是太过匪夷所思了 嗯 现如今 局势茫茫准地早已获死 或自封 或远走此剑 须与宙中寻找成帝的机缘 这个年轻人手段如此之强 该不会是来自某种无上境地 有这种可能 先前他手中的道文金玉印 圣地中可都没有啊 对 原来如此 这黑一青年原来真的是手段很多 很恐怖 此身实力可能并不太高 我可守摘星沉日月天 你地精又算得了什么 嗯 爷爷 我怎么感觉 我们跑不掉啊爷爷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 趁现在他还在陷入重人膜拜之中 不能自拔 场面还很混乱之际 赶紧 我们的账 现在可以好好算算 还没算完账了 这么着急跑干什么 你 之前我说过 你赢了 我放你和你孙子离开 你输了 那我就会杀你了你孙子 而你 也要跪在这灵矿园前 喊上三天三夜你夜战是废物 现在 你觉得反悔还来得及吗 不要 你 你个畜生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紫宝 你还不够资格 你切莫太狂妄 你无非就是手段厉害一点罢了 我乃叶家五尊圣人之一 我和天罗圣玉玉竹乃是好友 就连有道伤会会长都会卖我三分搏面 你今日若敢杀我 叶家必定倾尽全族之力 围杀你 夜战紫言飞墟 这黑衣青年境界 不可能超过圣人境 甚至可能连圣人都不是 否则就太说不过去了 之前那四尊活化师可是说了 这黑衣青年无非就是手段厉害点 可能长有某种秘术 真实力量不强 那他面对叶家 甚至是天罗圣玉的围杀 可就有点难以招架了 不过能掌握这等强大的秘术 这黑衣青年极有可能是某个无上禁区的人 我倒觉得不可能 无上禁区的人 那都是些太古时代的王族 从不轻易出世 说的没错 我不是什么无上禁区的人 我的境界也不是什么圣人 圣人王 只是平平无奇的炼气劲而已 好 那你就赶紧放个老夫 说不定 这洞荒还有你落脚之地 老师 你说这些干嘛 本来他们还是对你很敬畏的 你说不定 还能借此机会 在天罗圣玉立足 谁都不敢动你 流言蜚语 心中猜测而生出的境运 我不需要 那野家 天罗圣玉 还有有道商会都会 都会来追杀我们的 完了 这下子完了 我说了 会有人来解决这一切麻烦的 既然你不是无上禁区的人 那你等死吧 老夫我纵横天罗圣玉 这些大人物 还是卖老夫我几分薄面的 何人在我灵况远者事 到底是谁他妈干的好事 商会长 赶紧 赶紧救老夫 太好了 你正好带人来了 赶紧给我把这小子给打刺四肢 扔出去胃斗 夜战 谁在老子的灵况远捣乱 说 是不是他 妈蛋 我今个非得把他给干了 老师 冷 歪了 商胜来了 商胜来了 无妨 让他上前来 说话的语气 说话的腔调 说话的声弦 怎么 有点乱说 和老师挺像的 假的吧 老师不是在什么天心欲 那个小地方吗 怎么能一下子跑到这来 而且 老师也没有修为大 根本不可能将夜战给重伤 放肆 就算天罗圣玉玉主 都不敢让商胜上前说话 你算个什么东西 不得无礼 是 会长 呵呵 那好 我上前说话便是 这背影 熟悉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怎么不走啊 害怕了 呵呵 刚才的悠然自得呢 是师尊 是师尊 他还是那么帅 这气质 这容貌 一如数百年前一样 没有丝毫变化 怎么 见了我 还不跪拜吗 什么 他让商胜给他行礼 疯了 疯了 他一定是疯了 我敢保证 商社一定会把他脑袋拧下来当球踢 这作死也不带这么作死的吧 得罪叶家就算了 怎么还得罪有道商会 这下怎么办 我私人哪怕出手 也不一定保得住他 保自然保得住 但会浪费我等寿源 怎样也得保下他 他等元术 在切实 说不定还会有续命神药 说什么都得保下他 只有此刻出逃 方才能从他手里得到地精 区区天罗胜率 我此消圣地还不是太放在眼里 实在不行 大不了就开战 为了地精 为了这个手段通天 背景神秘的黑衣青年 开战也是值得的 第四小石区商有道 拜见师尊 什么 什么情况 卧曹 传说中的商圣商有道 竟然是师尊的弟子 而且还是第十七弟子 那自己和商圣起不是 我累个大曹 没想到啊 自己隐藏了十九年的身份 今日终于揭开了 气韵之女 妥妥的天命之女啊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哈哈 哈哈哈哈 你别数百仔 小石区 你长大了 师尊 时隔数百年 我终于又看到你了 何人赶上我叶家之人 站出来 我留你个全室 这是叶家资历最老的三圣 没想到这三个老家伙竟然来了 等等 这三人竟然是五品圣人 圣人境 一品一重天 每三品为一线 凝聚一朵大道混沌花 皆引无上道法 演化万千神通 并让自身语道的亲和程度更高 在天罗圣域中 能达到五品圣人这一境界 不超过双手之数 没想到叶家这三位太上长老 竟然全都是五品圣人 我问一句 你叶家三人是来救人 方子 练技一径的小儿 也轮到你说话 回答我 师尊 你修尾 别这么看着我 我只是会点特殊的手段而已 偶然得知 这三个家伙 身体只有一半落在领域范围内 所以 我想试试 试试能不能杀死他们 大叶的 以前也没发现有这种卡巴的情况 该不会暴露了自己领域范围吧 算了 反正万米之内 我无敌 你只要赶进来 都得给我跪下 你的手段 有点玄妙 这 这是怨田深夜 弄砍破世间一切虚妄 破销一切虚物 原来它就是叶家那位 渊树田石 八百面前哼崖田落 圣域一带渊树石的叶藏 老师 爷爷曾和我提起过这双眼 说叶家有一位存在 曾拜东荒第八代 元树天师为师 只不过 由于某种原因 被第八代元天师驱逐了出去 后自己修炼走火入魔 沾染了一丝不祥 修出了变异的元天神眼 据说能看到不祥 牵引出地狱迎兵 老师 狮子 这是我师妹吗 是的 我刚收的弟子 狮子 叶藏这老家伙 应该是这三人里面最强的存在 元树大成 数法诡异 是个难缠的祸 难缠 他若出手 为师会教他做人 爷爷 救我 救我呀 爷爷 卧槽 爷爷的爷爷都来了 这你妈 还真是无脑小白爽闻的节奏 你身上有股地兵 股地兵 他身上竟然有股地兵 怪不得 怪不得他能有这般通天的手段 地兵 不可能吧 地兵一出 我们早就成灰了 不可能感受不到气息 可别忘了之前紫香盛雷进的场面 莫非他动用密法掩盖地兵气息 然后再使用地兵 我测 这么一想 还真对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等 这是叶家的节 难度 我早已传信 只是不知能行否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说不会杀我的吗 你要反悔 你要反悔吗 我不会杀你 自然说到做到 我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给我徒儿玄云青证明 我让叶战在此柜上三天三夜 是要告诉叶家 当初你们和玄云青的爷爷 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果计 都要给我说出来 三天的时间 如果还不说 我不建议让叶家在天罗圣狱中除名 除名叶家 师尊也真敢说出来 还是以前那个互毒子的师尊啊 师尊 除名叶家 我的天啊 他这是要玩火自焚啊 叶家可是有一尊六品圣人的存在 凝聚了两朵大道之花 哦 六品圣人很厉害 小十七 你如今几品 回师尊 我如今三品 凝聚了一朵大道之花 那好 为师今日便送你一份师徒相聚的见面礼 什么见面礼 为师今日 助你入六品圣境 聚三朵大道之花 卧槽 开什么玩笑 我特么只挺过助人物刀 还从挺过助圣人连圣散前 踏入六品之经 最重要的是 他说要让上圣凝聚三朵大道之花 卧槽 三 三朵大道之花 六品圣人 似乎都是两朵大道之花吧 怎么可能会有三朵 不 还真有 但那是在荒谷之前 有人踏出自己的道 走到了道的尽头 即兴生华 但我还是不信 助圣人迫将 凝聚到话 古史上可从没有过 他在那下击把吹呢 你让他拧 来 你让他拧 他要是阵做出来 我直过道理360度螺旋赤巴巴 大道會 中村 攻击 在你 中文字幕——YK 这是天道之理 出现了 真的出现了 他竟然真的召唤出了导致圣运 我的天 老朽今天算是开眼了 开眼了 此消圣运显化了 导致感悟 真的加深了 开 坐下来 误道 狮子 我误了 我误了 维师祝你聚三朵大道之花 开创这一世最强圣境仙河 让你商有道 成就万古无依的伤圣至尊果位 入六品 聚道花 开圣吧 起 六品 我录六品了 五等 参拜商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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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 不错 这小子没让我失望 自今日起 小时期 你便是这世间唯一的天元商圣 三朵大道之花 足够让你悟到速度提升百倍 很快 你就能触摸到圣人王的那层屏障了 弟子商有道 谢师尊四经 你是我张霄的弟子 我就会让你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者之一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老夫修炼这么多年才一道花的五品圣人 他们一定是在装神弄鬼 嗯 看来有人心中不服啊 莫说我十岁有着通听的手段 我如今已是三朵道花的六品圣人 你觉得你们叶家还有圣专吗 诗相的 赶紧把当中你们对我师妹爷爷做的龌龊事情给说出来 否则 三天内 你们叶家避免 小辈放肆 那就让老夫领教一下你这三道花六品圣人是否是虚实 很好 刚好缺个陪练的 小时期 让为师看看你境界是否稳固 是 师尊 不是 这叶家三圣是脑子有坑吗 哪怕只有一品 拥有三朵道花的圣人 都可以一压八品圣人 他区区一道花五品圣人 凭什么对当圣出手 啊 估计是心理不平衡吧 都快作画了 才修炼到一道花五品圣人 给谁心里都有点难受 牛逼挑子见证的 天道互断 老头 你就这点实力嘛 连我护体到齐都破不开 还敢在这里装兵 不陪你完了 是时候该结束游戏了 组长 三圣传来最新消息 那名为张霄的黑衣青年 竟然引出一条大道天恒 朱商又到这家伙入了六品圣人 而且 而且还 继续说下去 而且 还凝聚了两朵大道之花 成为一尊有三朵大道之花的六品圣人 有点意思 呵呵 有点意思 组长 我等 我等该怎么办 那张霄已经放话 若也战不说出我叶家和玄云青爷爷对赌的真相 就要灭了我叶家 击到地兵 事到如今 只有和天书圣地进来几道地兵 和商有道 还有那黑衣小子拼了 不可 那小子据说也身怀骨之大地的神兵 若打起来 我叶家根本承受不住 那怎么办 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我叶家好歹也是天罗圣玉万载骨头 如今落到这般地步 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 你们太过躁了 叶战死就死吧 秘密说就说吧 反正那也不是什么秘密 更何况 我叶家布局这么多年 有朝一日 总归是要动手的 到时候我叶家的名声 也是一样会让人唾弃 这一大事即将开启 我叶家务必要为 那尊大人物的归来铺好路 绝对不能有所损失 照我说的去做 赶紧传令吧 小石七 做得不错 如今你已是凝聚三朵大道之花 对道的感悟自然会更深 而且 你要知道 处在圣人境时 三朵大道之花并不是极限 还有更强的存在 三道花的九品圣人 还 还不是最强的存在 没错 张潇潇有说的很对 三道花的九品圣人 并不是最强的存在 故事上有记载 圣人可凝聚九朵道花 走到道的尽头 踏出更强的自身道法 有开天辟地之能 但 这只是荒谷前才能有的 如今这大事变了 末法时代 一切终将湮灭在岁月长河之中 便是我此消圣地 也没有凝聚出九朵道花的圣人 之前我叶家想夺取原天书 丁策 安东做了些手脚 只不过 这一切都是叶战的建议 若诸位想追究下去 我业甲不过 一切西平顺便 什么 一句话 就将业战给卖了 把锅甩给了业战 这黑衣庆年 竟然毕得业甲回扬 真是太牛逼了 我算是胡了 人家牛逼关你屁事 赶紧开直播360度螺旋吃吧吧 观众还等着呢 什么 我堂堂一批圣人 到头来 竟然变成了一个气子 塞上 师尊 事情一半头 走 我带你回商会看看 等等 小石七 为师醒来后 收了一个弟子 我们一起去探寻 洛云谷地 但是 在谷地中 我被突然传送到了 这天罗盛云 他还留在那里 你有道商会不是 遍布在各个大域吗 赶紧派人去找 我担心他会遇难 我推演天机 发现他命格 呈现出一丝血红色 他可能有血光之灾 而且 已经不在洛云谷地 这样一来 我就无法按照确定坐标 直接用传送阵横渡过去 另外 派人去大天圣域 风雷圣域这个地方 打听打听 如果天心血这小家伙 真遇到蛇 想必是和这几个圣域有关 哼 他们活腻歪了 要是真敢做出这种事 我第一个过去灭了他们 都听到我师尊的话了吧 打探不到消息 你们就别回商会了 是 商圣 师尊 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去找了 好在有道商会 这些分部和总部 有特殊联系渠道 就不需要浪费时间在路上了 那就好 走 去你商会看看 小石七 这些可都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师父 您觉得怎么样 还不错吧 我总算知道 你为啥才三品圣人了 我一看你这写的这些话 就知道你的成就仅限于此 师父 我这可都是治理名言了 这可是我误导入圣经的时候 误出来的 就你这还名言 你瞅瞅 你都写了什么呀这是 什么钱乃万物之机 大盗之根本 大盗之根本是钱吗 还有这句 我爱钱 钱爱我 我喜欢钱 钱也喜欢我 我睡在钱堆上 每天做梦都能笑醒 这什么玩意 当年我在山上教你做师 现在就这么个水平了 还有这句 钱不是万能 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无备 当以挣钱为目标 以收敛钱财为毕生追求 垄断一切 将企业做大做强 你还挺会拽名词啊你 这垄断一切 企业做大做强 这明明都是师父你教的 这么说 为师还得夸你记得很劳是吗 那好 为师今日就告诉你 真正伤之一道的治理名言 到底是什么 这第一句便是 钱不是万能了 是有道商会的 是我商有道的 霸气 太特娘的霸气了 钱不是万能的 是有道商会的 是我商有道的 操 为啥我就想不到呢 我这个人一向对钱没什么兴趣 我都没碰过钱 大殿之中 之前商有道写下来的那一句句误道名言 此刻 竟是如耗子御剑猫了一般 光辉暗淡 道运逐渐消散 求师尊自教 求师尊自我无上商言 悟透商道 那我们就先定个小目标 正他一个意 天啊 是财神爷 真是商圣又悟到了 窝槽 刚才商圣不是已经悟到了吗 怎么他们的又悟了 听这声音 像是商圣的师尊 那我们就先定个小目标 挣他一个意 天啊 这得心怀怎样大气魄 才能说出这种名言 别特娘的废话 赶紧拜拜 赶紧拜拜 这绝对比商圣都要转运 天罗圣狱 无数人在这一刻 纷纷磕头跪拜 默默祈祷 求得张霄庇护 希望来年财运亨通 财源滚滚 一夜报复 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曾经只赚几文钱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还是一无所有的 我也没时间花钱 也不觉得钱对我今天有多重要 我有生以来 最大的错误就是创立了有道商 原本我就是想做点小本生意 天上怎么多了一个太阳 这不是太阳 是一棵参天古树 是一棵通天神树 师尊 我误了 我又误了 商有道张开双臂 身上道则消失 一身修为消散 真正和普通人无异 感受不到他身上丝毫气息 凡天的至上者 皆与天地相容 气息烟灭于茫茫红尘 反扑归真当一 大道藏欲兴而废真身 神交于万法而非一言 唯有大道之简 郭普平素 方才是我被修道者最高的境界 其实我和其他人没什么聊 就是一个普普普通通通的人 就住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房子 也是一无所有 老九没看错人了 这次我们的眼光很好 死死潜力无穷了 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 蕴藏大道治理 宝妙无穷了 随便说一句 就引动天地一下 句句都令人有误到的天理 想不惊动天地 想不引出意向东南 此人对于伤道的理解感悟 以伤有道都要更强 真不愧是他失踪 以我此消圣地圣子 都不遑多让 是啊 圣子三世遇到对手了 此人是大地路上的一个境地 师兄 你没事吧 师兄 他没事 陷入了悟道状态 千万别扰 第四朵道花 为师道也没白费苦心 小时期之前凝聚那两朵道花时 有大道之痕壁武 有因果之力护体 无人敢动 否则既遭天浅 可现在 大道之痕全都消失了 因果之力也散了 商有道这个时候误他 一旦有人出手扰乱天地道德 极有可能让商有道退出悟道状态 轻则大道跌落 重则道心崩裂 修为遗落千丈 希望这个时候 没有人来打扰 否则 我张肖必定踏灭你九度 你敢 师父 师兄没事吧 他的气息怎么瞬间变弱了这么多 有道体内法则混乱一团 现在只能靠他自己来理顺 来渡过此难关 外人如若贸然插手 只怕引起的后果会更严重 莫以为你掩盖了自己的气息 我日后就追查不到 今日 你动我弟子 来日 我会灭你全族 踏平而党 这家伙不在领域范围内 而且掩盖了自己的气息 有道此时 第四朵道花已经崩碎了 如果再不制止 只怕第三朵 第二朵 都会彻底崩碎开 杀 呵呵 我就不信你弟子能度过此节 你 你居然可以压制我的法则力量 中周是吧 我会走一趟 待我找到你们 我会亲手一一葬面 没事 小石七 有为师在 你不会有事 不会有事 以无血为瘾 以无魂为印 以无知灵魂为解 归隐到天 大道法则 现 小石七 挺过来 你就无敌了 别说些让人感动的话 你知道 我也是一向不喜欢的 是 师尊 道友 你这是要 我知道诸位的想法 之前 你们虽说没帮上什么忙 但却已是站在我这边 我不会不领情 这紫霄圣雷巾虽然是大地经文 但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如若日后我弟子需要 还望你们能进来医馆 那是自然 我一定和胜处传达您的话 四位若是不嫌弃 可以加入有道商会 我自然也不会亏待你们 当然 四位随意 留与不留 你们自己决定 快后 道友手段通篇 我等若是不留下 岂不是就太眉眼力尽了 是啊 是啊 我等为小友卖面 很直啊 道友 我等就先去闭关了 对了 这桃珠神术的投影 应该短时间内不会消散 传言上古有桃珠是以伤症的 生出一株由伤之一道的 道玉凝聚而成的神术 不曾想 今日却是得到了他的认可 虽不是实体 但也足以庇护你和有道商会 好好参悟 你会受益匪浅 师父 我知道该怎么做 玄云青 你爷爷疯癫这个毛病 想必是道横受损 道果出现了裂法 想要修补 很难 很难 就算是当时医生都不可能做到 是才有道这家伙的花崩蜜 我还是用自身精血融合道理 外加着桃珠神术的出现 方才将他从死结边缘救了回来 若是你爷爷当初疯掉的第二天 就遇到我 说不定还有救的希望 但现在 希望渺茫 哪怕有不死神药 道天鲜花 也很难救回来 师父 就算有一点希望 我也想试试 我希望你能救下我爷爷 我救他这么一个亲人 放心 我这就让人去找不死神药 全军出击 也得给我找到 难找 不过不是不可以找 除此之外 你还要派人去寻找你大师兄 我推演天机 他现在身处险境 有陨落的危机 大师兄他那么强 绝对不会出事的 这些年 你都没见过你大师兄 没有 我曾经去中州找过小石榴师姐 他在闭关 其他人也各有各的事 我也不好意思地打扰他们 师尊如今你这么厉害 那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中州找他们吧 或许还能帮他们点小忙 是该去中州走一趟 敢动我弟子 我灭你满门 不过 在此之前 还是要尽快找到你师妹天心血 没准 那老小子也有危险 毕竟才是个半生而已 那家伙虽说体内隐藏着很恐怖的力量 但目前境界只有半生 师父 那老小子谁呀 你的朋友 算是个朋友吧 这家伙不简单 体内隐藏着另一尊元神 哎 我也说不清 只是个猜测而已 会长 洛云城灰飞烟灭 那里发生了大战 洛云谷地关闭 不知所踪 有几尊半圣说 大天圣狱 风雷圣狱等几大圣狱的圣人 亲临洛云谷城 打沉了万米山川 抓走了两个人 按照那几个半圣的描述 被抓走的一个女人 和天心血很相似 但不敢确定 继续查 你们是吃钢饭的吗 这点事都查不到 圣人出动那么大动静 你们他妈的怎么就查不出来 我告诉你们 天心血是我师妹 你们要是查不到 以后别想回到有道商会总部任职 公子减半 节假日都没了 听到没有 是是是 我这就去查 行了 别为难你的下属 他们也不容忍 既然知道是大天圣狱 风雷圣狱那些人干的 那就好办 直接去找他们要人就行 对啊 直接就去找他们要人就行 不给就打 不信他们不给 那就甭废话了 师父 走 我们现在就去大天圣狱 我和玄云亲去就行 你需要坐镇有道商会 现在紫霄圣地今出世 叶家也不知在想什么 你之前杜劫时也有其他人拜访 总之 东荒并不安宁 你若是离开 只怕有道商会会出乱子 还是稳一点好 顺便呢 你派人去找你其余的几位师兄 那好吧 师父你一路当心点 要是应对不了 给我传音 我立刻和四尊老圣人赶过去 接下来 你一边随我历练 一边休息圆天神术等进去 我希望 这一趟历练练结束后 你能成为这东荒圆术前三的存在 四 老师 主人成功觉醒第二神剑 恭喜主人成功觉醒第二神剑 无上阴阳混沌体 无上阴阳混沌体 又可称之为繁体 所谓繁天级霸体 可演化世间一切体质 斩尽一切大德 为此界至高无上之神体 哦 此界无上神体 只是单单此界无上而已 没错 和无敌领域一样 仅限于此界无敌 难道说系统创造者在此界之外 那此界之外 一定有比系统更强大的生灵 毕竟 连系统都有可能是他们创造的 肯定会比系统更一天 系统提示 第二神剑 无上阴阳混沌体 属于永久神剑 将会与主人身体产生百分百融合 永恒存在 不会脱离 嗯 照你这意思 无敌领域不是永久神剑 不是 狮子 你你你 才练气境的修为 竟然就有道花光影显化 嗨 这个呀 是老师外挂到了 外挂 那是什么东西 狮子 你真的很奇怪 明明手段那么强 修为只有练气境 是不是在故意隐藏修为 维师修为确实是练气境 而且 维师也是需要修炼 你看 我之前是练气境一层 现在 师父 你确定你这是在修炼 维师的体质比较特殊 所以修炼起来 略微有点小快 你适应下就好了 走吧 再不去救你世界 估计它就凉了 天雷圣城 此刻 城主天雷子正将各方势力竞数招揽于此地 所谓目的 无非就是要将各方势力集中到天雷圣城 好攻打其他圣语 诸位 雷界传下命令 从今天起 而等便是我天雷圣城的护法 只是 所有势力全部清除 所有人只能是我天雷圣城的人 卧槽 城主 拼什么啊 我们现在已经是圣城的麾下 为何还要撤掉我们各自的势力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就日后全都是我天雷圣城的人 各自的势力名号全部换成天雷圣城 圣语多少年来排名都没有变动过 如今 圣语确实想引起战争 这是要拿我们当炮灰啊 怎么办 我不想死啊 不好了城主 圣城外 杀进来了两个人 这种事还需向我汇报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城主 集中一人身着黑衣 面容俊美 和玉珠口中的那位黑衣青年 有积分相似 妈的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你赶紧去通知玉珠 其余圣城正主 让他们过来支援 好 我这就去通知他们一声 天雷子是吧 很好 我也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死 要么对地认罪 你选一个 这怎么回事 是谁在说话 还有这可怕的压迫感是怎么回事 该不会是风雷圣语得罪了什么神灵吧 哼 什么神灵 只是一个人而已 别给我藏头鹿尾 装神弄鬼 赶紧滚出来 哼 你们风雷圣语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落云谷地是我开启 那谷地之物便是我张霄的 我弟子天心雪 也是我的 那你们抓走他 就都得死 这人 我竟然看不透他的底细 怎么 我有种感觉 他只有炼气性的修为 不可能吧 炼气性怎么能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我懂了 我懂了 这是一定是最新流行的一种套路 伴珠吃火 对对对 我也想起来了 这绝皮是个大佬 然后隐藏了自己真实的修为 你 你果然是那个黑衣青年 说 我弟子现在何处 我不知 你是真的不知 还是不想告诉我 老子就算说了 你会放过我吗 呵呵 那我为什么要说 呵呵 既然你不说 那我就只能自己动手了 你想干什么 小儿放肆 你敢伤我们城主 哼 还有不怕死的小提他出头 没有就给我在一边待着 我们狱主不会放过你的 就在张霄对天雷子搜魂的同时 中州大帝 十二路正道门派 唯独滚国海 幽冥神公率领七十二档门门 与之厮杀 十二路正道门派全部遗落 公主 十二路正道门派已全部消灭 我们即日便可启程东荒 这群该死之人 若不是他们拖着 我现在早已到东荒了 传我指令 召集全体摩修 今日就出发去东荒的剑云山 遵命 都收到天雷子的传信了吗 狱主口中的那位黑衣青年 已杀到天雷圣城 我们赶紧去救天雷子 四位城主 不好啦 那名黑衣青年 对天雷子城主搜魂后 就将天雷圣城给毁了 现在已往风雷界而去 什么 天雷子死了 不好 狱主并不在风雷界作证 如果他闯入风雷界 将其中掌控整个风雷圣域的中枢给毁了 风之大道 雷之大道 都会从我们身体里剥离出来 绝对不能让他进入风雷界 师尊 我们直接杀入风雷界 是不是太草率了 每一大圣域都有一个中枢 这个中枢能够掌控整个圣域的道法 以及圣域界力 完全可以将入侵者谋杀 或是排斥出去 让他再也进不来 无妨 如果他真用这种力量 说不定 你会跟紧我 不要拉开距离 今日 无难公幽名 皆是封归来 全体魔修拜见祖师爷 无等魔修拜见祖师爷 这山上到底住的是谁呀 真的是咱们公主的师父吗 废话 公主都说了迎接他师尊回归 你还敢质疑 脑袋不想要了 我们可是魔修 如果这山上住着一位祖师爷 那他岂不是魔道祖师爷了 来了 他来了 好大的手笔 没想到我张霄的面子这么大 竟然你们这般对待 我封雷圣域不欢迎你 现在走 你还能活命 我也给你们个活命的机会 告诉我我弟子在了 然后给我跪下来 磕头认罪 那今日 你就死在这封雷界前吧 那好 既然没得谈 那封雷圣域就灭了吧 若有朝一日 抬手间 如君临天下 凡日月所照 山河所至 江土之内 纵是英雄 全雄 萧雄 尖雄 君不敢服从 这个真容大使 我张霄的名字 便是无上的象征 这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不用白费力情 你破不了我的空间禁 老老实实地待着 我问你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我就不信了 给我破 声音太大 活躁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呢 我的修为怎么没了 废话 我废了你修为 你说呢 放心 你们好好回答我的问题 我或许会饶你们秘密 我从不实验 我徒弟哪去了 还有你封为圣域的御主哪去了 我呸 老子就算是死 也不会告诉你 曹女 还好还好 没有说出来 不然我妈在地球 一定会疯狂打喷嚏 说肯定是那个不孝儿 在外面惹是生非 然后被人疯狂问候他妈了 哎 你刚才对我喊得很凶是吧 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呵呵 其实这个答案很好找 你徒弟身怀寒灵神迈是吧 而且还省天 有很多事 你可以自己想 废话太多 拐弯磨脚 我不喜欢 看到这两人的下场了吗 好好回答问题 我说 我说 你别动我 你徒弟在大天圣域 看且 风雷圣域御主也在大天圣域 具体商量什么事 这就不是我这种级别的人能够知道 总之 应该很重要 嗯 回答不错 我很满意 但我怎么敢确定你说的话全都是真的呢 万一 这是你们故意给我下的套呢 我靠 你刚才说 回答好问题就会放了我们的 你不能这么言而无信 没错 我确实说我不会失言 但我会失言啊 如果你对敌人还手下留情 心怀仁慈 那么死的人 只会是你 这是我交给你的第一堂课 明白了吗 师座 我明白 至于这风雷圣域吗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 御主都跑了 呵呵 那还留着干什么呢 接下来 就毁了这风雷界 将这风雷圣域从108大圣域中除名吧 这就是风雷圣域中书 看上去 里面似乎凝聚着极为恐怖的力量 刚好拿你来度个节 提升一下境界 真不愧是最强体质 无上阴阳混沌体 不仅能引来雷杰 还能将雷杰转化成灵力 呵呵 这以后可以随时召唤雷杰来洗嘴法骨 根本不需要去找那些绝世神药什么的 简直就是修炼作弊器 狮子 你这真的是太变态了啊 雷杰连你皮毛都没伤到 他且 你的气息 蛀蟹九层 整整提高了一个大境界啊 习惯就好 以后这种场面还会更多 接下来 该去大天圣域把你师姐救 之前那家伙说 天心血信天 感觉这话里有话呀 难不成是某位大佬的你啊 爹都挂了好吧 难不成他爹是某个大家族里的人 这都三个时辰了 三个时辰了啊 祖师爷这么傲慢的嘛 我们都跪了三个时辰 他还不出来 公主 道观里似乎并没有人的样子 该不会不在吧 你们在外面等着 我进去看看 唉 还是那么脏乱 也没个人收拾 这样看来 师尊他确实苏醒了 只不过在自己来到之前 已经离开多日了 张霄灭掉风雷圣域后 便和徒弟玄云 倾前往大天圣域解救天心血 与此同时 36位圣域御主 聚集在大天圣域中 他们商讨的是 无非就是成立 36圣域同盟后 谁当盟主 另一件事则是 天心血这个神脉拥有者 到底该不该交上去 36位圣域御主面前 有一封已经打开封印的信 众人也得知了消息 都说说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信上说 这个黑衣青年名为张霄氏吧 这家伙什么来历 就不怕我们各大圣域 对他反击 疯狂报复 能这么轻松 就将风雷圣域灭掉 说不定 他修为比我等都要高 不然 怎么可能一抬手 就让风雷圣域 那五大一品圣人 都跪在地上 难不成 他是一尊九品圣人 亦或是活出第二世的圣人王 这不无可能 但还有一种可能 是他来自无上进去 或是数千年前 数万年前的 尘封在神园里的 无上天交 对呀 这种可能是最靠谱的 否则 咱们解释他如此年轻 就有这般力量 而且还这般有恃无恐 行了 这样说下去 几百年也说不出个是非 所以来 他既然要救他徒弟 那好办 我们现在就将天心血雕出去 到时候 一切后果 就由那些人承担变好 我们置身事外 好 我同意 一个神迈着而已 还不值得和一个 来路不明的人交我 你们什么意思 难道我风雷圣域 就可以这样算了 还是说 你们已经想好 怎么瓜分我风雷圣域了 不愧是东皇五千年来 雷法第一的战神 这家伙的气息 好强 绝对凝聚了 两朵大道之花的六品圣人 他敢灭我风雷圣域是吧 很好 我会教他做人 麻痹 该死的大天圣域 你别让老子出去 不然老子把你祖坟都给刨了 喂 大表哥 你能不能安静一点 你这句话已经说了八百遍了 天心血 跟我们回去吧 卧槽 各位好汉 也带我离开吧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等等 他们是谁啊 为什么会来救天心血 他们身上穿的服饰 好像在哪里见过 圣地 是他们 没想到 这天心血来历倒是不小 竟然和他们扯上了关系 老师 你说天心血 师姐会被关在哪里 问问这圣域的人不就知道 问 问这圣域之人 可是我们不认识人啊 你在这等我几秒 我去去就来 这变态师傅又想干什么 走吧 我知道他们在哪 快快快 快通知玉柱 一名黑衣青年已经将天火城主杀了 正往大天球神老而去 怎么回事 有人敢来这闹事 不会是那小子吧 什么人 竟敢闯大天球神老 天心血是不是在这里面 最后一遍 天心血 在不在这里 我说 我说 道歉 我没那么多耐心 我就说嘛 你这老小子 总会来救我的 天心血啊 他和你不在一起 小雪姑娘本来是和我在一块的 但是 不久前 来了一伙人 将她带走了 什么人 他们是 不行 不能说 否则 因果加生我就惨了 妈的 他们这群狗日的畜生 竟然敢掳走小雪姑娘 我看他们是不想活了 等老子解开自身封印 像大天圣玉这种垃圾地方 我客们的一巴掌 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 走吧 去问问那大天圣玉柱 他们会说的 玉柱 不好了 天火城主被一名黑衣青年杀害后 就往大天求神牢去 玉柱 不好了 天牢被破了 什么 真的最大了急 千刀万挂都不足以平息我的怒火 风雷云 你什么意思 不是我干的 在长城 只有你一个人能发挥出如此恐怖的雷道之力 不是你 还能是谁 风雷云 你是不是想趁机 灭了我大天圣玉 亦或是灭掉其他圣玉啊 放屁 老子敢做敢当 不像你这种笑里藏刀的狗东西 我脑子有坑才会用没劈咱们的大点 我自己还在这呢 你敢知道我出手的气息了 喂喂喂 你们这三十六个狗东西 哥们的给老子滚出来 出去看看 到底何人吟吟狂吠 敢骂我们是狗东西 喂喂喂 你们这群狗东西咋还不出来 也都特难的等累了 再不出来 小心我把你们的大点都给占了 你是什么人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知道我们是谁吗 敢骂我们 你是不是想死 让我死 你特么的算个什么东西 来来来 都给我站好 一字并排 等我删你们的脸 你和天心血是一起的 说 是谁将你救出来的 让他给我滚出来 嘿嘿 你也陪让我家老弟滚出来 你特么算个什么东西 见了我家老弟 你需要磕头跪拜 匍匐迎接你知道不知道 一个败胜 还敢这么嚣张 这是我今天见过最好笑的事情 没有之一 四八你 是谁 他说让你们站好 你们就站好 不许动 装神弄鬼 滚出来见我 小子 你居然出来了 那就把命留下来 哼 这部气势 是那三个老家伙 没想到他们还没做话 他们手里拿的那件法器 这是古圣兵 这是古圣兵 据成 虚空大帝悟道入圣时 以自身道运地凝聚出一件圣兵 这件圣兵一直陪伴他到准地之境 方才分崩离析 散落在天地各处 这大天圣域想必是得到虚空大帝古圣兵的一脚碎片 将其炼成这件法器 这下有意思 这可是掌控空间道法的大帝 除非这黑衣青年修为能达到大圣境界 否则 根本破不开虚空大帝的古圣兵 三位祖老 大天圣域正在遭受灭顶之灾 是这个黑衣青年 要灭了我大天圣域 风雷圣域已经被他灭了 此次来路不简单 长得还不错 但修为便是弱了些 能灭了风雷圣域 证明你有点手段 莫非你是哪个无上禁区的人 亦或是尘封数万年的圣人 你们别管我是谁 道义夫今天必死 大天圣域今天也必灭 你们三个既然已经出来了 那就站吧 别让他靠近 保持一定距离 卧槽 怎么遇到了这么谨慎的三个老家伙 难道他们看破了自己领域 喂 你们三个拿着古圣兵害怕我 不是要杀我吗 来呀 不来的话 那我就杀了这道衣服了 还不出手吗 住手 既然你求死 那我就成全你 那就让我看看 你能否杀我 小艾 跺入不尽虚空之中吧 空间舒服 竟然把这一方空间全都给剥夺 第六技能觉醒 时间灵种 这下有意思了 好在我这第六个技能及时的来 张霄手指一点 时光倒流 幽黑冰冷的虚无空间 变成了漩涡状 飞速旋转前 然后急剧倒退 无数光影飞快向张霄身后倒退 变化到十几秒之前的样子 但变化的仅限于张霄周身万米领域之内 这是怎么回事 它不是被吞噬了吗 怎么会出来 你们发现没有 它的气息波动 仅仅只停留在它周身的万米之内 还有它刚才的周身时间 似乎是回到了十几秒之前 但是我们不受任何影响 而我们现在和它的距离差不多万米左右 你的意思说 它的神通仅仅只能在周身的万米之内施展 而一旦离开万米的范围 神通就不起作用 什么 神通只限于万米之内的范围 怪不得 怪不得这黑衣青棉的修为只是助击镜 原来如此 操 那也就是说 在万米之内就秒杀一切 这什么操作 我说这小子为什么修为只是助击镜 但战力却这么厉害 闹了半天 是因为某种特殊的手段 这 师尊他 什么手段竟然能在万米之内堪称无敌 太离奇了吧 你说的没错 我确实只能在万米之内无敌 可那又怎样 我周身万米可镇压一切 杀儿等如杀鸡 可你们 能动我一根毛发吗 你们不能 长坑 我等不住你的领域 你也杀不了我等 呵呵 是吗 那现在呢 什么 这是什么身法 怎么感知不到空间诡计 都好 快走 想走 晚了 现在 该你们了 我早就警告过你们 不要动我的东西 但你们不听 我要让这东方知道 我要让这四海八方知道 我张霄的东西 不是谁都能随便碰 碰了 那就要付出相应的代理 师尊 你怎么没问师姐被谁给劫走了 他们不会说的 问了也是白问 那师尊 我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将这三十五圣域从 一百零八圣域中重灵 再去前往天仙山 拿雾道补茶叶 而张霄不知道的是 在此之前 东荒一百零八圣域圣子 纷纷赶往天仙山 开启了五年一次的东荒天骄剧 所谓的就是这乌道补茶叶 这不可能 开什么玩笑 谁能灭了我风雷圣域 我大天圣域怎么可能被灭 谁这么大胆 难不成是九大圣帝出手 为什么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单单我们三十六个圣域被灭 这他妈到底是谁干的 这时 山下传来的动静 只见大江之上 一夜偏周自袭来 而等见我张霄 还不跪 过曹 这谁呀 抠气挺狂啊 他赶上我们跪营 疯了不成 不贵是吗 随着张霄落在江边 万米之内 无数生灵 在这一刻 上半身猛的一坠 栖栖栖跪地 面朝张霄 仿若朝圣者一般 低头不起 什么 我怎么会给他跪下呢 刚才那一瞬间 我仿若感受到 一只天地大手 按在了我的身上 这黑衣青年是谁 好恐怖 好可怕 好好跪着 不要起来 不然 我不敢保证 你们还能好好活着 发生了什么 怎么那些人 都跪在了这个 黑青年的脚下 不知道啊 场面太壮观了 君临天下啊 这是 哼 他 他特么的 看向我们这边呢 不好 我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就 凡 无知所望 皆为无知领地 凡 无知所示 君莫敢不臣服 普天之下 莫非王府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从此刻开始 从三十六大圣 灭掉的那一刻开始 这东方的天下 我张霄要九十九 拦我者 接杀之 张霄没走出一步 就有一大批修道者跪地扶手 他们眼中除了精疑 便是恐惧和绝望 他们不管试了多少种方法 都无法挣脱这空间进口 山下发生了什么 怎么所有修道者都跪在了地上 那黑衣青年是谁 为什么他没走一步 就会有一些人会在他的脚下 黑衣 黑衣 黑衣青年 他是那个黑衣青年不成 不知道 我等从未见过 哼 来者之人 见我等圣子 须双手扶地 磕头在地 一步一驱 心境神城 如见仙灵 你是在让我跪下 不是你 还能是谁 你乱我盛会 该死 这就是传说中那一株青年牙藏天 看来 自己这个老对手 这些年也没落下多少 哼 你要我死 我肯定是死不了 不过 我要你死 你不得不死 狠狂妄自大 就凭他也敢和青年圣子这么说话 此次是不知道怎么写的 三十年前 青年子就能凭借一株万古青年 斩杀三尊六品圣人 会知道他现在有多强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杀我 下去 我说了 我要你死 你不得不死 这 这 青年子他 他死了 死了 一点气息都没有了 一直 就一根指头 就把青年子给杀了 这黑衣青年好恐怖的实力 太可怕了 来者不善 来者不善啊 我们是不是要先走一步 站住 空间禁锢 这是空间禁锢 我没让你们走 你们怎么能走 岂不是太不把我张霄放在眼里了 小儿 我们今日必定将你斩杀女子 呵呵 这回这小子死定了 三位神体同时出手 试问东荒谁人能挡得住 就算是圣人王静强者 都不可能轻松接下三位拥有神体的攻击 更何况他三人已经是半只脚踏入圣人王静 还有神体和补圣兵的加持 这 这怎么可能 呵呵 神体 就算是圣体又如何 在我张霄面前 不过是小小楼一把 我这一台手 就算是大帝也得跪倒在我面前 怎么可能 你怎么可能说一句话 就让我等神体封面 你到底是谁 毁我神体 此仇不共戴天 我杀了你 杀我 你配吗 去死 暗中窥探 找 我知道 你们那有误道古茶术 有沉睡之人 但我张霄不惧一切 等会 我就去收了你们误道古茶术 小贝 莫要猖狂 自有人能治你 这家伙要去深处采摘误道古茶叶 那古山深处可是东荒的一大禁地 里面更是有圣境之上的古老沉睡着 就算是九大圣地 也不敢扬眼敢进入禁地采摘误道古茶叶 难不成 他是大帝 完了 今天死定了 我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给我弟子帮陪练 练得好 我就放你们离开 师父 我和他们对战 可我的境界才是通玄境啊 这些可都是圣人境 无妨 我会压制他们的境界 而你 动用元术 自然能与他们一战 现在看来 想要脱困 唯有擒住他弟子 威胁他 然后让他放了自己 这位姑娘 恶王愿意来陪你练两手 没想到吧 我是故意给你们演戏的 现在你弟子在我手里 放我离开 他才能活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怎么没了 你竟然真的能压制我的修为 我说了 但你不照办 那就没有活着的价值 包括你们 既然不愿意陪练 那就都去死吧 没事 等回去了 让师兄师姐当你的陪练 实在不行 老师还有两只妖兽 可以当你的陪练 你在这稍后片刻 为师去古山深处 拿点东西回来 那小子呢 师尊说 他去深处取点东西 深处 什么深处 卧槽 误到神山 这小子敢去误到神山 这可是特南东荒禁地 进去者 实死无生 你真的确定实死无生 卧槽 误到古茶叶 这可是古之大地的 经去灌溉而成的不死神药 你真的拿到了 拿几片叶子有什么难的 好了 先回天罗圣域 估计商有道这小子 拆使的办的差不多 师尊 您回来了 打听的怎么样了 还在打听 不过 我们现在有了武师兄下落 老五 有他的消息 在哪 不 我们只是打听到 武师兄他来过一趟东荒 去了玲瓏圣帝 之后 就彻底消失不见了 玲瓏圣帝杀了老五 不知 我不敢确定 再者 也不一定就真的是武师兄 心上只说了背着一股情 也不太敢确定就是师兄 那简单 去玲瓏圣帝问问就好 圣主 最近 东荒发生了一件大事 一个名为张霄的黑衣青年 搅乱东荒安宁 斩杀了108圣域的圣子 更是灭掉了36大圣域 现在 除了九大圣帝之外 所有人都在搜寻他的下落 哦 东荒何时出了这么一个人才 是他一人做的事 回圣主 都是这张霄一人做的 他有一种特殊的手段 万米之内 他能主宰一切 无敌之体 难道是哪个 无上禁区的传人 传承有古老的神通 无敌的神通 圣主 反正和我们无关 他也不会来我们玲瓏圣帝 管他作甚 圣主 如果此人真的有如此实力 那我们圣帝帝兵 岂不是有希望破除封印了 圣主 圣帝外有个叫张霄的黑衣青年 说要见您 哦 真是说啥来啥 如若他真的有这实力 能让我们玲瓏圣帝 不再受其他八大圣帝欺压 追随他也未尝不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带他见来 是 圣主 圣主 此番前来 是想知道你们玲瓏圣帝数百年前 是否来过一个背着古情 天生六指的青年 哦 你为什么要找这个人 他是我的弟子 如此说来 你是他师父 没错 我就是六指情仙 一水寒的师尊 你找他有何事 杀他 杀他 他是我弟子 我为何要杀他 六指情仙 哼 你弟子也配教仙 如我弟子 若你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不介意让你这玲瓏圣帝从世上消失 有无敌领域的张霄 进入玲瓏谷地深处寻找第五个徒弟的下落 并答应玲瓏圣主化解玲瓏圣帝魔化的帝兵 张霄在面对入魔的玲瓏帝兵时 一去高山流水 一取纵球皇 轻松将入魔的帝兵固化 刚才 我只是为了试探 你对你徒弟的态度 现在看来 你的确是他师尊 那好 我就把他的消息告诉你 两百年前 我圣队发生了一场劫难 玲瓏仙子留下的古地兵 仙玲瓏 出现了诡异的波动 成千上万的玲瓏弟子 在一夜之间全部魔化 没办法 我们只能动用玲瓏圣帝的秘法 将仙玲瓏运在了玲瓏谷地的最深处 于是我去中州寻到了易水潭 我和他做了笔交易 如果他愿意度我玲瓏圣帝 那我就帮他入圣 给他地精参悟 他答应了 你们圣帝的劫难 难道和易水寒有关 哎 玲瓏仙子成帝之前 深爱的男人被人杀了 后来 玲瓏仙子差点入魔 无尽了那个家族 直到他悟到成帝后 天将仙玲瓏 但仙玲瓏上也留存着玲瓏仙子的怨念 而想要消掉这怨念 就必须会一个擅长乐理之道的人 演奏出最好听的乐章 唤醒他们之间古老的爱情 以此来消除玲瓏仙子的怨念 所以 你们就找到了我徒弟易水寒 来帮你们渡过此间 没错 他深入谷地七天 当他出来时 浑身上下缠绕着黑紫色绳索 古琴出现了很多裂痕 他只说了句 不行 之后便离开了玲瓏圣地 他离开的时候 我发现 他额头上出现了一个印记 那鲜玲瓏的印记 上面散发出极其可怕的死气 这么说来 只怕易水寒 这小子还真是沾染了什么不小 圣主 我们现在就去谷地看看 张公子 此处就是玲瓏谷地 地兵就是封印在谷地最深处 好 那我下去看看 张公子 我有一事相求 一记告知我徒弟易水寒的消息 这份恩情我张霄铭记在心 说吧 我张霄能做到的 就绝对不会拒绝 公子修为通天 希望公子能助我玲瓏圣地度过此劫 我玲瓏圣地愿意生效忠公子 好说好说 区区一个地兵而已 举手之劳罢 有道你跟我一起下去看看 正好还锻炼锻炼你 圣主 你说他行吗 不知 听到什么声音了没有 听到了 像是心跳声 这上面有字 师尊 别找我 我会杀了你的 这字体 是易水寒那小的 而且 上面还有圣域 看来老五在这里感应地气 或者说是 接受了地气的义里道运 进而悟到路上 确实是五师兄的字 但五师兄他什么意思 他为什么要杀了师尊你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 因为我们不知道 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应该能在门后寻找到答案 没看出来发生了什么不祥啊 明明很正常啊 这是他的假象 现在再看 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妈呀 我知道你为什么发生不祥 如果你愿意安静一下 听我说说话 或许我们可以不用一战 你若是想和我一战 只怕整个玲珑圣地都会灰飞烟灭 你创立这玲珑圣地 就忍心看着自己的后人被你所拖累 你这么做 只怕你深爱的人也不会同意你这么做 其所不欲物是于人 你懂这个道理吗 起来 世尊 你这是要 一曲高山流水 知音难寻 一曲凤求黄 来生再续 我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玲珑圣地 这是你一手创立的 这是我一手创立 但我也可以一手毁灭 这缕直面 是我数十万载的月面会聚成另类地神 换而言之 我现在是黑暗玲珑仙子 热灵成仙 糟糕 仙玲珑复苏了 地际魔法了 诸位 速速退散 十万米外不要踏入 我来应对 所有人 速速退出十万米 不得踏入 我说过 你杀不死我 除非你将这地击毁了 玲珑圣地我保定 玲珑地气我也要定 你这怨灵仙 还是散了吗 什么 怨灵仙 竟然真的是怨灵仙 传言 玲珑仙子悟道 踏入地境后 将自身怨念封印 在仙玲珑中 没想到时隔数十万载 这怨念竟然另类成道 变成了怨灵仙 这战力 可以和古之大帝相比肩了 渡化 不 不 怨念成仙 就玩意 想必和神之念 师姐仙是一样的 成功呢 成功了 成功了 他真的做到了 玲珑圣地活了 玲珑圣地活了 这尘封了数万载的地气 终于重见天日 终于恢复如初 我玲珑圣地 也终于能重新踏入 最强圣地的行列 张公子 从今往后 玲珑圣地愿为公子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举手之劳罢 圣主 还有要是在身 就不多当的 若日后有机会 那我再来拜他 圣主 天书圣地求见 天书圣地 难道是之前的动静 把他们引过来的 天书圣地 张公子 怎么了 没什么 之前和天书圣地 有点过节目 那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一起 见见这天书圣地 薪酬旧账 也该算一算 天书圣地 天书圣地是真的完蛋 我谁不好 偏偏惹上张霄这个卦名 一次简单的试探 怕是要连累 八大圣地全部延灭 我等见过圣主 来人一袭黑子玄迷 脸上的笑容 看上去 是因为 注意到这个细节的张霄 微微秘 你们来干什么 我等感受到一股 极为可怕的波动 担心你们这里会出乱子 特意赶来援助 不过现在看来 你们已经做好了一切 有病是不是 你这一脸嘲讽的笑容 是几个意思 这两位是 老子是你爹 敢特么地嘲讽我 看我不打的你妈 都不认识你 神经病了 老子没招你惹你 你特么就对我动手 真以为你云野好 欺负不成 你还是老实挨打比较好 嘎 嘎啦 陈护法就这么嘎了 你们敢杀我天书圣地的人 扩散 我张霄就在这 现在就给我回去搬救兵 让你们天书圣地来杀我 我倒要看看 你们天书圣地 有没有那个使命 糟了 杀了天书圣地的人 天书圣地一定会找我们算账的 怕什么 你们忘了张公子 已经帮我们拿回地气了吗 不用害怕 只要我在玲珑圣地一天 他们天书圣地 就别想踏入玲珑圣地半个 我给你们三个时辰 滚出玲珑圣地 若是三个时辰之后还没走 亲自送给上 骑齿大辱 真是骑齿大辱 落户法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那 那个黑衣青年可是说了 如果我们三个时辰 不搬出玲珑圣地的话 他就要图了我的 哼 八大圣地都在 他还能让所有圣地都滚出去吗 我倒要看看 他有没有本事图了我们八大圣地 只要他敢出手 他和玲珑圣地 就输我们八大圣地的功底 我就不信他能看得住 八大圣地的围杀 落户法 我认为我们还会及时的 卧槽 这是怎么回事 难不成是那黑衣青年施展的术法 走 迅速通告其他八大圣地 就说玲珑圣地有人想要灭掉我们 我们反击 乐 落户法 用不用通知圣地 让其他人过来援助我的 援助 必须援助 这个人手段有点厉害 我们不能傻愣愣地当炮灰 必须让圣地的人过来援助 很快 天书圣地就收到了消息 玲珑圣地的地气不是发生不祥了吗 是啊 这地气尘封在最深处数万年 咱们今日竟能复苏 而且 这地气据说不祥全都消失了 没有半点残留 他还放话说 要让我们八大圣地全都撤出玲珑圣地 三个时辰若是不撤出来 就灭了我们玲珑圣地 太特么的狂妄了 这种人该杀 该死 我请站让我去杀了这个不知死活的小儿 我天书圣地 出力东方数十万才不倒 从未有人这般对我等放下狠话 若是我们今天人了 岂不是让外人觉得我天书圣地不行了 是 必须杀了他 顺带灭了玲珑圣地 传我之令 天书圣地 全部进入悲战状态 圣主 我当且战 战士一定要战 但不能打头阵 只有耗尽此人所有的力量 才能做到一击必杀 通知一百零八大圣地 就说那杂杀他们圣与圣地 灭掉三十六大圣地 黑衣青年 在玲珑圣地之中 我天书圣地 将拿出一件地灵 十万精灵丸 悬赏那黑衣青年的人头 我倒要看看 他这次散逃的出天窝地 另外 告诉中中那些正道松明 就说消失已久的魔道者 是一人出现了 圣主 我们天书圣地 难不成就坐在后方 看他们 你说呢 我们天书圣地 只在关键的时候来出场 再者 这黑衣青年也不是一般 就让这些人打得狂阵 把那黑衣青年的点灵 给耗光了 届时 我们天书圣地在出场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 为什么你体内的血脉 和我的血脉 能产生感应 拥有无敌领域的张霄有多强 就连八大圣地齐出都不是对手 就在刚刚 天书圣地 绑倒了张霄的土地天心血 并扬言 以一箭击到地兵 悬赏张霄的人头 却不知道 这会给他们带来灭力之灾 若是我师尊知道你囚禁我 他会杀了你的 你师尊 你师尊马上就是一个死人了 放屁 我师尊天下无敌 天下无敌 我早已经从你师尊的记忆里 知晓了他所有的手段 修为无敌 可以点画万无是吗 可以空间禁锢是吧 可以让死人附身 这绝对不是这个星球上能有的手段 这是来自宇宙星空深处的那些古星上的手段 咪 咪 咪 呵呵 另外 我会让你师尊亲眼看着 你这一身的神脉 全都贡献给我 祝我登顶圣人马 祝我凝聚大道仙台 我要让中周 我要让东荒 我要让西天 碑木 南云 全都知道 我陆长寿才是此界 唯一的之强者 三个时辰 108圣域就知道了所有的事情 整个东荒震动 惊奇横空 战古没练 一尊尊五妖野兽 实力之强 令人心惨 都被各大圣域牵出来 装上战甲 准备杀象玲珑圣帝 张笑 那个黑衣青年就叫张笑 没错 据天书圣帝传来消息 这张笑乃是中周魔道祖师爷 培养了一群魔道中人 弟子很多 呵呵 我就不信 他弟子再多 能比我们的人多 108圣域都动了 就算是天书圣帝 我们都能给他掀翻了 哈哈 天书圣帝的小心思 我瞪自然之小 但眼下 最要紧的是 是杀了那个如我圣域的黑衣青年 若是有弟子来救他 我们就连他们弟子一起杀 阵法宏图 在苍穹下 抵抹而出 铿锵作响 争名可怕 杀向玲瓏圣帝 与此同时 张笑习带玲瓏圣主 商有道 来到天书圣帝的铸扎之地 哈哈哈哈 不知圣主造访 所为何事 哼 装风卖傻 这神火的气息 我那手下是你杀的 可恶 我和你拼了 既然没走 既然你们这么喜欢玲瓏圣帝 那么 你们就永远留在这儿 三个时辰到了 难不成 这个黑衣青年 这个玲瓏圣帝 真的打算灭掉我们八大圣帝不成 他们就不怕八大圣帝联合起来 将玲瓏圣帝灭了 想让我们都撤离出玲瓏圣帝 吃人说梦 他算个屁 也特么的敢这么和我们天拳圣帝说话 他想用威胁让我们撤离玲瓏圣帝 我只能说一句 道歉了 哼 你们 你们想干什么 敢对我们动手 我天拳圣帝来预定会百倍奉还 国造 我赐你 九色神火焚烧之死 快逃 快回去 禀告圣主 那名黑衣青年向我们圣帝宣战了 师尊 不能让他们逃了 我来杀他们 不用你杀 雷来 雷动走天 我 我靠 不好 你弟子在里面 放心 他没事 伤有道可是四道花七品圣人 能抵挡得了这个雷体 抵挡不了也没关系 到时候把他复活过来就行 要是能活下来 那更好 早点没劈 说不定肉身 境界还能提升几 死了 死不了 好浓郁的生命之气 这让我等体内的生机增加了不少 我的天 这些碧绿光丽蕴藏着极为可怕的生命之力 能增加我等寿源 张少侠 你这是什么术法 相信你心中早已经有了答案 死而复生 师尊 我复活了 没错 这次被雷劈 是不是气息变强了 对的 似乎要凝聚第五朵道花了 好了 等事办完了 你再好好地修炼 现在 我们还是赶紧去办正事吧 八大圣地 全军覆灭 这样做 八大圣地自然不会平息怒火 那我们接下来 该怎么接招呢 我来应付就好 你无需担心 圣主 一百零八圣域一动 似乎 要杀向我们玲珑圣地 一百零八圣域全都来了 是 据说 天书圣地还将地兵赐予第一圣域 让他们来截杀一位黑衣青年 这下我们该怎么抵挡 我们玲珑圣地可是有大地阵法 他们人多有什么用 大不了 灭了他们 东荒时局稳定了上万年 是该动一动了 一百零八圣域全都来了是吗 那就杀 这一百零八圣域不小 我张霄就成全他们 信吗 生命禁区生灵 入侵玲珑圣地 就在玲珑圣地即将覆灭之时 拥有无敌领域的张霄出手了 大战一触即发 而就在刚刚 张霄的十六徒弟也在赶来的路上 公主 一百零八圣域已经出洞 伪杀向了玲珑圣地 所有人即刻横渡虚空 赶往玲珑圣地 天书圣地这笔照我们先记下 谁敢伤我师尊 我灭他满门 走 在张霄灭掉这些圣地的驻扎之地后 玲珑圣地上下 纷纷在为接下来的血战做准备 师尊 这可是一百零八圣域啊 你现在怎么一点都不慌难 好久没打架了 正好活动活动手脚 不行 不能这么坐以待地 我把有道商会那些人给喊过来 死一个也是死 那他们做个垫背也是不错的 你要一个人抵挡一百零八圣域的来发 做好防御准备吧 我的道路 是求长生 不是一个人的长生不死 而是所有人的举世飞生 而这一步 从东荒开始 我说过 这天下 我张霄要九十九 东荒的天下 你想要九十九 你也配 你一个半死不活之人 也敢在我面前说我配不配 何人来伴我玲珑圣病 好强大的气息 我若不配 则天下人皆不配 你真正的实力 你应该就不是圣剑 你只不过是特殊的手段罢了 果然 你用的手段 不是磁解的手段 既然知晓你的手段 杀你就好办过了 好可怕的怪物 若是他的攻击落在圣地 只怕颈刻间 就会灰飞烟灭吧 张公子能抵挡住吗 世尊 你没事吧 发生什么事了 无妨 你们两个离我近眼 不然 我保护不了你们 犯我玲珑圣帝 切莫嚣张 弄皮蛋给我 否则我踏灭玲珑圣帝 你想要啊 不好意思 我还偏偏不给 不给就死了 你现在应该因为某种原因动弹不多了 只能这样出来下舞一下舞 还真当我张霄是下大的 师尊 师尊他忍了 师尊 你 你怎么就干了 闭嘴吧 张霄他死不了 我还能感应到他的气息 小辈 大夫把你自己 就是你的死记 这些人的灯火总是再去一次见反射 再踏上一次星空的怒火 要寻找那些狐星来杀你 玲珑圣帝那绝顶大能出手了 不是圣帝 可能是无上禁区 玲珑圣帝竟然招惹了无上禁区 看这阵仗 莫非是玲珑圣帝沉睡的老怪物也出现 这些老怪物一旦解封 那他们的寿源就会瞬间游进灯窟 哦 他好像知道我实力的来源 星空古路 莫非是跟系统有关 看来得尽快地提升自己境界 现在驻基九层 体内对上次雷结的能量吸收得差不多了 师尊你竟然没死 那真是太好了 你就不会说点好的 来找你的是谁 我能感觉到这深渊裂缝中的气息很强 甚至达到了圣人王的境界 圣帝更不会有这种虚空大裂缝投影的手段 想必一定是无上禁区 这番前来的是神允禁区 而他们所为之时 便是我手中这枚血弹 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 这煤弹不属于此剑 应该是仙界掉落下来的遗物 能孕育出神兽 而且里面的法则倒运和此剑不许 说不定能够凭借这煤弹中的法则寻找到仙界的入口 先 我们这下是不是有些麻烦了 这108圣语还没打完 就又来个神允禁区 不怕 我再便无人敢来 此剑名为九星龙 何人敢在其放肆 无极到场 敢打扰五等沉睡 当杀 我只是来悟到 疗伤不会多有打扰 之前一见 是想让你看看 我有没有进入死地的资格 在这里 你是无敌的 我也是无敌的 我说过 我只是来悟到 我只是想救我自己一命 不是来打架的 什么 这柄黑剑为何会出事 无极那小子镇压此剑数十万年 今朝怎么会出事 我曾数次想沟通此剑 但却毫无反应 今日怎么会 难不成是刚来的那个黑衣人吗 得到此剑的认可 极有可能正道成定 出手 夺死黑剑 气死我了 还选择他 哪怕你和他融合 也拯救不了他 这是他的命 这就是他的宿命 我已经从他身上 嗅到了一丝可怕的因果 他就算是寻到不死神药 也活不下去 道法崩断 道过湮面 道根不生 真的在这里 这把剑真的在这里 无极剑胜当年一剑痕断体 感断一切因果 却不想 遭到天前 受人无度 跳入无极深渊之中 却得到了这柄黑剑的认可 心脏被刺穿 从此与黑剑共为一体 呵呵 小子 你最好放弃吧 这数十万载 也不是没有人来过 也有人得到这柄黑剑的认可 但最后无一例外 都死在了与黑剑相容的这一步 低头看看你脚下吧 这道场原本是金黄色 但现在却是变黑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这道场上洒满了 无数天骄的黑血 看到的那一具具 白骨骷髅了吗 那些都是死在这的天骄 你也将和他们一样 注定倒在这无极道场 师尊曾和我说过一句话 我永远都不会忘 师尊说 无知一生 从不信命 你既然要超越无极剑圣 那你就要比无极剑圣 做出更匪夷所思 惊天动地的大事 无极剑圣能破后而立 能死而复生 我青山种 也一样能 你要吞噬我的寿元 除非你和我相容 我不会被你所支配 而你还要被我支配 我的剑道 不会泯灭人性 不会泯灭情感 因为我是青山种 你还妄想挣脱此剑的控制 如若你沉浮于此剑 或许你还能成为 下一个无极剑圣 他成为不了无极剑圣 我等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继续沉睡 让他自生自灭就行 我之前吃过一株不死神药 肉身几乎不会毁灭 你是不会敢灭我的 破损的剑刃 破损的意志 回首往昔 更进一步 且随疾风前行 身后无须留心 只因无虽浪迹天涯 却未迷失本心 扑而厚烈 年轻人 你很不错 如果你继承我的意志 我也算是含笑总权了 可惜啊 无知意志 没有人能够继承了 不过 你如此踏出自己的剑道 我也很高兴 我人族也能出现一位 比我还强的剑道强者 当真是人族之姓氏 希望日后大劫降临 你能为人族贡献出一点力量 不要想我泯灭人性 为了正道成帝 只能将多余出来的人性 封存在无极道场之中 既然如此 我就祝你一地之力吧 这黑剑有古怪 不过 你若是降服 对你日后悟到有着莫大的帮助 只有七天时间炼化此黑剑 到时候 无极道场就会崩溃 深处沉睡的那一尊尊古老生灵 就会感知到我的存在 对我出手 这是怎么回事 是师尊出世了 不 这股熟悉的感觉 是大师兄 大师兄怎么会 怎么会遇到危险 公主 玲珑圣帝就要到了 传我之令 全员备战 是 久闻玲珑圣帝大名 今日 我等终于来死第一堵圣帝风景 只不过 这圣帝的风景 很快就要毁于一旦了 想毁了我玲珑圣帝 那也得看 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 东皇沉寂了这么久 是时候该让这格局变一变了 我等一百零八圣帝连妹而来 我看你玲珑圣帝拿什么阻挡 今日我便要尝尝玲珑圣主 扩葬 是你 是张霄 就是他杀了我们一百零八圣帝的圣子 他刚才竟然一招杀了第三圣帝的御主 天啊 他的实力该有多强 所有人节诊 愿离此人 保持万密距离 他的手段 就仅仅只能杀得了万密之内的人罢了 用阵法 圣兵 将他控制住 干扰他的法则波动 你们这些古圣兵看来是不想要 凝聚阵法 将他彻底禁锢在此处 然后战杀 既然你们没那个真心实意投降 那就别怪我等灭了你们玲珑圣帝 就凭这个黑衣青年可保不住你们 商有道 你的有道商会已被我等覆灭 不要再苦苦挣扎了 你说什么 你们灭了无有道商会 你当真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和这张萧的关系 魔道祖师爷这个称呼 倒真是让人挂目相看啊 什么 魔道祖师爷 张公子竟然是中州那个大魔头 这 这怎么可能 张公子怎么会是魔道祖师爷呢 可是 明明是这尊魔头保护我们玲珑圣帝 魔道又如何 张公子所为之事 尽皆光明磊落 可不像而等正道之人这般虚伪 我是不是魔道 我自己清楚就好 别人的眼光 我张萧从不在意 既然你们不想要补圣兵 那就都毁了吧 我就不信 你能毁了这些圣兵 区区仿制品而已 便是真正的帝兵来了 我张萧都不放在眼里 给我灭 我尼玛 圣兵竟然被一个响指捏爆了 六 果然 他万米之内几乎无敌 幸亏天书圣帝提醒了及时 不然 我们这些圣语狱 就是刚才那些圣兵的下场 是时候祭出那件帝兵了 我等纵然是耗费所有抵约 今日也要杀掉此人 你 这上面有空间法则 空间禁锢困不住它 那就给你尝尝时间静止 就让我来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时光法则 刚才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刚才有骨波动 让我仿若陷入了 无尽轮回的时空场合中一门 掌控空间 时间 这家伙到底是谁的船人 开什么玩笑 这你妈可是一件帝兵了 竟然徒手就接住了 怪不得天书圣帝让我等 不要掉以惊心 原来如此 想必他的手段之强 只有天书圣帝这件帝兵能够应对 可是 帝兵现在被他握在手里 无妨 这件帝兵 天书圣帝可是下了尽致 不单单是你们看到的那样 两道帝兵相撞 你位于重心 就算不死也会重伤 圣主 你疯了 你放出仙玲珑干嘛 这不是害我师尊吗 无需担心 还会我玲珑圣帝秘法 仙玲珑会护住他 系统受未知手段干扰 即将进入沉睡状态 请速度小心 这帝兵之上 竟然有外界的力量 能干扰到系统的波动 难道这帝兵 并不是此界之物 这下只能靠我自己了 此人领域已破 全军出击 灭了玲珑圣帝 有我在 谁也别想踏入玲珑圣帝 一想而已 你真正的实力 不过只是筑击九层罢了 能够凭空引动天地一向 我对你的秘密是越发好奇了 张公子 竟然只有筑击九层的修为 只有筑击九层又怎样 张公子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不能萎缩在他身后 你没事吧 没事 我还能站 哪怕我的手段现在不能用 不是他们能杀过来的 嘿嘿 你空有异象 哪怕这异象能够对我等到运 法则进行压制 可实力呢 你终究是个废物 和他废这么多话作甚 杀 接下来我们并肩作战 就凭你们几个 别想阻拦我等 玲珑圣主 做我的女人 我可以饶你一命 不要废话 先请助他们再做决定 这一战过后 灯荒将在无玲珑圣地之名 大事已到 天地动乱 谁能俯瞰这苍茫红尘 你们死定了 没有人能救得了你们 除非上天有奇迹发生 这 这是什么 好熟悉的气息 难道是 图尔小三十六 拜见师尊 检测到地兵干扰消失 系统苏醒 请问宿主 是否开启无敌领域 武胆摩羞 恭贺祖师爷 踏入圣人王 你敢信吗 沉浸万年的末法时代 竟然有人一天连破酒不进去 就在刚刚 玲珑圣域遭遇生死危机 关键时刻 幽冥神功赶来相助 而此时的张霄 察觉到了地兵的命 无敌领域恢复成功 请主人及时灭掉 天狼效悦这件地兵 我发现 这件地兵之上 有不属于这个卫面的力量 能够干扰到系统 难道说 其他卫面强者 已经开始渗透这个卫面了吗 是的 主人 无敌领域 只能此界无敌 而且 无敌领域也不是永久神迹 主人必须快速突破之地境 届时才能征战星空古路 来者何人 今日我圣域必将灭掉玲珑圣帝 你们莫要多管闲事 既然看到了我幽冥神功的大气 却不知我们是何人 东皇现如今 就如此废物的吗 炮墙的力量 此人究竟是谁 东皇第一胜于玉珑 实力不过如此 就算你再强大 还能阻拦我们所有胜域不成 一起上 徒儿来晚 还望师尊责罚 小三十六 为师看到你 很欣慰 这是什么力量 好温和的力量 体内的气息 竟然在暴涨 这是为师送给你的见面里 灵门一角 我祝你入圣人王 圣人王 可笑至极 主人突破圣人境界 就算是大帝 都不可能做到 你也 匕首新神 今日 我祝你突破圣人王 雷来 不用害怕 雷劫杀不了你 挨几下雷劈 你就能踏入圣人王境界了 是圣人王的气息 快催动帝兵 将其斩杀 否则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你这弟子身上有很强的因果之力 你不怕沾染因果吗 因果 我张霄双脚踏翻成势浪 一间单进古今朝 何惧因果 你这上面那股波动已经消失 就别想再对付我 后辈 你敢坏我帝兵 帝兵之力 这可是对修为的大补之物 好强的法则之力 我似乎要被撑爆了 他竟然把帝兵给打爆了 赶海克屁 赶紧跑 我看你们谁能跑得掉 真不愧是公主的师尊 战力简直是举世无双 是 师尊 你怎么炸了 他的气息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多谢你天书圣地的这道地兵之力 否则我也无法一日之间踏入圣人王 好可怕的大道威压 我体内的道法竟然在崩溃 不行 我得赶紧逃 可为什么身体完全不听使唤 在末法时代 东荒竟然还能诞生出一尊圣人王 不对 法则还在变化 还有另一股气息在冲击圣人王的境界 该死没想到界外的力量竟让你机体崩碎 从而因祸得福 一举踏入圣人王境界 这一刻各大圣地纷纷开始猜测突破之人的身份 因为他们心里没底 不知道这位圣人王会对他们圣地带来多大的影响 与此同时 玲珑圣地的局势也隐暗了惊天逆转 五等魔修 恭贺祖师爷踏入圣人王 五等魔修 恭贺祖师爷踏入圣人王 你们刚才是不是杀得很爽 知道为什么天书圣地让你们来打前锋吗 那是因为他陆长寿畏惧我张笑 陆长寿乃是东荒第一强者 竟然畏惧你张笑 这怎么可能 知道陆长寿为什么畏惧我吗 我来告诉你们答案吧 那是因为我站在他陆长寿的头上 从今日起 我张笑军临东方 而等萧小之外 接待复杀成全 这是不动冥王法印 好可怕的阴煞之力 你这徒弟究竟杀了多少人 孩子 怎么了 发什么呆呢 姐姐 你不要离开 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师尊 等我长大了 一定要做你的新娘 我要永远永远和你在一起 好 不要走了 以后师尊永远陪着你 等你长大了我们就成亲 幽米 快醒来 你不用害怕这个世界 因为你有我 你有师兄师弟师妹 你在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人 师尊 对不起 我 我不想醒来 全体摩修 恭送公主 全体摩修 恭送公主 终究是没渡过这新我姐 不过 无妨 死了这一次 一切因果了断 死者已逝 你别伤心 这是天命 我是他世尊 我不会让他死 他又怎会死呢 这是什么手段 我竟感受到 一股浓郁的生命力 难道说 公主要复活了吗 我 我这是在做梦 你没有做梦 欢迎回来 小三十六 师尊 我 不好 大师兄出事了 他的本命之气 在飞速流逝 熬不过几天了 师尊 我们得赶紧去救大师兄 找到了 在无极道场 查 无极道场 你知道 无极道场是用来 镇压无极深渊的 那深渊之中 有通往一界的蛊蜊 当年无极剑圣作画后 便以自身镇压在此地 而且那里有一柄神迹 据说来历不小 就连无极剑圣都曾被其操纵 但凡是进入无极道场中的人 轻则变成废物 重则允末变成白骨 误到古茶叶我都敢踩 害怕他的无极道场 我张霄一声从不信命 就算是天道要杀你 我也能给你救回来 圣主你留在玲珑圣地 我和他们三个去去救回 幽冥神功会在此坐镇 本作终于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时隔数十万载 本作终于找到一个真正的仙天剑 真是天助我也 天助我也啊 青山帮助阵藏片 这具身体不错 不错 非常好 你是无极剑圣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你明明划到了 你明明用你自己一身道行 镇压了这无极深渊 他现在有几分实力 很重 不过圣神皇而已 镇压无极深渊 当年我以一身道行镇压无极深渊 真的是太愚蠢了 这小子眼睛怎么还瞎了 妈的 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副身躯 竟然还是个残废 气少我眼 没事 待我寻到神夜暮龙花后 便能医治好眼睛 这都不是问题 多亏了你老朋友 不然 我肯定会被之前我残存的力量给灭杀的 呵呵 你放心 我知道你想要什么 既然我已经归来 自然不会亏待你 待我吸收了无极道场的力量后 我就能踏入准地 这时 禁区中的不死神药我都会采摘过来 若我这一世再踏入地境 杀尽先路 我知道了 这并不是真正的你 你 你只是无极剑胜残存的意志 只是他残留下的一丝黑化的意志 他身上的力量有古怪 在同化这封天地 没错 天地间的道法蒙上了一层黑色之力 他想杀我们 我们现在就苏醒灭了他 不可妄动 无极道场此时已经在苏醒 若我等擅自出手 那么就会真的触碰到无极道场最强大的力量 对 你们忘了 当初无极剑胜化到前 可是特意布置了一些手段用来镇压我等 等 耐心等一个好的时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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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废物 等我吸收了无极道场的力量 我就去杀了你们 小子 多亏你的血液 不然我可能还真的无法激活这无极道场最纯粹的剑道真意 你在干什么 你已经是要死的人了 你已经受缘要枯竭了 是我救了你好吧 是我救了你 是我赋予了你新的生命 新的光明 你竟敢抬斥我 你胆子不小啊 我是青山众 我不会迷失本心 你算个什么东西 滚出我的身体 小子 我说过 我要出事 谁都拦不住我 你的元神 就永远禁锢在你体内吧 化为我的养量 化为我的君临天下的洞地吧 这一次 呵呵 我无极剑上要毁灭世界 而不是守护苍生 我 大师兄 别过去 从他体内给我滚出来 林 你是怎么瞬息之间 就落在了我面前的 还破了我的剑上之力 难不成你是准地 大地 别白费力气 我已经将时间静止 除非你能破开时间 林 你到底是谁 涉及到时间的法则 不是一般人能够掌控 你刚才不是很狂吗 怎么 你现在害怕了 你说的太对了 我怎么害怕了 我为什么要害怕呢 我可是从先路上坠落下来 我怕什么 我都要颠覆这个星界了 我怕什么 既然你想杀我 那我们大不了同归于尽 你会时间法则 我也会 我说过 我从先路中掉落下来 会的手段 自然比你多 你体内有一股力量 并非来自死见 而是星空身处的那颗古星 若不是我当年去过那颗古星 也差点着了你的道 你那神秘的手段 对他人来说 或许有用 但对我是没用的 因为 这世间一切力量 都不及仙界十分之一 你这所谓的无敌 在我眼里 就是垃圾 哈哈 垃圾 你就这么确定 我杀不了你 你一个死去数十万子 就算是大地又如何 就算去过先路又如何 这个时代 是我的时代 在我的时代之中装逼 你也配 想用时光长河困住我 大不了 我让系统自爆 将你斩杀殆尽 主人 如果你真的要自爆系统 那系统将觉醒第三神技 以后的路 我就不能陪你走下去了 如果日后主人力量 超越了这星空神语 希望主人能将我复活 再见 再见个屁 现在又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等等 你刚才说什么 觉醒第三神技 没错 本来主人 目前是无法觉醒的 因为能量不够 但如果自爆系统 那么第三神技 就能提前觉醒 你怎么不早说 不过 你自爆了 那无敌领域岂不是没了 没错 无敌领域不是永久神技 除了这片天地 主人就不是无敌了 想要继续无敌 主人 就得自己修炼 自己往上爬 因为我们也是被人创造出来的 那就先别自爆 不就是区区先路的 一丁点力量吗 又不是真正的仙人之力 我试试能不能杀了他 等死气 而等速速出手 将他扼杀 现在就出手 不 等他和无极剑胜打完 等神云禁区来人 等其他禁区出手 两尊异象又怎样 这个躯体真是天注我眼 先天剑体 让我拥有用之不尽的剑道真意 剑痕永不会消失 明明 今日就用你的鲜血 为我君临东荒扑 就一条通天大道吧 天地人剑 你无极剑胜自称剑道万五一 晶云一剑 不够如此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是大帝 我是唯一一个 已见到长帝的人 是我以深化道 镇压无极深渊 是我平定黑暗洞观 改杀五尊黑暗短地 帮助人族平定灾祸 是我深入魔园 斩杀七十二魔将 让他们不敢出事 简直可恶 斩杀我族大帝 无极剑胜真该死 好在现在的他只是一日残魂 他早已死至数十万载 活该他现在变成这种鬼样子 我们杀人族怎么了 人族在神话时代 就是我们的奴隶 他无极剑胜 却斩杀我族大帝 这是曾经的人 而现在你 并不是曾经的你 所以 这剑还能算是天地一剑 万物一剑 我现在就来告诉你 什么才是剑道 你占我弟子之身 我不仅会杀你 还要将你所留在这世间的一切痕迹 全都抹杀得干净 我会让这世间 无人记得你曾来过 你想磨灭我的印记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能做到这种事情 我会做到的 不过 看不到了 我死了 你徒弟也会死 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 谁说你死 我弟子就会死的 你怎么可能将人复活 这不可能 无极剑胜这次算是彻彻底底的死亡 连带着无极道长 留在无极深渊中的道路 都在张霄这一件下 化为了虚无 无极深渊 我会亲自施法镇压 不会有事 张霄感受到从无极深渊中 逐渐爬上来一丝丝起意之 这股力量很玄妙 能让人精神失常 或许 这无极剑胜 就是因为已生化到镇压深渊 被其中的力量浮化了 这才会变得疯癫 大师兄的眼怎么了 为什么会瞎了 醒过来吧 我想听听你这些年都经历了什么 师尊 弟子青山种不孝 让您费神了 我要听你的经历 师尊 弟子不孝 此生怕是不能在您身边孝敬您了 大师兄 师尊他现在醒了 你就见师尊一面 你就离开 你怎么对得起师尊啊 刚见面 你就要走 这怎么行 我们几百年没见了 你就这么绝情吗 大师兄 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我现在沾染了天大因果 更是有一丝不祥潜在我体内 从此之后 我不再是你们师兄 我和你们 没有丝毫关联 如若有一天我死了 危害苍生 那就杀了我 站住 大师兄 你说过 我们入了师门 无论变成什么样子 无论做错什么事 我们都会一起承担 可现在你呢 你做了什么事 为什么不和我们说 英国 不祥 去他妈的英国 去他妈的不祥 我们一起面对 就算是天前 我们也不怕 我们也要逆天二位 师尊 你不是说只要将他复活 一切英国都会展大吗 为什么三十六能行 大师兄不行 我也不知道青山种 到底经历了什么 唯一能够确定是 他的寿源多了几年 但他的修为 道痕 全都无法恢复 现在 除了一生剑道之力 毫无修为 不 师尊 我们一定要救大师兄 我们必须救他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自然要救的 数三个数 一 二 三 连我给你下药 你都没看出来 看来你这功力 倒退了很多呀 我已经封住了他 周深翘雪 让他不会受到 这天地间灵力的滋养 从此将其寿源延长 但是这解决不了 根本问题 他这大道根基坏了 而且还有一道诅咒之力 比我之前施展的 先知诅咒都要更可怕 这诅咒之力 我压根就没见过 需要找到天原道花 为他重铸根基 就是不知道 此劫有没有这玩意 对了 幽冥 回去后来我房间一趟 我有要事要问 事关青山种的死劫 是 从此之后 这东荒就不再有 无疾到此之名 有的只是青山 天下云 皆可来膜拜青山 但无见到 有缘者 还能够得到青山的认可 赐予神剑 送无知真名种 可扣苍天 还青山 问剑朗 赐神剑 无名张霄 无愿东方众生 人人如龙 亦非冲天 天地无望 见青山如剑王 屈以头归 一手托苍权 一手行大 心承语 同经以后 此处更名青山渊 这处境地 更名为青种 而等可有意义 人类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敢这番和我等说话 哪怕是无极剑生 也不敢这么和我们说话 我们现在是沉睡 若是醒来 你早就化为灰灰 你这些手段 在我等面前 勿执一提 不要以为杀了无极剑生 你就能狂妄目空一切 称霸龙光 我等太古王族 才是真正的军林天下者 那好吧 既然你们想死 我就成全你们 要打上一场 昌庞 我来杀你 这是什么力量 我的修为竟然在被剥夺 这是真正的时间妙数 不过气息很弱 只有一则法相外露 并没有真正到来 神允禁区 我很好奇 究竟是谁给你们的底气 让你们一而再再三的来找我 互助青山种这小子 不要离开我万里之内的范围 师尊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当然是杀了 你疯了吗 我们又没出手对付你 你想杀我们吗 信不信我们现在拼了性命 也要将你葬灭在这里 你还是好好地对付杀你的人吧 且莫招惹我们 你们不是也想杀我吗 现在我给你们机会杀 你们倒是一起杀啊 小小子也敢放肆吗 别藏头鹿尾 给我献出真身吧 圣人王的境界 勉强让我热热身 狂妄 看我怎么杀你 王金钱在你 悠悠口口 啊 倒有这一手时间妙术打出来 只怕整个苍茫都不复存在 哈哈 那黑衣小子 你现在还如何突破禁锢 你能行吗 这位可是太古年间的一位天骄 曾经以圣人王之力斩杀过三位大圣 战绩辉煌 现如今 他实力还未恢复 仅仅只有圣人王的境界 但是杀你 想必是够了 那咱们就来比划比划 来看看 谁的时间领域更强 哦 我的身体 我怎么会在时间领域 这一块输给他 哦 我的气血 我在衰老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死老 救我 今天 谁都救不了你 这黑衣小子 竟然悟通了时光禁输 哦 他体内是万千法则之力 这是阴阳万千道法 区区一尊圣人王 也配来杀我 简直可笑 神隐禁区 下次想杀我 就不要再派这种垃圾 真要杀你 我们又岂会派这个没用的废物 语处 我们的目的永远都是这煤弹 这煤弹有古怪 不对 这煤弹不属于此剂 上面有仙气 这煤弹的来历经浅 说不定能找到通往仙界的坐标 这煤弹必须要夺到手 你们 你们干什么 竟然对我神隐禁区出手 呵呵 好东西就要共享 你们神隐禁区拿了这么精神之力 我们怎么也得好好看看 没想到青种境地这些人看到这煤弹后 也生出了争夺之意 真有意思 我的东西也是你们能抢的 你们慢慢玩吧 今天我心情好 就暂且不杀你们 该死 青种境地 坏我好事 哪怕我们不出手争夺 只怕你们也带不走那煤弹 我们的目的是杀了他 不是废话 废话 你们杀他倒是拿出真诚实意 不然我们可不会当炮灰 发生了什么 那尊老怪物为何要苏醒吗 他的兽缘将近 难道又要出世屠戮天地生灵 以增加自身兽缘 黑暗冬暖又要来了 我们也该准备准备了 成仙路即将开启 必须获取足够的生灵之力 补充兽缘以冲击成仙路 传我之令 迅速给我寻找天原道华 另外通知其余八大圣地 我张霄要借九大圣地地兵和地精一用 只要他们同意 我便给他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发生什么大事了 他刚刚神魂诅咒爆发 兽缘骤解 只有以毒攻毒 给青山种施加仙之诅咒 才将那股可怕的诅咒之力给抵消下去 但同时 我需要用地兵和地精来镇压炼化青山种体内的诅咒 他们若是不同意怎么办 若不同意 这八大圣地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你敢信吗 这个女孩本是世间最强挂王的徒弟 如今却被囚禁在这星空之中 就在刚刚 刚消灭杀神韵进去生灵后 便回到灵龙圣地 就在这时 系统也忽然响起 恭喜主人 当前技能升级进度百分之百 可升级无敌领域第六级技能 掌控万物 哦 掌控万物 意思是无敌领域范围内 所有东西都能被我掌控吗 是的 主人周身万米内所有东西都能被掌控 包括地兵 卧槽 这个屌 商有道 师尊 我在 你让你的麾下去把你们所有的灵药给我运了 动作要快 明天就要运到灵龙圣地 是 我大师兄就拜托你们照顾了 蓝宫幽明 你熟悉南领吗 不熟悉 我熟悉北墨 北墨 那好 你去北墨寻找北极仙光 这也是一种铸造大道根基的圣物 好 我现在就去 短辉 你虽有神脉 但是扛不住那北墨最深处的冰洞之内 你需要找一个对兵器有着天然清合力的人 谁 天心血 你的师妹 给我护法 我来推荐天心血的位置 与此同时 天书圣地 星空大殿 无垠冰冷黑暗的星空中 天心血闭眼昏昏欲睡 浑身上下缠绕着印有大地道文的锁边 被束缚在虚空中不能动态 喂 清醒 我来救你了 你 你怎么找到我的 你先等着 我先救你出来再说 这能行吗 这可是融合了大地道文的锁链 就这垃圾锁链 我老表还不放在眼里 这家伙 竟然能破开这大地枷锁 难不成 以前一直在隐藏实力 先别发呆了 快走 既然来了 哪有走的道理 不然 别人还以为 天书圣地没有招待好你呢 哼哼 是你 我果然没有猜错 前辈 这下我们逃不了了 放心 有我在 绝对能逃得出去 我以前就从这里逃出去过 什么 你从这里逃出去过 你没听错 他以前却是从这里逃出去的 那你以前也被天书圣地给擒住了 擒住 不 不不不 我可不敢亲住他 毕竟 他可是我天书圣地有史以来最强的圣主 我说的对吗 失踪 是 师尊 这熟悉的星空 这熟悉的气息 好久没有回来了 几百年了吧 失踪 我知道你迟早都会回来 所以 我特意在这片禁地中增加了你最怕灵结世神阵法 果然 我猜的没错 你真的来了 只不过 我没想到的是 你回来 竟然是就这个小女孩 长寿啊 我不认为我做错了 你没有做错 你放屁 你的良心就不痛吗 你让我遭受了那种非人的痛苦 让我当这个狗屁的圣主 你想过我的感受没有 可是不如此 你就活不了 活不了 呵呵 那你怎么不杀给我种下先知诅咒的人 你怎么不去帮我报仇血恨 怎么 现在反而还来救他的弟子 你可真是我的好师尊啊 你这条老狗 现在连反手的力气都没有了是吗 你不是号称东荒最强之人吗 不是号称拥有不死轮回天宫吗 你口口声声说为我好 你为什么不给我不死轮回天宫 为什么 你就是怕我超越你 你就是我极度我的天赋万古无一 你就是担心我是天岛之子 这才用禁谋陷害我 让我命丧中周 老狗 老东西 你不是逃出去一次吗 呵呵 有本事你再逃第二次啊 导不死的 老狗 你特么的还敢动用尽数逃出去 给你胆子了是吧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师尊的吗 有你说话的分吗 如果不是你的血脉还有用 我早就弄死你了 找到了 是你 天书圣地 走 天心血在天书圣地中 正好 心仗就仗我们一起算 南宫 走 灭了天书圣地 你真的要去灭了天书圣地 现在此刻 没错 那好 你把地兵带上 说不定能用得到 不用了 放在玲珑圣地 说不定还有用得上的地方 至于我嘛 我不要地兵 有了掌控万物 我还缺地兵 他们的地兵 不就是我的地兵 师尊 需要幽冥神宫的人一同前去 带上你的人 一起去 我们这一趟要出个远门 不仅仅只是去天书圣地 还有其余圣地 待我们找到天心血 你就立刻率人赶往北墓 采取北极仙光 无需管我 是 性马 末法时代 敌兵西雀 而张霄一个人 就用了四本 其中一把还是板砖 就在刚刚 张霄推演出了 徒弟天心血的位置 天书圣地的末日 即将到来 呼 这东荒 还轮不到他张霄 搅动风云 若是赶来 我定叫他有来无为 喂 哈你麻痹呢 可恶 你还敢送上门来 这里可是我的主场 今日我要你死 这是我天书历代圣主 作画后凝聚元神晋升的地灵 我天书圣地的抵御 可不是其他圣地 那种垃圾货色能比的 今日我必杀你 有点东西 我也是时候 动用一些真本事了 开什么玩笑 一块板砖 你是在逗我们不成 愚昧 幽冥 看好了 我这一砖会很帅 该C 这是什么品类的武器 我为何从未见过 不到我 老兄 我刺妖内幕 我是你专业 好武器 现在是我的吗 你上网来 我们也送他们一份尬 师尊 这是天道的气息 当初你大师兄青山虫 长到我一剑 这次我还给你了 就这点能耐吧 根本不配让我出手 幽冥 你杀 灭了他 是 师尊 聂徒 你竟然和禁区的人融合了 你竟然背叛人族 和禁地的那些太古王族相容 你疯了吗 聂徒 老表竟然是陆长寿的师尊 那老表岂不是 岂不是上一代天书圣祖 都给我去死吧 你想自暴 经过我的同意了吗 不 不可能 我已和禁区生灵融合 怎么还会受你干扰 禁区生灵就是一个效果 我已领悟万物三千道 你身为万物 便在这万物之中 你又如何躲得过呢 你一直以为我只能靠外 殊不知 我早已将三千道法龙于自身 此界 没有人能比我对法则的感悟更深 如果你是天道之子 那我就是天道的老子 在天书圣地覆灭之后 其他圣地势力纷纷闭门不出 他们已经吓破了胆 在张霄登门拜访之下 纷纷自愿送出了宗门帝兵作为礼物 而与此同时 玲珑圣地也迎来了一位不俗之客 小和尚敢问你来我玲珑圣地有何事 阿弥陀佛 中州局势已乱 蕴藏杀机 同导致玲珑灭之举 小僧与玲珑圣地有因果千成 何以敢来提醒 不知格向明慧 平僧法海 佛门世尊 法海 你自称佛门世尊 可为何我从未听书过你的法号 平僧从未在这世间出现过 你现在看到的我 也不是真正的我 所以你听到的法号 也不是我真正的法号 照施主的意思 我们如果不听 是否就会死 大概会吧 既然如此 那你岂不是加深了你我之间的因果 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 剩下的就要看施主如何去做 有没有原画质 如若无原画质 那就说明 这是你们的命数 改变不了的 既已告知 我便要离去了 仅时主莫要阻拦 神圣叨叨的 从西天出来的人 都是怪人 法海 是哪位西方高松吗 不知 但我从其身上 好像感受到了和张公子类似的气息 长老 圣主他们回来了 请无敌里面既然要大解除了 就在刚刚 张霄集齐了世间所有地名 才发觉这方世界 仅存在着惊天大秘密 检测到主人领悟三千道法 发放系统奖励 恭喜宿主获得圣村修为 检测到主人集齐 这方世界所有地兵 解锁最终任务 世界的真相 任务奖励 未知 请问宿主是否接取 系统 什么是最终任务 最终任务 涉及到这方世界最古老的秘密 不可看 不可说 宿主接取后便可得知 否则将会引来界外存在的窥探 暴露系统的存在 奖励竟然是位置 说明这个任务很危险 系统 我可以选择拒绝吗 主人可以拒绝 但是这样做的后果是 秘密被尘封 主人永远无法突破地际 破碎虚空 那岂不是血亏 拼了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系统 接取任务 任务 接取成功 条件达成 这方世界 其实是一位 警告 警告 发 会真错误 启用备选方案 系统 解 系统将辅助宿主 系统 系统 发生什么事了 主人不用担心 刚刚这方世界 遭到不可言说存在的窥探 由于对方的维度等级过高 为了避免被对方发现 系统将自身能量分解 意识融入主人法则内部 而主人领悟了三千道法 自身气息 与法则高度契合 所以并不会被对方注意 系统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请主人照出这方世界 所有帝兵 剩下的交给本系统就好 好 主人 还差一样东西 还差什么 难道是 检测到本元碎片 系统吸收 融合 这股活动 莫非是 先路要开启 快 灰眼坐标 这一天 终于到来了 主人 系统完成吸收 笑一个实战 这段时间内 系统将陷入沉睡 请主人为系统护法 好吧 放心 有我在 我看谁敢靠近 狮子 发生什么事了 浩墙的本元波动 这股力量 里面是有人突破地径吗 此时一言难尽 容后再说 玲瓏 你吩咐手下弟子 加强警戒 这么大的动静 怕是会引来敌人亏死 美味的血实 成仙的契机 今日的宵夜 可真是丰盛了 张霄 我们真应该感谢你 不仅将那枚弹送到面前 还替我们打开 行风古路 看来你们知道的还挺多 明明拥有 圣尊境界的修为 却甘愿归缩在 青种境区万年不出 至于封印 怕也是你们顺水推舟 自愿被封 雾下的菊霸 聪明 没错 我等当年自知 闲路断绝 不甘心就此沉浸 便将自身封禁在 青种境区 以待今日之机 至于你那徒弟 也不过是我们 猎尸手段罢 这么看来 我大徒弟青山肿的伤 怕也是你们的算解 别和他废话 他在拖延时间 拖延时间又如何 对付他我只需一招 你似乎很嚣张 可惜你的实力 与你的嚣张气焰 并不匹配 确实 你也只能出一招了 你 你竟然突破到了 圣尊禁 侥幸而已 一不小心就突破了 承让承让 突破到圣尊禁又如何 一起上 你还能一个 打我们三个不成 你们打算三打一吗 那怎么行 不如我们公平一战吧 怎么回事 我的修为为什么消失了 可恶 我感受到 我的寿命在流失 你们三打三 与他们公平一战 为师就不出手了 可惜 本来想陪你们多玩一会儿 但是你们似乎不怎么争气 小泽 你不仅帮我开启了成仙路 还帮我把竞争对手给清除了 我要怎么感谢你们 上次那笔战我还没好好清算 我没找你们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呼 废话少说 我说过 我的目标始终只是那霉弹 乖乖把那霉弹交出来 然后远离此地万米之外 我可饶你们不死 你让我离开我就离开 那我既不是很没面子 而且刚刚清种禁地 四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觉得你就可以了吗 清种禁地那些垃圾 不过区区圣尊镜而已 大一之下才被你所杀 而我早在数万年前 便踏入了半部大地境 距离突破也只差一个奇迹 可不是那三个垃圾能比的 半部大地境 数万年也未突破 兄弟 你这天赋不行啊 烧在这拖岩石间 既然你不心命 那我便亲手掐死你 拿整个玲珑圣地血迹 助我踏上城先路 龙兄 别冲动啊 不如我们下来好好聊一聊 你以为同样的招式 还能对我用两次吗 没用的 我早已融合界外之人 此界的规则已对我不效 坚然我要亲自揭开你的秘密 有点东西 既然这招对你不效 那我就只好以得夫人了 放弃吧 虽然你的实力登峰造极 却依然不过是圣尊镜 在半部地境面前 根本不堪一击 不许杀我师尊 我等愿与师尊生死与共 想杀我师尊 先从我伤流到身上 他过去再说 玲珑圣帝 愿与张公子共存吗 就算你们联手又如何 修为的差距 可不是靠数量就能够弥补的 麻痹 系统 你好了没有 龙合完毕 系统升级 能量反馈 将主人修为提升至地界 无敌领域升级 不再受维度影响 今日 我要斩龙 不 不可能 先路已断 你未曾踏入星空古路 怎么可能突破至地界 短眼间 距离上次先路事件 已经过去一年的时间 这一年里 张霄的大徒弟青山中 已经恢复了修为 并因祸得福 突破至圣尊镜 而就在刚刚 张霄正在对众人 做最后的道别 这方天地的排斥之力 越来越强 我的修为压制不住几天了 既然先路一开 为师就先替你们去闯一闯 师尊不再多待几天了 已经陪你们一年了 也不差这几日了 又不是生死一本 哭个屁 为师的名 仙剑再见 阿弥陀佛 师尊 你放心去闯 这方世界 由平森来守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